等到施先生和潘先生走了之后,谢云锦护得伸手拉住陆娇。 娇娇,四个小家伙虽然聪明,但是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他们现在这么聪明,过目不忘,是不是你给他们服用了什么药啊? 陆娇听了谢云锦的话,诧异地抬头看向他,不过心里倒是没有丝毫不安和害怕的,只是眼下他也不想说出灵泉水的事情来。 既然谢云锦怀疑他给四小枝用了药,陆娇也没否认,他回望着谢云锦说。 你别担心,那个东西对小孩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危险,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谢云锦笑着,拉过陆娇,又深深地抱住他。 我相信娇娇,感谢老天把你送到我们父子几个人身边,谢谢。 两个人静静相拥,觉得彼此的心靠得很近。 陆娇窝在谢云锦怀里一会儿,想到四小枝现在很聪明,他忍不住笑着说。 我们去看看四个小家伙。 谢云锦现在也有一种立刻见到儿子们的冲动,所以他放开陆娇的身子,改牵着他的手,两个人手拉手地朝着屋外走去。 屋子外面,风枝软竹等人看到,又忍不住笑起来,心想。 公子和娘子的感情真好。 身为主家的下人,肯定希望自家的两位主子和睦又恩爱,这样作为下人,他们也会很高兴。 谢云锦和陆娇没有理会别人,手拉着手,一路去到后院。 后院的膝卧房里,四小只正在玩闹,二宝按住小四宝,让大宝和三宝挠他痒痒。 大宝和三宝立刻上手挠小四宝,小四宝咯咯地笑着,却并不多闪。 因为他并不怕痒,只要稍微忍耐一下就可以了。 小四宝一边笑,一边又得意地说。 我说了我不怕痒,你们不相信,看吧,我不怕痒的。 二宝一脸不可思议地说。 这不对呀,为什么我们三个怕痒,四宝却不怕痒呢? 大宝和三宝不信邪,又伸手挠了几下,小四宝笑得更欢了,不过他真的没那么怕痒。 门外,谢云锦听到屋内的几小只说着话,脸色瞬间变了一下,随之他下意识掉头望向陆娇。 陆娇却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神色,抬脚进了四小只的房间,笑着对大宝等人说。 有的人怕痒,有的人不怕痒,这有什么奇怪的? 大宝也知道是这么个脸,只是他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三个都怕痒,唯独小四宝不怕痒呢? 谢云锦生怕他们细细琢磨这件事,从中发现什么端倪,立刻上前一步,笑望着四胞胎说。 大晚上都不睡觉,这么闹腾,身上又得出汗了。 现在没那么热了,所以不会出汗的。 他话落,收回按着四宝的手,翻身坐到床边。 此时,四小只一起望向谢云锦和陆娇。 爹爹娘亲怎么过来了? 谢云锦和陆娇望向四小只说。 先前潘先生和施先生过来说,你们脑子特别的好,想让爹娘给你们想办法请个大儒教导。 是啊,潘先生和施先生说,你们很厉害呢。 虽然这是夸赞的话,但是四小只明显不太高兴。 他们飞快地望向谢云锦和陆娇道。 那我们以后,要开始启蒙学习四书五经,不学以前学的东西了。 陆娇摇头。 我和你爹决定,现在依旧是让娘设计出来的课。 等你们六岁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读四书五经,不过到那时候,你们可就要认真地读书了。 现在呢,是我们玩耍的时间,所以呢,咱们就多玩玩。 陆娇的话音一落,四个小家伙就都欢呼起来,大宝飞快地开口道。 娘,你放心,就是六岁读书,我也会读好。 争取考状元,给娘争个告命。 陆娇笑得那就一个开心,正想夸赞大宝两句,一侧的谢云锦不高兴地接口道。 你娘的告命,我会给她争,日后你给你媳妇争个告命就行了。 大宝哈哈地笑着,二宝又飞快开口。 以后我要给我媳妇,争个将军夫人。 三宝和小四宝飞快地望了二宝一眼,嘲笑道。 你可真不知心,这么小就想要媳妇了。 对,二宝羞羞脸。 小四宝拿手刮自己的鼻子,开始逗二宝。 哼。 二宝挺着胸脯,冷哼一声。 谢云锦和陆娇笑看着闹成一团的四个小家伙,脸上也露出了温暖的笑容来。 不过最后,谢云锦叮咛四小枝。 你们过目不忘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知道吗? 四小枝听了谢云锦的话,也没有多想,齐声答应了。 知道了,爹爹。 谢云锦看着四个长得又好看又乖萌的孩子,心里是说不出的欢喜,上前轮流抱了一下四小枝。 四个小家伙看今晚爹爹这么热情,个个高兴地就在谢云锦的脸上呸唧亲了一下。 陆娇也上前去抱了一下四个小家伙。 好了,快睡吧,明儿还要上课呢。 嗯,知道了。 四小枝乖乖地睡了,谢云锦和陆娇给他们盖好宝贝,两个人这才转身走出去。 陆娇眼瞅着夜深了,抬脚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后面,谢云锦也跟着她,一路往她的房间走。 陆娇走到房门前,发现谢云锦竟然一直尾随自己,奇怪地开口问。 你不去睡觉跟着我干嘛? 谢云锦望着陆娇,一脸认真地说。 吃得四个小家伙不一般,我心情激动得真是睡不着,想和娇娇你说说话。 不如今晚我们粗息长谈。 谢云锦刚说完,陆娇就转身进到房间里,利落地关上房门。 谢云锦站在房门前,一时间反应不过来,等反应过来时,人家早就把门给关上了。 他忍不住在门外叫。 哎,娇娇,娇娇。 陆娇没好气地开口说。 赶紧滚回去睡觉,别让我把你扔出去。 这下某人自觉了,心想。 啊,好吧,今晚失利了,我还是去前院睡吧。 不过临走前,谢云锦站在门外,语气真知地说。 娇娇,我是真的很想和你聊聊天,绝对没有留下来过夜的意思。 陆娇并没有理会他,现在他算是知道了,这家伙太会得寸进尺了,所以绝对不能让他往上爬,要不然估计天天晚上睡他床上呢,真是给个杆就往上爬。 谢云锦眼瞅着屋里头没人理他,直到今晚陆娇是不会理他了,摸摸鼻子,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谢云锦一早就去县学书院读书了,陆娇起床和思小枝吃完早饭,便开始制药。 不出意外,张家从他这里失利,肯定会把主意打到谢云锦身上。 谢云锦若是不搭理他们,说不定他们要耍心剂手段的,其中下药是最为常见的。 所以他得制些防身的药给谢云锦,比如说解什么荷欢散的、解毒的、解那些让人神志昏沉的药。 总之,陆娇一连制了好几种药,除了制药,他还顺便写了几样香皂的配方。 制香皂需要用到烧碱,生产烧碱的方法有两种,刻画法和电解法两种。 不过不管哪一种凭现在的技术是弄不出来什么烧碱的,陆娇决定, 提取能溶于水的普通碱来制作香皂。 碱可以从蒸发的湖水当中提取天然的纯碱,也可以从海藻中类的植物灰当中提取丰富的纳碱,也可以从木材灰中提取出甲碱来应用。 总而言之,提取碱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陆娇把提取碱的办法以及制作香皂的办法全都给写了下来。 天色已经晚了,四小只欢快的声音从外头响起来。 娘亲,你还没有弄好啊? 娘亲,你饿不饿,吃晚饭了。 四个小家伙飞快地就从外头跑进来,围到陆娇身边。 娘亲,你忙什么呢?忙人一天没出来。 中午你都没吃多少东西,晚上一定要多吃点。 小四宝一副大孩子的样子,伸手摸摸陆娇的脸说。 娘亲,你都瘦了。 陆娇一听说瘦了,立马高兴地望向四个小家伙。 是吗?我真的瘦了? 之前胖的时候,瘦身是很容易的,可是等瘦到某个阶段时,似乎很难再瘦下来。 陆娇的理想是再瘦个七八斤。 不过谢云锦是不赞同的,认为她这样有点肉更加地可爱好看,所以不赞成她继续瘦。 那家伙不但不赞成她瘦,每次吃饭的时候,还总喜欢往她的碗里头夹她喜欢吃的菜,这就导致她一时半会儿瘦不下来。 现在听到儿子说她瘦了,陆娇一下子来了兴致,盯着自己的儿子问道。 娘真的瘦了? 四小只全都盯下她,最后一致决定,四家的娘亲瘦了,而且是瘦了好多。 大宝伸手拉住陆娇,叮咛道。 娘亲,你真的瘦了好多,以后要好好吃饭,多吃点才会好看。 二宝用力点头。 对的,娘亲白白胖胖的才好看。 三宝立马瞪了二宝一眼,又说。 娘亲不喜欢别人说她胖。 小四宝妃快夸赞。 对,就算娘亲胖,你们也得说她瘦了,而且她真的瘦了好多啊。 陆娇听着四小只火宝般的话,哭笑不得地望着他们。 好了,我们去吃饭了。 陆娇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脚,四个小家伙抢着邋遢的手,一起去隔壁的饭厅吃饭。 母子几人刚一坐下来,门外,陆柜就走了进来。 四小只看到陆柜,高兴地招呼着。 小舅舅,快过来吃饭啦。 陆柜笑着说。 嘿嘿,舅舅在前面吃呢,你们自己吃。 她话落,又望向陆娇。 姐,姐夫让林东回来跟你禀报一声,今晚李文斌请客吃饭,她不回来吃晚饭了,让你们自己吃。 陆娇点头表示知道了,不过想到李文斌的身份,她又有些担心。 李文斌是张家的女婿,心肯定是向着张家的,这样的话,谢云锦岂不是要倒霉了? 还有,之前害她的那个人也还躲在暗处呢。 陆娇想着,起身跟着陆柜往外走,把自己今天制作出来的几种药递到陆柜手里。 这个交给林东,以防有人算计你姐夫,让他留在身边防身。 陆柜也知道,眼下清河县的那些商骨盯着自个儿的姐姐姐姐夫。 一听到陆娇说,立刻接过药,就往前院走去。 后面,陆娇回到正厅里,陪着四小只一起吃晚饭,并且询问四个小家伙今天白天上课的情况。 大宝立刻把今天上课的情况说了两句,一边的二宝飞快地开口道。 今天赵月罗和韩东盛打架了? 陆娇立刻掉头望向二宝,关心地问。 好好的怎么打架了? 潘先生夸韩东盛读书有感情,读得很好,赵月罗不高兴,因为他被潘先生批评了。 潘先生说他读书不入心,不带感情,这话让他不高兴,他拉着张脸坐在那儿,结果潘老师竟然夸韩东盛读得好,他就更生气了。 二宝一说到这儿,又停了下来,三宝接着说。 然后他骂韩东盛了,说韩东盛就算书读得好,他娘也是个大坏蛋,不是好人。 韩东盛生气了,终过来打赵月罗,最后两人打成了一团。 鹿娇头疼得抬手揉揉太阳穴。 恶毒女配不愧为恶毒女配啊,这惹事的本事是一等一的。 那你们有没有让他们不要打啊? 大宝点头。 说了,我们还批评了赵月罗,赵月罗生气地说不喜欢我们了,以后不来我们家上课了。 估计他明天还会来,因为他以前也这样说过,第二天又来了,就好像忘掉了这事儿一样。 鹿娇停了,也懒得再理会小孩子们之间的眉眼官司。 母子几人吃过晚饭,鹿娇带着四小只去洗澡,然后哄他们睡觉。 四小只趁机提出要鹿娇给他们唱儿歌。 最近小家伙们非常热衷听鹿娇唱儿歌,他们自个儿也会学着唱。 不过,鹿娇的儿歌还没唱完,四小只就慢慢睡着了。 现在他们白天的活动量很大,晚上基本上是沾着枕头就睡。 鹿娇见四个小家伙睡了,轻手轻脚地起身往门外走。 他刚一走出去,就听到院子里头有响动声。 鹿娇抬头望过去,发现鹿威和林东正扶着谢云锦。 谢云锦的步伐有些不稳,明显是喝多了酒,有些醉了。 他一边走,一边和身边的鹿威说。 走,去找你姐。 鹿威本来想扶谢云锦去前院房间睡觉的。 结果姐夫一直要找姐姐,鹿威只能和林东把谢云锦扶到后院来。 鹿娇一看到谢云锦这样,有些不高兴。 他很不喜欢喝醉酒的男人,男人喝醉了酒就容易生事。 他记得小的时候住在一个亲戚家里, 那个亲戚一旦喝醉酒,就喜欢跑到鹿娇房间里说些下流的话。 后来他受不了了,拿东西砸伤了他,结果还被自己爸妈给骂了一顿。 一想到这儿,鹿娇又忍不住苦笑起来,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做的什么孽呀。 竟然那么不招他的爸妈待见和喜欢,明明自己被老男人欺负了,结果挨骂的人却是他。 鹿娇一想到这些,黑眸微微地有些发冷。 不过谢云锦不知道,他一掉头看到鹿娇走了过来,立刻笑望着鹿娇叫了一声。 娇娇。 嗯。 鹿娇轻应了一声,扶着谢云锦的鹿柜,立刻就把谢云锦送到鹿娇手上。 然后不等鹿娇说话,他就麻溜地带着林东走了。 后面,鹿娇一头黑线地望着跑得比兔子都还快的弟弟,心想。 这弟弟好想打死怎么办。 谢云锦心里却分外高兴。 想就此给丽娇,以后多给点月钱。 谢云锦一边想,一边搭着鹿娇的脖子,含糊不清地说。 佳佳,走,回去睡觉。 说完,他又主动搂着鹿娇,往鹿娇的房里走。 鹿娇掉头望向他,心想。 这是罪呢还是没罪呢? 说罪了吧,还是到进我的房间。 说没罪吧,这步伐不稳,眼神迷离的样子不像是假的。 所以这是似罪未罪还有些明白? 鹿娇正想着,谢云锦已经搂着他的肩膀,一路往他的房间里走去。 不过,两个人刚走到房间门口,鹿娇护得停住脚步,抬头望向谢云锦问。 谢云锦,知道我讨厌什么吗? 谢云锦一听这话,有些不大好的感觉,立刻规矩地摇头表示不知道。 鹿娇一把推开他搂着自己脖子的手,没好气地说。 我最讨厌喝醉酒的人,所以自己滚到前面去睡觉,别来我这刷酒疯。 鹿娇说完,面无表情地进到房间,然后漠然地关上房门。 谢云锦虽然脸有些红,但其实也没醉,他是想祭酒刷点赖和鹿娇睡在一起。 结果没想到,鹿娇却是这么讨厌别人喝酒,这是偷鸡不成十把米呀。 谢大秀才赶紧站在门外,乖乖地认错。 娇娇,其实我没醉,我是装的。 门里,鹿娇冷哼一声,又问。 没喝醉也喝了不少吧? 我倒不知道原来谢秀才这么喜欢喝酒。 明儿个呢,我给你买点酒,让你喝个够。 你是不知道眼下自己的处境是不是? 你竟然能喝这么多的酒? 谢云锦贴着门小声地说。 今晚李文斌请客吃饭,请的正是我以前书院同寝室的纪人。 我想借此机会,看能不能套出些什么来。 结果一不留神,喝得有点多了。 悄悄,以后我保证不喝酒了。 门里的路焦淡淡地说。 不是不让你喝,而是少喝一点,浅尝即可。 我知道了,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 谢云锦认错的态度,比自己的儿子还要积极。 屋内,陆娇听了总算是满意一些。 不过,想到这家伙明明没有喝醉,还要假装喝醉,企图耍赖睡在他的屋里头。 陆娇就不高兴了,提醒道。 谢云锦,我现在在想,要不要收回之前给你机会的那个决定。 陆娇一说,谢云锦就会心慌,赶紧表态道。 娇娇,是我不好,我以后保证依照约定来。 陆娇打开门让他进去,这一回,谢云锦十分的规矩,半点都不敢作妖。 先前写的和离书还在娇娇手里呢,若是再作妖惹,惹毛了他,把他气走了,我跟孩子们可怎么办,我还是得安分点好。 陆娇是以谢云锦坐下,一脸认真的妄想的。 我给你一年半的时间,是想看看我们两个适不适合在一起,若最后两个人不适合,现在仓促的在一起,那不是突然伤心吗? 陆娇说完,见谢云锦还要说话,他抬手阻止他接着往下说。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是喜欢我的,但这种喜欢能坚持多久? 你是这个时代里的大男人,我呢,是男女平等时代的女人,我们的观念是不是真的能融洽,这是要让时间来见证的,不是你嘴上说说就行的。 你知道这世上,多少喜欢的人最后成为一对怨偶吗?我不想最后我们成为那样的一对。 陆娇对于男女之事,格外的慎重,因为她就是父母不恩不爱生下的牺牲品,是被舍弃的那一个,她可不想再被人舍弃一次了。 可以说,她对于感情是有些胆怯的,这需要男人给她勇气。 谢云锦急促的举动,使得她的内心很不安稳。 陆娇想着,又妄想谢云锦,直白地说。 谢云锦,我和你说过我爸妈的事吧,他们的事,使我很怕再受到伤害。 我怕现在我们在一起,最后两个人又要分开,那样的话,我很有可能一辈子都不再相信感情,不再相信男人。 但你最近急促的动作,使我的心里很不安,我总觉得一切太快了,快到不真实,快到让我怀疑我们真的适合在一起吗? 我喜欢那种水到渠成的感情,而不是我刚才同意给你一个机会,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急吼吼地在一起。 谢云锦听了陆娇的话,很快想到她父母离婚舍弃她的事情。 虽然她说得极为平静,但她知道,这其中肯定还有很多她没说过的事情,尤其是她一个女孩子,那些看到她被父母嫌弃的人也许会趁机欺负她,所以一直以来她才会对男人比较狠,同情女人和弱小。 谢云锦忽地觉着自己之前确实做得太过急切了,她应该要给她信心,让她相信这世上还是有好男人的,这样她才会接受的,两个人才会自然而然地在一起。 佼佼,一会真的再也不会了,这一阵是我太急切了,后面我会顺其自然的。 谢云锦话落,也不想再说这个,于是赶紧转移话题,张家真的对我出手了。 谢云锦一说,怒娇就被转移了注意力,她望着谢云锦,飞快地问。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今天李文斌请我们大家去酒楼吃饭,我们在酒楼门前碰到了曹家一个小姐。 谢云锦一说,怒娇变了然了,她望着谢云锦,似笑非笑地问。 曹家那位小姐,想必很漂亮吧? 要不然对方也拿不出手的。 谢云锦瞬间求生欲爆棚,她掉头望向陆娇说,我没躲开,所以没有注意到。 陆娇哼了一声,又问谢云锦。 哼,曹家哪位小姐啊? 陆娇虽然刚来清河县城,但是参加了两三回宴席了,再加上在宝和堂走动。 珠宝珠之前也和她说过一些,所以她对清河县内的人物还是了解一些的,她也知道曹家有好几位小姐呢。 不说别人,就说那位伤了梁子文的曹三老爷,一个人就生了好几个女儿,其中两三个都还出嫁了,好像还剩下两三个。 再加上曹家别的房头生的女儿,曹家的女儿可不少呢。 谢云锦听了陆娇的话,飞快地瞄了她一眼之后又说, 曹家七小姐,曹清莲。 谢云锦话音刚落,陆娇就掉头望向了谢云锦。 曹家这是下了血本了,我可是听说,这位清莲小姐乃清河县第一美人。 她娘曾是宁州府的花魁,生的两个女儿也是极美,尤其是长女,更是孝似其母。 因生得极美,往常这位曹七小姐是很少出门的,听说她一出门,街道都会拥堵。 陆娇说完,心里不自觉有些酸,她掉头望向谢云锦问。 哦,你刚才说你没注意曹七小姐那样的美人,你会没注意? 谢云锦飞快地解释道,她戴着帽帽,所以我没有注意到。 她坚决不会说的,当时那女人和李文斌打招呼时,特地掀了帽帽的。 不过,谢云锦真的没太在意那女人,到时她身边的几个人看到那女人时都愣住了。 陆娇眯眼望向谢云锦,谢云锦顶不住陆娇眼神的压力,最后乖乖地说。 她和李文斌打招呼时掀起过帽帽,不过我真的没有太在意。 我心里头想着你,无时无刻地就会和别的女人保持距离。 所以她一心帽帽,我就觉得这事不大妥当,于是主动回避了。 陆娇看她说得认真,又笑了起来。 其实看看也没事,男人喜欢看美人这是一种天性,不是什么大罪。 其实她还喜欢看帅哥呢,当然这话她可不敢告诉谢云锦。 陆娇虽然这么说,谢云锦却是不敢接口,怕回答得不好,这问题会惹某某人的。 如果再把给她的机会给收回去,那才叫得不偿失呢。 谢云锦想着张家和曹家的目的,脸色分外地冷。 哼,别说她长得好,就算她是天仙,我也不会看上她的。 他们这样分明是把我谢云锦当成色鬼了,难道我是那种见色起义,为了女人不分是非的人吗? 谢云锦说完,呼得望向陆娇,笑弯了眉眼。 当然,若是那个人是娇娇你,说不定我真的有可能会上钩的。 陆娇白了谢云锦一眼,不过因为她的话,心里头瞬间说服了不少。 陆娇望着谢云锦叮咛道, 曹家不是善茬,你得当心一点。 尤其是曹青莲,还是曹三老爷的女儿。 曹三老爷可是个心狠手辣之人呢, 要不然之前能把梁子文给废了。 谢云锦点头,一侧的陆娇迷眼说。 说实在的,以前我还觉得李文斌这人不错, 现在看来只怕也不是个好的。 她视为张家女婿,难道不知道曹家是什么样的人家吗? 陆娇说完,想到之前害谢云锦之人,忍不住又问。 哎,你说那个害你的人,会不会是李文斌? 谢云锦愣证了一下,又说。 我和她一直没有任何矛盾冲突, 她好好的害我做什么。 一直以来,我怀疑是郑志兴害我的。 因为书院里,我一直压了郑志兴一头。 如果没有我,郑志兴就是清河书院最有话题的人。 她若是谋算我是有理由的, 但李文斌完全没理由谋害我呀。 陆娇想了想。 确实是这么个理儿, 总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要害你吧? 反正你小心一点。 谢云锦点头,陆娇见夜深了, 催促谢云锦赶紧去到前院休息。 这一回谢云锦不敢再耍任何心机了, 乖乖地起身去到前院睡觉去了, 陆娇又吩咐冯志。 让花神煮一碗醒酒汤送到前院去。 冯志应声走了出去, 陆娇上床睡觉, 临睡前想到谢云锦告诉她的事情, 意识到睡不着了。 这是怕不会请你完的, 后面肯定还会有什么后招。 曹家七小姐, 这女人之所以出现, 肯定是张碧烟的手段, 让曹七小姐勾引谢云锦, 然后让谢云锦休掉我。 张碧烟大概认为, 这是对我最好的报复, 也许等谢云锦休气了我, 她还要跑到我面前嘲笑一番。 陆娇想着, 脸色也说不出的冷。 这女人啊, 当真是可恨, 早晚有一天, 要还回去。 第二天, 陆娇人还没醒, 就先闻到了一股子浓浓的桂花香味。 陆娇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啊, 好香啊。 她呼地睁开眼睛, 看到床边, 谢云锦的手里, 捧着一大树的碗柜, 蹲在她的床边。 男人轻手轻脚地, 正准备把那碗柜放到她的枕边, 不料陆娇呼地醒过来。 谢云锦非常自责地开口问, 我这是吵到你了吗? 陆娇笑着摇头。 没有, 是香味打扰到我了。 陆娇很喜欢桂花, 起因是每到桂花盛开时节, 就到了八月的中秋假节。 以前小的时候, 她一直都在幻想着父母可以带她过团圆节, 直到后来才明白那是一种奢望, 她也就不再想了, 不过却因此爱上了桂花的香气。 床边, 谢云锦看到陆娇醒了, 笑着把桂花递到陆娇面前问, 喜欢吗? 我找个花瓶给你插起来, 怎么样? 陆娇立刻高兴地点头。 行, 不过, 我们家里好像没有玩过。 谢云锦还没有来得及说, 门外, 四小只跟四个小炮弹似的冲进来, 抢着说, 我们陪爹爹一起去留爷爷留奶奶家采的桂花, 留爷爷留奶奶家好多的桂花树, 留爷爷留奶奶家的桂花特别香, 这是爹爹爬上去摘得最好的桂花。 三宝说完, 陆娇惊奇地望着谢云锦问, 你还会爬树? 谢云锦不自在地摸摸鼻子, 我也是乡下人, 怎么就不会爬树了? 只是后来, 读书给他镀上了一层光罢了, 事实上, 很多乡下的小男麻会的事情, 他全都会。 陆娇笑着接过桂花, 望着面前一大四小, 道歉道, 谢谢云锦和儿子们了。 陆娇话落, 扶身亲了四个小家伙一口, 四小只被亲完, 立刻望着陆娇说, 娘亲, 还有爹爹, 这桂花是爹爹爬上树栽的, 我们只是陪他一起去到留爷爷留奶奶家。 陆娇下意识掉头望向谢云锦, 谢云锦的眼里一闪而过的期待, 不过想到昨儿晚上陆娇说过的话, 他又立刻掉头望向四小只, 打算义正言辞地说脚一番。 不想他一掉头, 陆娇飞快地一记吻就亲在了他的侧脸上。 谢云锦惊讶地掉头望了一眼床上的陆娇, 刚刚睡醒的他, 头发蓬松, 眼神迷离, 皮肤白得就像养奶一样, 又透又滑。 此刻的女人手捧着鲜花, 真是人比花角啊。 那可爱的模样看得男人心头扑通扑通, 跳得可快了, 仿似情斗初开的少年。 床上的陆娇已经不好意思了, 昨天他刚刚一整言辞地说过, 两个人要慢慢来, 现在就来了这么一下, 谢云锦怎么可能会不多想呢? 陆娇这么想着, 悄悄地抬头望向谢云锦,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此刻的样子, 宛若林间刚刚睡醒的小鹿一般迷人。 谢云锦下意识伸手, 捏住陆娇的脸颊, 温柔地说, 好了, 起来吃早饭吧。 陆娇立刻点头。 嗯, 好。 四个小家伙看看爹娘 恩恩爱爱的样子, 裂开嘴巴笑了笑。 小四宝学着爹爹的样子, 捏捏陆娇的脸颊, 和身边的三个小家伙说, 娘亲是不是很可爱很萌, 好像小仙女啊。 小四宝坚定地认为, 自家的娘亲就是美美的小仙女。 其余三小只立刻点头, 他们也觉得, 刚才娘亲真是可爱到爆呢。 谢云锦听了四小只的话, 还怕陆娇会害羞, 赶紧站起身来, 带着四小只出去。 好了, 我们出去找花瓶, 给你娘亲把花插上。 四小只乖乖地跟着谢云锦出去了。 房间里, 陆娇捧着一束桂花, 凑到鼻尖一纹。 哇, 好香啊。 想到谢云锦和四个小家伙, 她忍不住高兴地, 就跟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 在床上打起管来。 她发现, 自己也真的开始接受谢云锦了。 先前的亲亲是她无意识的举动, 这说明她不反感亲近谢云锦。 门外的冯芝走了进来, 看到自家娘子躺在床上翻过来覆过去, 样子说不出的可爱。 娘子一直都是很从容冷静之人, 冯芝还很少看到她这么可爱的举动, 忍不住笑出声来。 她这么一笑, 陆娇就醒过神了, 也不好意思再翻身坐起来, 她把花枝递给冯芝, 冯芝轻手轻脚地放在床边的柜子上, 然后上前伺候陆娇起来。 陆娇刚穿了衣服起来, 门外, 谢云锦和四小只找了花瓶进来, 给她插花。 一家人开开心心地 把花插好了之后, 去饭厅用饭。 吃饭时, 陆娇叮咛谢云锦。 你要小心李文斌这个人, 这个同窗好友实在不值得生交, 此次张家把曹家七小姐推出来, 相当的狠毒。 曹七小姐的爹, 正是毁掉梁子文命根的曹三老爷。 听说这位曹三老爷, 最宠爱的妾, 就是曹七小姐那个花魁娘。 曹七小姐也是曹三老爷最疼爱的女儿。 曹三老爷这个人你是知道的, 我行我素, 而且心很手辣。 我不相信李文斌不知道张碧烟的目的, 但他明知道张家打的算盘, 他还这样干。 说明, 他真没有把你这个同窗放在心上, 既然这样的话, 就不必生交了。 谢云锦早在曹七小姐出现之时, 就验了李文斌这个同窗, 此时听到陆娇的话, 沉沉点头。 同时, 他不放心地掉头盯着陆娇说, 你也当心点。 话落, 他神情冷俊地开口道, 我们早晚有一天, 会除掉青河县的四大驱虫的。 陆娇点了一下头, 表示认同。 门外, 陆桂飞快地走进来禀报道, 姐夫, 姐姐, 宝和堂的赵东家过来了。 谢云锦微微挑了一下眉, 吩咐说, 请他进来吧。 对于赵凌峰这个人, 谢云锦没了最开始的防备, 因为陆娇答应过, 要给他一个机会, 他这个个性的人说过的话也是算数的, 所以他不必再担心赵凌峰撬他的墙脚, 就算是撬, 也撬不早的, 他有这个自信。 赵凌峰很快跟着陆桂走进来, 四小只看到有人进来, 自动自发地加快动作, 吃完饭滑下椅子就往外走, 不过看到赵凌峰, 四小只还是很懂事地和赵凌峰打着招呼。 赵伯伯伯好。 赵凌峰点了一下头, 摸摸四小只的脑袋, 然后又跟他们说, 大宝二宝三宝四宝啊, 伯伯能请你们帮个忙吗? 四小只停住脚步妄想的, 赵凌峰态度诚恳地妄想四个小家伙说, 你玉罗姐姐不如你们懂事, 你们平时能多帮帮她吗? 伯伯相信, 你们若是愿意帮助玉罗姐姐的话, 她一定会变成一个好孩子的。 四小只看赵凌峰态度诚恳地请他们帮忙, 倒不好拒绝了, 四个小家伙互望了一眼之后, 同时点头。 好玩,赵伯伯。 赵凌峰立刻真诚地道谢。 谢谢你们了, 过几天, 等伯伯空了, 请你们吃好吃的。 我也要赵伯伯。 四小只开开心心地走出去, 后面, 谢云锦美好气地瞪了赵凌峰一眼, 你可真是够不要脸的, 啊, 对小孩子使用怀柔手段。 赵凌峰若是态度稍微强势一点, 四小只都会拒绝帮助赵玉罗的。 偏偏这家伙摆低了姿态, 四个小家伙现在越来越像露娇了, 吃软不吃硬, 表面冷漠, 内心却很善良。 赵凌峰这么一摆低姿态, 四小只可不就吃他这套了吗? 赵凌峰笑着叹气, 嗨, 生了个不省心的女儿, 我能怎么办? 只能舍了一张老脸。 那像云锦, 你生了四个可爱的小家伙, 又懂事又聪明, 只这一点, 就比世上多少人强了。 赵凌峰说到最后, 有感而发, 谢云锦听到他夸赞四小只, 心里头很是高兴。 一错的路焦无语地望了望赵凌峰, 又望向谢云锦, 心想, 谢云锦, 你不也吃人家这一套吗? 陆焦掉头望向赵凌峰问, 你来找我, 是宝和堂有病人需要我去医治吗? 怎么不让伙计过来叫一下? 赵凌峰却摇头, 不是宝和堂的事, 是清河县商会的事, 我们不是办了三大作坊吗? 此次组建商会, 胡县令也给我发了请帖, 我过来是想和你说说, 能不能由你出面, 作为三大作坊的代表, 参加清河县商会。 赵凌峰的话刚刚说完, 陆焦还没有来得及思考, 一侧的谢云锦就公然反对了。 不行, 我不同意焦焦参加这样的商会, 本来替人治病他都已经不乐意了, 结果现在倒好, 竟然要代表三大作坊去参加清河商会, 若是加入商会, 以后就要出入各种场合, 谢云锦不想陆焦抛头露面, 尤其是这样的场合, 基本上都是男人。 饭厅里, 赵凌峰和陆焦飞快地望向谢云锦, 谢云锦神色冷峻地望向赵凌峰, 严肃地说, 我不同意焦焦作为三大作坊的代表加入清河商会, 他一个女人, 怎么能抛头露面和一堆男人在一起呢? 那些男人会怎么想他, 又会如何说他? 日后, 若是他考上科举, 陆焦成了他的夫人, 别人指不定还会拿这事来非议的。 谢云锦越想, 越不同意陆焦作为三大作坊的代表, 加入清河商会, 一侧的陆焦青促起眉头, 他知道, 谢云锦这么做是为了他好, 可是听着他的话, 他觉得很不舒服, 什么叫做, 女人怎能抛头露面和一堆男人在一起, 那他以后还做不做事了, 就算是做大夫, 也是要经常接触男病人的, 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赵凌峰听了谢云锦的话, 忍不住解释说, 我的意思是, 他暂时作为三大作坊的代表加入清河商会, 然后有我, 我说过, 他不参加清河商会, 这是你赵凌峰的事, 你可以作为三大作坊的代表人加入清河商会, 谢云锦说完, 陆焦生气地开口说, 谢云锦, 谢云锦抖得醒过神来, 掉头望向身侧的陆焦, 看到陆焦博悦的神色, 谢云锦心里咯噔一沉, 然后他想到了陆焦那个时代, 男女都是平等的, 女人出去工作挣钱很正常, 可这个时代不是他们那个时代啊, 谢云锦想着, 望向陆焦解释, 焦焦, 我是为你好, 加入商会的基本都是男人, 若是你加入清河商会, 那必然要引起别人的瞩目的, 到时候指不定如何非议你呢, 陆焦点头 嗯,我知道 陆焦说完, 掉头望了赵凌峰一眼 赵东甲, 能不能让我和相公单独说两句话 赵凌峰赶紧起身往外走, 他还是不要去掺和人家夫妻之间的事情了, 身后的饭厅里, 陆焦严肃地望向谢云锦问 谢云锦, 什么叫女人不能泡头露面, 和男人一起做事, 你应该知道, 我做事是不可能不和男人接触的, 我当大夫, 我做生意, 都少不了和男人接触, 我还有一个梦想, 组建一个医疗队, 哪里需要我们, 我们就去哪里替人治病, 到时候, 医疗队里面很有可能有不少的男大夫, 那按照你的意思, 我不组建那个医疗队了, 或者按你的想法, 我只待在家里面, 相夫教子, 成为一个内战女人, 陆焦说到最后, 脸色非常不好看, 如果是这样, 那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别幻想, 我不可能成为那样的女人, 我陆焦前世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学了那么多年的医术, 我是为了当一个只知道相夫教子的女人, 我也许不是你所要的那种女人, 你有选择的权利, 陆焦说完想起身就走, 看来他得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男人了, 谢云锦还算是比较开明的, 竟然都还这么想, 那别的男人呢? 陆焦正想着, 谢云锦护得起身拉住他, 悄悄, 我会改的, 谢云锦先前一听到赵凌峰说话, 就下意识地想要出声阻止他, 倒是忘记了陆焦的性格, 以及他做的事情, 你得顺着他, 得说软话呢, 陆焦听了谢云锦的话, 又掉头望向他, 谢云锦诚挚地说, 悄悄, 我只是一时忘了你的性子 以及你所做的事, 以后我会慢慢改的, 你不要生气, 陆焦看到谢云锦真诚的样子, 知道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已经很不错了, 他呢, 也愿意给彼此一个摸索相处的过程, 陆焦望着谢云锦, 微微点了一下头, 嗯, 现在你应该明白, 我说给彼此一年多相处时间的意思了吧, 我们两个有很多不一样的观念, 这不是你或者是我的错, 这是我们所处的环境造成的, 我们得彼此磨合, 若是最后我们能妥协, 相处融洽, 那我们就可以真正地在一起, 要不然, 两个人就算是在一起, 也很难走到最后, 谢云锦这时候, 也明白了陆焦定一年半的时间的心思, 他也认同了他的出发点, 现在我明白了, 娇娇, 你放心, 我会为你做出改变的, 谢云锦的话, 以及他的态度, 都叫陆焦非常感动, 陆焦说出口的话, 也越发地温和, 其实, 我也不喜欢参加那样的场合, 相较于和那些人应付, 我更愿意给病人看看病, 更愿意在家里面陪四小只, 谢云锦眸光灼灼地望向陆焦, 陆焦看他的眼神, 分明是想听他说, 愿意陪他的话, 陆焦也没有让他失望, 又接着补了一句, 我宁愿陪四个小家伙和你, 也不愿意去应付那些人, 我最不耐烦的就是应酬, 但有时候, 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不能避免的时候, 我就只能参加, 但只要不需要我参加, 我就不会去理会的, 陆焦把话说到这儿, 谢云锦已经很满足了, 他也看出来了, 陆焦同样在做着改变, 这是很好的现象, 说明他的心里还是有他的, 在一直为他努力, 嗯, 我知道了, 两人说开了之后, 心里较之前也越发地亲近, 大家都相视一笑, 心中皆有甜甜的蜜意, 不过, 两人很快想到被他们请走的赵凌峰, 谢云锦立刻叫了外头的林东去请赵凌峰过来谈试, 赵凌峰过来, 看到夫妻二人不但没事, 而且似乎更加亲腻了, 赵凌峰微微地有些小郁闷, 怎么就没有吵起来呢, 好歹让我看会热闹, 这话, 赵凌峰也只敢在心里头想想, 说是绝对不敢说出来的, 估计他敢说, 人家两口子就敢把他撵出去, 饭厅里, 谢云锦已经冷静下来, 觉得之前赵凌峰让陆娇代表三大作坊加入青和商会这件事情, 分明就是有什么隐情, 要不然他好好的, 为什么不自己代表三大作坊加入青和商会, 反倒让陆娇做什么代表呢? 谢云锦望着赵凌峰, 胆胆地问, 赵凌峰, 你为何不自己作为三大作坊的代表加入青和商会, 反倒要交交代表三大作坊参加青和商会? 我知道这三大作坊交交只占了三成的股份, 而你是拿了七成的, 赵凌峰立刻抗议说, 我没有七成啊, 还有齐磊一成的股份呢。 虽然齐磊没有拿权, 但明面上却是这样的, 谢云锦没好气地说, 就算这样, 你也拿了六成, 你应该是三大作坊的代表才是, 为何却要交交去做这个代表? 你要是说不出名堂来, 我是不会同意交交参加的。 陆娇也想知道赵凌峰这么做的目的, 赵凌峰望着谢云锦和陆娇, 好半天才开口说, 你们离得京城远, 可能不知道皇上年纪已经大了, 偏巧半年前太子遭人暗算, 伤了男子根本, 太子被皇上给废了, 其余的皇子们现在也都长大了, 个个起了奋发向上的心思, 现在京城暗潮汹涌, 明真暗斗不断。 谢云锦和陆娇一听就明白了, 京城的皇储之争已经开始了, 燕王如今也是皇帝陛下的儿子, 自然也有自己的心思, 可这和赵凌峰扯上什么关系?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谢云锦不理解其中的牵扯, 赵凌峰飞快地开口说, 燕王母家势大, 本来就引人注目, 所以燕王一直努力地低调, 此番我前来清河县, 也是燕王的意思, 燕王让我低调一些, 千万不要引人注目, 因为那会为他忍来麻烦。 本就是母族侍强, 若是再传出他暗中圈钱, 那么皇帝以及京中权贵要怎么想他呢? 这摆明了就是想要上位呀。 虽然皇子们个个想上位成为大洲未来的皇帝, 但名面上还是不敢表露出分毫来, 若是露出来, 第一个饶不过他们的就是老皇帝, 但是要想在皇储之争中出位, 钱是最少不了的, 拉拢朝臣, 拉拢有权势的将军, 拉拢兄弟们, 这其中处处都是要钱的。 燕王不想完全依附母族, 所以让他出京赚钱, 却又叮咛地要低调行事。 赵凌峰这么一说, 谢云锦和陆娇就全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三大作坊产出来的东西 很快就会引人注目的。 若是有人发现这是赵凌峰的产业, 指不定会往燕王的身上牵引, 哪怕没有, 那些兄弟们也会往燕王的身上引的, 所以赵凌峰不能作为三大作坊的代表出面, 只能陆娇出面。 谢云锦和陆娇正想着, 赵凌峰又再次开口, 其实陆娘子只要出场意思意思, 等去过一两回, 以后就全全交给我来代理就行了。 也就是说, 陆娇只需要最初出现那么一两次, 后头的事情交给赵凌峰就行了。 谢云锦和陆娇听了, 同时松了口气, 原因之一就是不想让陆娇多参加这样的场合, 还有就是不喜欢那样的场合。 饭厅里头, 陆娇糊地想到一件事情。 我记得我们的契约书是在县衙登记过的, 若是那背后的人去县衙查, 不就查出来你占了最多的股份吗? 赵凌峰略显得意地说,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啊, 我在县衙弄了一份假的契约书, 那份假契约书上我只得了两成。 陆娇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一侧的谢云锦护得开口, 虽然我们知道县衙登记的是假的, 可若是我们诚心耍赖, 说县衙那份是真的, 你也无计可施吧。 赵凌峰听了谢云锦的话, 哈哈一笑道, 嘿嘿, 就问你们敢不敢拿这钱。 谢云锦一下子不吭声了, 赵凌峰都直白地告诉他们了, 这钱是燕王要的, 他们敢耍赖吗? 谢云锦想着, 美好气地咬牙道, 算你狠。 话落, 他望向赵凌峰, 你怎么敢把阴王的事情告诉我们的? 这也算是密心了。 赵凌峰黑魔微沉, 他之所以告诉他们, 是因为这事他们早晚都会知道, 迟说不如早说, 何况谢云锦和陆娇只是清和现任, 远离着京城, 还有就是, 他看出自家的主子是有心想要用谢云锦的, 所以他才会把这些事情告诉他。 不过, 这些事情赵凌峰不打算和谢云锦说, 他望着谢云锦和陆娇, 满脸诚挚地说, 我是相信你们的为人, 所以才告诉你的。 谢云锦直接没好气地冷哼, 哼, 相信你才有鬼吧。 话落, 他又问向赵凌峰, 商会什么时候举办? 今天, 胡县令给清和县的商骨都发了请帖, 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这样的聚会。 谢云锦冷笑道, 哼, 不出意外, 清和县的商骨都会参加的。 县令亲自牵头组建的商会, 那些商家再怎么不喜欢, 也会派家中的子弟来参加的。 商不合观动, 相信那些商家都明白这些道理, 谢云锦听了, 也没有再说, 而是叮咛赵凌峰。 你照顾好娇娇, 若是他被人欺负了, 我一定全都算在你头上。 赵凌峰立刻表态, 行行, 我肯定照顾好他。 陆娇身边那个软竹小姑娘可不是吃素的, 就是一个大杀器, 怕谁啊, 还用得着我吗? 不过, 赵凌峰不会说, 人家相公担心他, 那又能怎么样呢? 赵凌峰画落, 望着谢云锦。 其实, 他参加这样的商会, 与你也是有好处的。 谢云锦微正, 这怎么又轻扯到他的身上来了? 什么意思? 你身为一个穷秀才, 日后你家钱多多, 东西多多, 人家外面的人肯定要非议你的。 现在你娘子露面, 人家正会知道, 你娘子厉害能赚钱, 你家有钱太正常了。 大中没有不允许官员之妻做生意的, 所以陆娇做生意并不会影响到谢云锦的官图, 反倒是让他家的钱财有个出处。 谢云锦听了赵凌峰的话, 下意识掉头望向陆娇, 陆娇满脸的若有所思, 最后点头认同赵凌峰的话。 没错。 之前他去田庄上市, 那些百姓就非常奇怪, 谢云锦明明是个穷秀才, 怎么竟然有钱了? 原来他做好了和谢云锦合离, 没想那么多, 现在再来细想, 确实是这么个脸, 不说远的, 就说清河县内吧, 不少人都知道, 这位谢秀才是穷苦出身, 现在呼得有钱了, 那总得有个说法吧, 若是传出去, 他的妻子能赚钱, 别人也就不会质疑他了。 陆娇想着, 望向谢云锦说, 赵凌峰说的确实是这个理儿, 今天我和他一起去陷下身, 别人也就知道我们的钱 是有正当来处的。 谢云锦点头, 细心地叮嘱陆娇, 你小心些, 今天四大兴的人应该都会去的。 陆娇点头, 想到张家的张碧烟来, 不知道这女人 今天会不会去呢? 结果是, 不但张碧烟去了, 就连传闻当中的 曹家七小姐曹清莲 竟然也去了。 曹清莲一现身, 场上的男人 全都看得眼直了, 个个的小声嘀咕起来。 这位就是曹七小姐, 哼, 看这身材, 真是恶挪多姿, 一言一动, 接待着柔媚优雅之气。 听说这位曹七小姐啊, 是我清河县的第一美人啊, 真不知道她美成什么样子。 哎, 可惜看不到她的脸, 不过虽然看不到她的脸, 人说她最翘死她的娘, 她那位娘, 可是宁州府有名的花魁, 光是想就知道有多美了。 是啊。 酒楼里说什么的人都有,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的, 陆娇本来正和田家六小姐田欢说话, 听到动静, 琪琪掉头望过来, 便见到门外一众人等走了进来。 一众人里头有两三个女人, 正是张碧烟、曹清莲等人。 不过, 曹清莲头上戴了白色的帽帽, 叫人看不到她的脸, 只是这女人虽然遮着脸, 但不乏婀娜, 举手投足间都带着女人的柔媚之气, 这样的女人一看就是精心调教出来的, 周身上下, 全都带着女子的柔媚优雅, 难怪男人看了都直了眼睛, 陆娇身边, 田六小姐冷哼道, 哼, 一天到晚, 装模作样的, 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田欢说完, 又掉头望向陆娇, 娇娇, 以后啊, 你可远着那两个女人, 两个都不是好东西。 张碧烟不但心眼多, 而且心狠手辣。 至于曹青霖, 哼, 就想着靠自己的脸蛋身段, 架个好人家。 你是不知道, 曹家一直把她当成往上攀的筹码, 就想拿她攀上府城那边的人家。 可惜啊, 好几年了也没有成功。 曹青霖虽然长得不错, 可他们家只是一个商户, 曹青霖还是商户人家的庶女, 而且她有个当花魁的娘, 趁经人家听到她的出身, 就先不同意家里的孩子娶她了。 她只有当妾的命, 不过就算当妾, 家里的主母也是不同意那这样的妾的。 陆娇听了田欢的话, 眼神暗沉下去, 心里也生气了浓浓的警戒, 心想, 这个曹青霖可不像许青霖那样好收拾, 这个女人应该是个难缠的角色。 首先, 她有个当花魁的娘, 其次, 她娘这么多年还能拢着她爹的心, 这说明她娘是个厉害的人物。 这样的女人生下来的孩子心机能不多吗? 现在她盯上了云桀, 我可得小心一点。 陆娇想着, 想身边的田欢道谢。 田家虽然是护标的, 但是也有别的产业, 所以胡县令也给田家发了情帖, 田家自然是不会拿桥了, 时间就来了。 本来田欢以为自己会无聊, 没想到碰到陆娇, 两个人一见面就不理会别的男人, 只管说起话来。 陆娇想到田欢把阮竹送给她的事情, 笑着向田欢道谢。 谢谢欢欢把阮竹送给了我, 我现在才知道这小丫头的厉害。 田欢哈哈一笑。 她厉害有厉害的好处, 也有弊端。 若不跟着有善心的主子, 很容易就会上当受骗, 到时候也容易给主子们惹事, 你亲自带她倒是好事。 田欢本身就是会武功的, 身边又跟着一个从小长到大的丫头, 所以她用不到阮竹。 阮竹放在护标队里头, 很容易被人骗的。 所以她思来想去, 最后一咬牙, 就把她送给陆娇了。 现在陆娇成了她的情, 真是太好了。 陆娇笑着说。 嘿,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感谢你把她送给我, 小丫头人挺好的。 陆娇一说, 旁边阮竹娇羞的垂头, 小脸上满是笑意, 田欢望了一眼, 看出他们主仆二人相处得很不错, 也很高兴。 她不再理会阮竹, 压低声音问陆娇。 娇娇, 我想问你一下, 胡县令忽然组建商会 是有什么事儿吧? 陆娇倒是没有隐瞒田欢, 小声地说。 胡县令组建商会的目的是控制物价, 不让任何不法商股私自抬高物价, 盘剥清河县的百姓。 另外组建了商会, 商会利益共享, 就是大家有什么做生意的好途径, 可以先在商会里说一声。 若有人愿意参与, 可以共同赚钱, 总之参与商会是有好处。 陆娇话落, 田欢立刻小声地问。 那你打算加入清河商会? 嗯。 陆娇点了一下头, 他自然是支持胡县令的, 何况他们后面生产出来的东西 不会盘剥百姓。 田欢看到陆娇点头, 立刻开心地说。 你们家加入, 我们就也加入。 田欢说完, 飞快地望向陆娇。 佳佳, 以后我们家吃的油, 你可得包了。 行, 绝对按照批发价格算。 好, 你真是太好了。 还有, 你产的那些香皂啥的, 到时候记得送我些。 肯定的。 两个人说得开心时, 呼得就被人打断了。 陆娘子怎么会在这儿? 陆娇和田欢二人飞快地抬头望向说话之人, 竟然是张碧烟。 张碧烟惊讶地望着陆娇, 显然是没想到陆娇竟然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 陆娇没说话, 一侧的田欢不高兴地说。 你能来, 她就不能来了。 张碧烟掉头看了田欢一眼之后又问。 我只是好奇罢了, 她一个秀才娘子, 跑来商会干什么? 田欢好笑地望向张碧烟。 你说她跑来商会干什么? 不是说你张大小姐聪明吗? 你猜猜, 她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张碧烟微眯着眼睛, 盯着陆娇, 很快想到今天胡县令邀请各大商人过来, 就是为了组建商会的。 所以陆娇来到这里, 是因为她也经商, 可是她没听说过这个女人经商啊。 张碧烟暗恼自己没有让人去查查这女人私下里到底做过什么。 看来还是太小瞧人家了, 才会对人家一无所知。 张碧烟很快收敛起神色, 掉头望向身侧头戴围帽的曹青莲说, 青莲, 这位就是我和你提起过的陆娘子。 曹青莲轻抬柔提, 轻轻地掀开前面的围纱, 望向陆娇。 陆娇抬头打量着曹青莲, 不得不承认一件事。 这位曹七小姐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不但是肌若凝脂, 眉若粉带, 就是那双眼睛也是凝了碧波水凳一般的好看。 她望人时充满了温柔多情, 让人几乎都快被她吸进去了。 这样的一个美人, 现在居然盯上了谢云锦。 可是陆娇竟然半点都不紧张, 一来是因为她熟悉书中的剧情, 知道谢云锦并没有娶这个叫做曹青莲的女子。 二来, 现在她对谢云锦的感情还没有那么深, 若是这时候她被曹青莲抢去了, 她也不会太难受的。 曹七小姐果然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一边的甜欢冷哼。 哼, 不就是长得好看点吗? 他们身边离得近的那些商人, 全都看清了曹青莲的样子。 不少人看到之后倒吸一口凉气, 然后就一不开眼睛了, 痴痴地凝望着曹青莲。 这位曹七小姐, 长得果然如同传闻当中的一般美若天仙呢, 那身段真是绝了, 这样的美人不知道最后嫁给谁呢? 曹青莲听了陆娇的话, 眉眼温婉地轻笑。 陆娘子真是有趣的人。 说出口的话, 宛如黄英轻蹄一般地动听, 身边听到她说话的男人骨头都要酥麻了。 陆娇也觉得挺好听的, 就是不知道谢云锦听了会不会觉得也很酥麻呢? 陆娇正在猜测间, 酒楼前头的楼梯处有人叫了起来。 胡县令来了, 胡县令来了。 九楼二楼的大厅里, 众人下意识掉头望过去, 不但胡县令来了, 清禾县衙的几个鼠官也来了, 赵捕头也来了, 胡扇和谢云锦竟然也在其中。 陆娇忍不住蹴了一下眉, 心想, 这家伙不在书院好好读书, 竟然跑到这儿来, 是不放心我吗? 陆娇想到这儿, 下意识地望向面前的曹七小姐。 曹七小姐已经放下了面前的围杀, 掉头望向前头的胡县令等人。 胡县令走路时, 胡胡生风, 整个人显得意气风发的。 杨县城和彭主不自杀之后, 整个县衙都是胡县令说了算, 他可不就是意气风发起来了吗? 再加上之前还搭上了阉王的路子, 胡县令大有要大干一番的意思, 清河县的四大姓商骨, 原本根本就瞧不上胡县令的, 举着这人窝囊废, 没用, 但没想到有朝一日竟然咸鱼翻山了。 而且即便他只是一个七品的小小县令, 依旧是他们头顶上的父母官, 他若是诚心想要给他们找点麻烦, 是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厂上的商骨在看到胡县令时, 都会分外地恭敬, 就是四大姓的家族也显得毕恭毕敬的。 不过, 今天四大姓家族还是拿了格调的, 来的都是家族当中的子弟, 真正的掌视者并没有出现。 胡县令一幕扫下去就了然了, 想到这些商骨竟然如此不给他面子, 胡县令就非常不高兴, 心中也越发地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地整治整治清和县的这些商骨。 哼, 真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吗? 虽然胡县令如此响, 可是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四周不少人热情地上前去和胡县令说话, 另外, 还有一些人上去和赵卜头, 胡善, 谢云锦说话。 陆娇和田欢二人没动, 他们身边张碧烟和曹青莲两个女人也没动。 张碧烟掉头似笑非笑地望向陆娇, 然后低笑一声, 掉回了头。 陆娇没去理会这女人的神色, 她低头和田欢小声地说着话, 田欢压低声音, 嘀咕地问, 我怎么觉得张碧烟和曹青莲 有点来者不善的感觉, 他们好像对你有敌意, 为什么呀? 田欢当真是想不明白了。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娇娇呢? 娇娇长得好, 医术还厉害, 心地也好, 这样的她, 怎么有人不喜欢呢? 陆娇正要和田欢说话, 不想, 身后呼地响起脚步声, 陆娇下意识掉头, 看到谢云锦和胡善二人走了过来, 胡善率先笑着大招呼, 嫂子, 你来了? 嗯。 陆娇点了一下头, 胡善满脸笑意地说, 我才知道, 清河县城外新建的三大作坊, 竟然是嫂子你弄出来的, 厉害了, 嫂子。 胡善这么一说, 张碧烟和曹青莲, 齐齐掉头望向陆娇, 清河县总共就这么大的地儿, 城外几十里地建起来的作坊, 他们自然全都知道的, 只是他们谁都没想到, 那建起来的作坊, 竟然是陆娇这个女人的, 张碧烟心想, 这女人不是乡下女人吗? 竟然这样厉害? 三大作坊占地近千目, 最重要的是, 最近得到消息, 三大作坊造出来的东西很珍贵, 有油, 有药妆, 还有药, 这每一样拿出来都是引人瞩目的, 结果这三样东西竟然是陆娇弄出来的, 这…… 张碧烟和曹青莲一时说不出话来, 陆娇笑着和胡善说, 没什么, 我是大夫, 没事就琢磨这些, 正好想到几个点子, 便拿来用一下。 胡善举起手, 冲着陆娇比划了一下大拇指, 厉害! 谢云锦不喜欢胡善一直和自己媳妇说话, 所以冷哼一声道, 哼, 你还不去招呼客人, 当心你爹揍你。 胡善的脸色一下子黑了, 赶紧转身往老爹的方向望了一眼, 果然看到自家老爹瞪着他呢。 今天胡宪领带着胡善过来, 就是为了让他帮忙招待客人的。 杨县城和彭主部自杀, 宁州府那边, 还没有派人来接任县城和主部, 所以县衙内的事情, 一应都要胡宪领来过问。 最近, 胡宪领都非常忙碌, 今天组建清河县商会, 就让胡善过来帮忙了。 胡善看自家老爹瞪眼, 赶紧去忙着招呼厂商的商人。 谢云紧伸手拉着陆娇, 往大厅一侧走去。 后面, 张碧烟和曹清莲看着这样的一幕, 眼神暗了暗。 张碧烟狠狠地咬牙, 暗骂自己大意, 竟然不知道事先查一查陆娇的身份。 若是知道陆娇是三大作坊的主人, 他可能还会再忍一忍地, 努力争取和他打好关系。 现在倒好, 既失了商机还得罪了人, 算了吧, 看那女人的样子和他就不是一路人。 张碧烟想着又掉头望向曹清莲, 曹清莲正失神地望着往一边走去的两人。 张碧烟看着他的神色就知道, 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微微地勾唇笑了。 行了, 放心吧, 男人没有一个不好色的。 谢云紧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秀才, 能躲得过你的美色吗? 张碧烟这一次之所以能说动曹三老爷, 让他同意女儿出面, 就是因为这位曹七小姐生得美, 不但美, 还美得特别有韵味。 他深得其母的教导, 很会利用女人的优势来征服男人。 曹七小姐的娘年纪一大把了, 还能把曹三老爷那个老色鬼给拢住呢? 由此可见, 他真的很厉害, 他教养出来的女儿能差得了吗? 张碧烟正想着, 一侧的曹青莲低约的声音轻轻响起。 就怕他因为那个女人有钱, 而不愿意放弃掉他。 那还得看是谁, 能不能让他入迷? 若是让他入迷了, 他就会放弃那胖子了。 张碧烟恶狠狠地说着, 随后, 他望着曹青莲说, 待会儿你找机会在谢秀才面前露露脸, 总要让他知道你的美, 你的好, 不是吗? 陆娇不知张碧烟和曹青莲的话, 此时他正在大厅一脚和谢云锦说话呢。 好好地跑这俩干什么? 陆娇不赞同地望着谢云锦, 谢云锦笑着说, 我不放心你, 所以过来看看。 虽然他知道焦焦有本事, 身边还跟着一个很厉害的高手软竹, 但他还是很不放心的, 生怕他会遭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最后, 他去了县衙和胡县令一起过来了。 谢云锦想着, 望向陆娇, 关心地问, 你没事吧? 没有人为难你吧? 没有, 接个过来正好碰上甜欢, 我们俩躲到一边说话, 没拆合别人的话题。 陆娇话落, 呼得响到曹七小姐来, 他凑到谢云锦身边, 小声地嘀咕道, 先前曹七小姐过来和我打招呼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脸了, 确实美若天仙。 陆娇一说, 谢云锦就冷哼起来。 他怎么可能美得过我们家娇娇, 娇娇是由内至外的美, 他呢? 不过就是空有一个皮囊罢了, 何况他有着那样的爹和娘, 只怕也不是什么善茬, 别是个披着美人皮的毒蛇啊。 谢云锦说完, 不想再说曹青莲这个女人了, 他对那女人真的不感兴趣。 待会儿说完事之后, 我们一起回去。 陆娇无语地望向他, 心想, 所以过来一趟就是为了借我回家的? 哦, 知道了。 两人正在小声说话呢, 身后呼地响起一道打招呼的声音。 谢笑才也来了。 谢云锦和陆娇下意识掉头, 看到过来的人竟然是张碧烟和曹青莲两个, 陆娇听了张碧烟的招呼, 很想朝他翻一记白眼, 心想, 我就不信之前云锦跟着胡县令身后进来他没看他, 现在又摆出一副惊讶的样子做什么。 谢云锦并不耐烦打理张碧烟, 只是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硬喝道, 原来是张娘子。 张碧烟笑着点头, 然后望向身侧的曹青莲说, 青莲, 这是谢秀才。 曹青莲适时地掀起了围纱, 露出白纱之后, 让人惊讶绝伦的那张脸。 不说倾国倾城吧, 也确实是美得惊人, 尤其是一贫一笑之间透着浓浓的妩媚味。 四周男人看到时都舍不得一开视线了, 即便不能得美人一笑, 薄薄眼福也是好的。 不过这谢秀才倒是好福气啊, 身边有个娇美娘子, 灵了还能面对面地欣赏曹青小姐的风姿。 谢云锦却是不耐烦了, 她眸光冷淡地抬眸看了曹青小姐一眼, 这一眼她得承认, 曹青小姐确实长得不错, 但谢云锦一看之下就觉着, 曹青小姐就像是一个母子里头刻出来的似的, 一举一动看着美, 却失去的自然美。 偏偏自己还以为自己美若天仙似的, 能征服天下所有男人。 谢云锦觉着, 能被这样的女人征服的男人, 其本身就是个好色的色鬼, 而她觉着, 自己不是那样的好色鬼, 她只对他们家娇娇感兴趣。 谢云锦面不改色地望了曹青小姐一眼, 然后拉住陆娇的手, 转身就走了。 两人刚走了没几步, 迎面就看到韩同其他商人, 郁家的家主找了过来, 几个人看到他们高高兴兴地过来和他们打招呼, 后面,张碧烟和曹青莲脸色都不大好看, 尤其是曹青莲, 没想到自己已经一连两次实力了。 这个叫做谢云锦的秀才, 先开始她真没放在眼里, 哼, 不过就是个小小的秀才, 她若是出马, 还不是手到擒来吗? 可现在看来, 这男人就是个硬骨头。 不过这也激起了曹青莲的征服欲, 她就不信, 还拿不下这男人了, 曹青莲眼里一闪而过势在必得。 陆娇和谢云锦正和韩同等人说话, 韩同和郁家家主是认识陆娇的, 一侧的刘大商人却不认识女装的陆娇, 所以态度也很端方, 韩同和郁家家主两人飞快地凑到陆娇身边。 韩同问。 听他们说, 青莲县城郊外的三大作坊是嫂子你开的。 陆娇点了一下头, 随着又解释。 嗯, 不是我一个人开的, 是和人合作开的。 陆娇说完, 招手让赵凌峰过来, 向众人介绍说。 啊, 我和这位赵东家合作开的, 以后作坊的事情交由赵东家负责, 各位若有什么想法合作的, 可以和他谈。 赵凌峰和韩同认识, 和别的两个不认识。 韩同就把这两人介绍给赵凌峰, 刘大商和赵凌峰本身就认识, 一听到这话, 赶紧拉着赵凌峰到一边说话, 郁家家主赶紧跟上去, 想听听看, 能不能从中找到一点对郁家有利的商机。 韩同凑到陆娇身边, 望着陆娇叫道。 嫂子, 你太不够意思了, 和人合作怎么不找我呀? 陆娇笑眯眯地望向他。 和你合作? 你能庇护住这三样东西吗? 这句话让韩同不吭声了, 油、药妆和药, 这都是非常吸引人的生意, 这三样没点本事, 确实是护不住的, 不过他可以和他们合作。 韩同感兴趣地问, 你们既然开了药房, 以后是不是要采购大批的药材呀? 我们家名下也有开药材的, 若是你们要的话, 我们可以送货上门。 另外, 我们家的田也可以种植药材。 陆娇立刻笑道, 可以呀, 云锦和胡宪灵说了, 等商会组建好后, 就鼓励百姓种植药材。 韩同立刻惊喜开口, 这不错呀。 他说完, 很是惊奇地望着陆娇, 嫂子, 我发现你是个很神奇的人哪, 真的, 总能给别人带来惊喜。 韩同的话刚一说完, 西云锦就没好气地望了他一眼, 他伸手拉住陆娇的手, 和韩同说, 行了, 胡宪灵马上发言了, 我们快找地方坐下来。 大厅里的人全都找地方坐了下来, 上手的位置, 胡宪灵和几个县位鼠官 也跟着坐下身来。 赵捕头领着县衙新招说的捕快, 站在两边守着, 西云锦也没有往胡县令他们那边凑, 而是就近找了一个位置和陆娇两人坐下, 韩同也赶紧找地方坐下。 众人刚刚坐好, 上手的胡县令就发言了。 今日把各位商家找过来, 是为了和大家商讨一件事情, 本县有意在清河县建一个商会, 只是不知道各位商家愿不愿意加入商会啊。 胡县令的话一说完, 下手就有人问, 那加入商会有没有什么好处呀? 商人逐利, 一点好处都没有, 商人一般是不愿意折腾的, 胡县令立刻笑着说, 加入商会的好处多了, 首先商会是本县组织起来的, 然后朝廷方面若是对商家发布什么有利的政令, 本县会第一时间通知商会内的人, 县令若是要做什么事, 本县也会优先考虑商会的人的, 不说本县了, 就是商会内部的商人, 若需要合作的人, 或者想找帮手什么的, 都可以在商会内找合作者, 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胡县令的话使得下手众人异动了, 不过其中有精明之人就开口了, 那加入商会是不是要遵守些什么规矩? 他们虽然是小小的清河县的商骨, 却也知道府城那些地方是有商会这样的地方的, 而这个地方不是随便存在的, 必然是有什么要求, 这话一落, 胡县令脸色严肃了, 他望着下手的一众商骨说, 胡县令的话说完, 下手就议论开了, 其中四大姓家族的人说得最凶, 商会凭什么让我们压价呀, 我们就卖个东西而已, 竟然还要受人管制, 这样太不自由了, 对, 加入商会就好像头上压了一顶大山, 以后无时不刻的都被人盯着, 还自由呢, 我们不想加入商会, 好处没占到, 坏处一大堆, 四大姓家族的人一说, 厂商不少的人心生的退役, 上手的胡县令飞快地开口道, 本县没有强迫大家历史, 不过本县必须告诉各个商家一件事, 之前杨县城和彭主部, 收贿了二十多元两的银子, 这件事惊动了燕王, 燕王对这事很关心, 若是稍后他问起了这件事, 发现我清河县物价比别的县城高, 只怕清河县的商家少不得要爱燕王清算, 燕王他胸怀百姓, 最看不得百姓受苦了。 下手的赵凌峰听了胡县令的话, 忍不住勾勾唇脚, 这个胡县令若是上头有人, 不代表爬不上去, 简直太会说话了。 下手的各商家听了胡县令的话, 一下子愣正住了, 没人敢说不加入商会的, 不过他们也没有立刻站起来说要加入商会。 陆娇眼瞅着众人不动, 望了一眼深色的谢云锦, 谢云锦朝他点了一下头, 陆娇立刻站起身来, 第一个开口。 我自愿加入清河商会。 陆娇这么一表态, 田家也开口道。 我家也自愿加入清河商会。 韩家紧随其后地说。 我家也自愿加入清河商会。 郁家也表示。 我也愿意加入。 刘大商人看到众人都加入了, 他也不落人厚地叫起来。 我家也自愿加入清河县商会。 最后自愿加入商会的人, 竟然比不加入商会的人要多得多。 胡县令看到这样的状况, 那叫一个高兴, 没开眼笑地望着下手的众人, 好歹没叫他冷场不是? 四大姓家族不愿意加入商会, 那就不加吧, 他还想收拾他们呢。 胡县令沉生开口道。 好了, 接下来我们商会要开一个内部会议, 选出商会会长和副会长, 请厂商不是我们商会成员的人, 先出去。 四大姓人家面面相去着, 最后一咬牙, 全都站出来表态道。 我们也自愿加入清河商会。 四大姓家族也都加入了, 那些追随他们家族的商人也都纷纷表态, 要加入清河商会。 胡县令却是没有高兴, 而是神色沉稳地望着四大姓家族的人说。 你们确定家中的大家长会同意? 今日, 四大姓来参加的都是家族中的子弟, 他们的话并不代表家族当中的人的话, 别回头家里头的大家长再不同意, 那可就不好办了。 胡县令话音一落, 张大小姐张碧烟第一个发声了。 胡县令放心, 我可以代表张家同意这件事。 张碧烟虽然是一介女流, 但是经常参加张家的生意, 清河县内的不少人都知道, 她发声表态, 没人敢有半点怀疑。 张碧烟发声, 其余的梁曹汪三家子弟, 齐齐出声道。 我们可以代表各自的家族, 胡县令放心吧。 是啊, 胡县令, 放心吧。 对, 我们可以代表各自的家族的。 其余的商家更是坚定地表示, 他们可以加入清河商会, 这商会是胡县令亲自组建的, 他们能不参加不给面子吗? 胡县令见四大姓以及依附他们家的商人, 全都加入了清河商会, 对此并不太喜欢, 所以一时拿不清主意, 左右为难。 这时候, 胡县令下意识地忘了谢云锦一眼。 谢云锦很是无语, 不过赶紧朝着胡县令表示, 可以让他们加入,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他们加入清河商会, 又不会影响到你收拾他们。 胡县令立刻哈哈一笑开口道, 没想到今日大家全都自愿加入清河商会啊, 我真是太高兴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商量商量, 选几出一个商会会长和副会长出来, 然后商会会长和副会长有什么通知可以通知下去。 一听到说要选举商会的会长, 四大姓家族的人就更高兴了, 其实加入清河商会有加入的好处, 做生意更方便, 厂商有人立刻叫起来, 我们选张家大小姐为清河商会的会长。 对, 我也推举张家大小姐为清河商会的会长。 张碧烟一听就异动了, 若是他能成为清河商会的会长, 这与张家来说那可是大好事啊。 胡县令一听就着急了, 下意识地想要反对, 不过他又没有反对的意见, 所以一张脸不识地变来变去的。 下手的赵凌峰看着胡县令,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胡县令只能待在一个县令之位上了, 这做事的能力实在是有点欠缺了, 就连一个小小的商家都对付不了。 这时候, 谢云锦站起身来, 说实在的, 谢云锦并不太想理会这些事, 但是胡县令这样, 他只能站出来。 谢云锦缓缓地站起身来, 扫射一圈场上的众人说, 这清河商会会长以及副会长, 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也不是谁家钱多就可以当的。 当选清河商会会长, 必须多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 此番竞选会长和副会长, 可自愿参加竞选。 竞选时个人说说自己以前对老百姓 做出个什么有益的事情, 若是没有, 那就说说未来打算做什么对老百姓有益的事。 这也是我们今天组建商会的目的, 若不是为了百姓, 我们根本没有组建商会的必要。 所以大家必须明白商会存在的真正意义, 我们是为了造福清河县的百姓, 除了我们自己富有之外, 还要带动清河县的百姓富有起来, 我们要让整个清河县百姓, 人人有遗传, 人人有饭吃。 谢云锦的话, 带动了场上的不少人热血沸腾, 个个儿的下意识鼓起掌来, 胡县令更是拍得最厉害的一个, 啪啪啪的, 手掌都快拍红了。 没错, 就是这样, 他怎么就说不出来呢? 谢云锦说得简直太好了。 谢云锦说完, 朝着四周的人点了一下头, 示意大家可以开始竞选了。 四大姓家族的人面面相去, 个个脸色都不好看, 带动清河县城百姓富裕起来, 他们才没那么傻呢。 若是带动他们富起来了, 那他们还怎么赚钱呢? 先前推荐张碧烟当选清河县商会会长的人, 立刻全都不出声也不敢说话了。 场上的人先开始没动, 个个儿都在盘衡着自己怎么帮助清河县的百姓, 怎么带动百姓发家致富。 汪家子弟站出来说, 我汪家虽然是做灯笼发家致富的, 但这么多年, 我们都没有汪本, 每到冬天十周半月, 家族中人凡遇到有困难的人都出手相报。 汪家子弟说完, 下手不少人都在翻白眼, 你们汪家只不过就是做表面功夫罢了, 私下里头不知道怎么赚的黑心钱呢。 汪家子弟刚一说完, 梁家子弟就站出来说, 我梁家身为清河县大商家, 从即日起自愿降低手中所收物品的物价, 造福清河县百姓, 若是我梁家能当选商会的会长, 日后酒楼每天免费赠送五十份饭食给贫苦的百姓。 梁家名下的产业有不少酒楼、钱庄和当铺, 梁家子弟的话一落, 厂商个个不屑地笑出声来, 真是好大的施舍呀。 百姓少你们家那五十份的饭食吗? 不过在场的商人还真说不出自己曾做过什么对百姓有意的事情, 也不知道在未来应该如何帮助清河县的百姓。 所以大家一个没动, 心云锦眼瞅着场面要冷, 伸出手捏捏陆娇的手。 陆娇不明所以地掉头望向他, 他走到陆娇身边, 小声地嘀咕道, 娇娇, 你曾做了不少对乡林有意的事, 你可以出来竞选商会会长。 陆娇惊讶地掉头望向这家伙。 你连我接出来参加商会的事都不愿意, 现在让我竞选会长? 谢云锦轻声说, 竞选之后, 你可以推举赵凌峰为清河县商会的会长。 陆娇一听,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他想着又缓缓站起身来, 大厅里所有人全都望向他, 有人暗自嘀咕。 这不是谢秀才的娘子吗? 他要干什么呀? 竞选清河商会的会长吗? 没有人说话, 全都默默地望着陆娇, 陆娇不紧不慢冷静从容地开口说。 各位商家应该知道, 我呢, 就是刚刚经营生意的小商人, 什么胡县林看得起, 所以请我参加了这个商会。 我本人其实是一个大夫, 没来清河县城之前呢, 居住在谢家村。 要说我做过对百姓有益的事, 那还真有点多, 我治过不少乡林, 而且分文不收。 陆娇这么一说, 厂上的不少人都议论开了, 陆娘子会治病, 竟然还分文不收, 这是真的假的。 陆娇的话音一落, 韩童就站起身来说。 这事儿我可以证实, 陆娘子在谢家村治病, 是分文不收的, 附近村子经常有人找他看病。 大家听到韩童的话, 忍不住点头, 没想到这谢秀才的娘子竟然如此大义, 他们这些商人, 连人家一个富道人家都不如啊。 陆娇没理会身边的人, 又接着说。 后来我看谢家村太穷, 就教村民学习辨别草药, 让他们上山采草药买。 赵凌峰站起身来。 那时候, 我们饱和堂开在七里镇, 谢家村的村民天天上饱和堂卖草药。 陆娇又说。 后来我觉得卖草药不是长久的事, 所以教村民养水质。 水质是一味中药材, 价格很昂贵, 若村民有了这样的手艺, 日后便不会贫穷。 这下, 厂上的人全都议论开了, 个个都觉得很神奇, 他们都是商人, 商人逐利, 还从来没有人能做到陆娘子这样的。 治病不要钱, 教人辨认草药, 还教村民养水质, 这一样样拿出来都是利啊, 可人家眼不眨地教给了村民, 大义之人哪。 在场的人个个都忍不住朝着陆娇叫好起来。 是啊, 陆娘子胸有大义, 足够当这清河商贵的会长。 对, 陆娘子可以当商贵会长。 张碧烟和曹青莲看到四周众人的反应, 那叫一个气闷, 尤其是张碧烟脸都被气绿了, 他再一次地懊悔, 自己之前为什么没有再忍忍呢, 错过了教好这个女人的机会, 以后他们只能是敌人了。 陆娇抬手是以众人不再说话, 他又开口道, 接下来我说一说, 将来会给百姓带来的福利。 我和赵东家合作开了三大作坊, 三大作坊生产油、 药妆和药, 这三样产业当中, 将要用到大量的黄豆、 菜籽、 芝麻。 所以呢, 我打算鼓励青河县的百姓, 栽种黄豆和菜籽还有芝麻。 我们三大作坊全部都收购, 若百姓不放心的话, 我们可以预付定金。 至于药庄和药, 更是要用到大量的药材, 我们将鼓励青河县的百姓种植药材。 以前我在谢家村附近转悠过, 我们青河县偏南, 气候适宜, 不少地方是适合种药材的。 种植出来的药材, 我三大作坊同样收购。 稍后, 我们就这件事情和胡县令详细计划一下。 陆娇说完, 场上气氛说不出的热情, 个个激动地拍手, 只觉得这个细秀才的娘子, 真是一个胸怀百姓的名义之人呢。 他们这样的和人家简直没法比。 我们认为陆娘子当选清河商会会长很好。 对, 我们支持她当选商会会长。 我们也同意。 张碧烟脸色难看地掉头望向一侧的一个商人, 那商人接到她的眼神, 立刻站起来问。 我清河商会怎能让一女子当选会长呢? 这人刚一说完, 四大姓又附和道。 没错, 让女人当选会长被人知道, 那岂不是要笑话我们这些男人? 这些人大概忘了, 他们之前还推举张碧烟当选清河县商会会长呢? 不少人鄙视地望着四大姓家族的人。 陆娇掉头望向四大姓家族的人说。 我并没有说要自己当这个商会会长。 陆娇话音一落, 四周瞬间一片安静。 陆娇开口道。 我推举赵凌峰、赵东家, 当选这个清河商会的会长。 赵凌峰惊讶地望着陆娇, 他先前也以为陆娇要当选这个商会会长, 他是举双手双脚同意的, 陆娇的能力他是知道的, 他当选会长, 简直不要太好啊。 可没想到陆娇话风一转, 竟然让赵凌峰当选这个商会会长呢。 陆娇又接着说。 我一个富道人家, 还是不要当选会长了。 不过赵东家是我的合作人, 由他当会长还是挺合适的。 因为后面我们不仅仅要和百姓合作, 还要和各个商家合作, 很多合作事宜, 还是由赵东家来谈比较合适。 陆娇说完, 刘大商人和韩童以及御家的人就先鼓掌赞成了。 好, 我们支持赵东家当选清河商会会长。 我们也支持他当选商会会长。 次大姓人家早就摸清了赵凌峰的身份, 虽是一个饱和唐东家, 但人家可是永宁侯府的庶子, 虽说被家族当中撵出来了, 但是从小就在京城当中长大, 指不定认识一些人, 若是他们反对, 指定会收拾他们的。 所以四大姓家族的人也不敢公然地反对, 最后, 赵凌峰成功地当选了清河商会的会长。 胡县令格外的高兴, 他这回不是抱了一个大腿吗? 他可是知道这位赵东家和燕王有关系的, 胡县令赶紧带头拍手赞同。 好, 清河县商会会长就由这位赵东家担任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竞选副会长。 胡县令的话音刚落, 谢云锦又站起身来, 望着大家说, 举贤不必亲, 我呢, 推举我家娘子当选清河商会副会长。 这一下, 不但厂商的人被震慑住了, 就连陆娇也被谢云锦一手给搞懵了, 这好好的, 推荐他陆娇当什么清河县商会会长做什么呀? 陆娇不明所以地抬头望着谢云锦, 谢云锦却没有看的, 而是望着四周的人说, 我之所以推举我家娘子当选清河商会副会长, 是因为后面将由他来考察各个村子的土地, 看适合种植什么样的东西。 身为副会长, 他义不容辞, 但没有这样的名头, 他一个女人也不好经常抛头露面的, 所以还请各位见谅。 谢云锦说完, 就坐下身来。 场上的人一静, 随之想到谢秀才说的,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而且人家也不是为了自家, 是为了清河县的百姓啊。 按照道理来说, 哪家相公愿意看到自家娘子抛头露面呢? 谢秀才为了清河县的百姓, 真是用心良苦啊。 他们个个点头, 称赞起谢云锦来, 胡县令最先反应过来, 立刻带头说, 好, 就让陆娘子当选清河商会的副会长。 天家田欢等人高兴地赞同, 比赵凌峰当选会长还要高兴, 四大姓家族的人脸全都黑了, 阴沉沉地, 一言不发, 可也不好说什么, 因为陆娇搞出来的三大作坊的产物, 确实有益于百姓, 他们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最后只能气闷地望着这一切。 陆娇坐到谢云锦身边, 小声地嘀咕道, 你好好地让我当选这个清河商会的副会长做什么? 谢云锦眸光宠溺地望向他说,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你以后有了清河商会副会长的身份, 看谁还敢小瞧你。 谢云锦一直都记着, 鲁院长的娘子夏娘子那瞧不起陆娇的事, 他凭什么瞧不起娇娇, 娇娇做的事他拍马也赶不上, 就因为我一个身份而瞧不起他, 真是让人不高兴。 所以这个副会长佼佼拿定了, 谢云锦说完又压低声音补充, 第二就是, 清河县推广种植大豆和药材这些植物, 肯定是会用到你的, 既如此, 总不能白给他们干活吧, 拿个商会副会长, 这是应当应份的。 陆娇听了, 知道他说的没错, 只是好奇他怎么这么大方了, 之前还因为他要参加这个商会而阻止呢。 现前你还不高兴我来参加这个商会呢? 谢云锦笑着说, 你就算当选上商会的副会长, 也只是挂个名, 上头还有赵凌峰这个会长在呢, 以后有事, 让他走去。 还有, 你去各村考察土地适合种植什么事, 我可以跟着。 所有的他都已经安排好了, 陆娇无语地望着这家伙, 不过想到他为了他的身份, 而主动推选的当选商会副会长的事情, 他就觉得心里很感动。 他知道, 谢云锦身为这个时代的男人, 其实骨子里头是非常大男子主义的, 但是他为了自己, 正在努力地改变, 他是有感觉的。 陆娇又掉头望向谢云锦, 谢谢你, 为我这样努力地改变自己, 谢云锦的心瞬间填了起来, 娇娇懂他就行了。 他其实本身是不同意娇娇做这些的, 但他在努力地改变自己, 去适应这些, 好在他全都懂, 两个人相视而笑, 别人眼里这一对就是真正的恩爱夫妻呀。 不过这样的他们, 却让不远处的曹清莲吃味嫉妒, 尤其是想到他这样的一个大美人, 竟然半点都不能让谢云锦分神, 他就不甘心, 上头的胡县令又让人选了两个商会主事的, 一个御家家主, 一个王家家主, 结果四大姓一样都没捞着, 个个儿气得脸黑如锅底。 商会选举一结束, 他们就走了, 对于接下来的会议, 他们半点不感兴趣, 四大姓家族以及依附于他们家族的商人走了之后, 厂上的气氛越发的热闹, 众人制定了商会会员该守的准则, 例如, 立刻降低物价, 物品的所有价格必须和别的县一致, 例如, 不准商会的人私自贩卖大洲禁止私人售卖的物品, 盐和茶叶等, 不准欺压良民百姓, 不准欺男霸女, 不准以任何形式收受钱财, 若是一经商会发现, 就会被逐出秦和县商会, 中午, 大家在酒楼吃的饭, 今日加入商会的基本上都是男人, 女人总共就那么几人, 张碧烟和曹清凉一走, 就剩下陆娇田欢和邱嫁的一个大娘, 邱大娘男人已经死了两年多了, 眼下家中的生意全都由他来接受, 今日, 他也代表邱嫁来参加了商会, 邱大娘一脸佩服地望着陆娇, 赞叹道, 哎呀,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胸怀, 若是男而身, 必成大器啊, 陆娇笑道, 就算是女而身, 我们日后也能自成一番大事, 邱大娘做生意的, 心胸宽广, 近视也高, 知道有时候女子未必不如男, 她爽朗地笑着说, 哈哈哈哈, 陆娘子说得太好了, 来, 我们来喝一杯, 陆娇和邱大娘甜欢喝了一杯酒, 三人说说笑笑的, 也没有掺和到男人那边去, 男人那边的珠席格外热闹, 众人都有些热血上头的感觉, 陆娇先前所做的事情, 就像是引路灯塔一样, 照耀着众人, 他们堂堂大男人, 难道就连一个小妇人都不如吗, 人家能替穷苦人治病不要钱, 人家能教穷苦百姓辩认药材卖钱, 人家还能教百姓养水治, 而他们又为百姓做过什么, 做不了, 那也好歹不能祸害百姓吧, 一时间, 酒楼内的气氛说不出的好, 胡县令是最高兴的, 来之前他还担心今日商会不知道怎么样呢, 结果空前的好, 不仅得到了众人支持, 还为清河县带来这么好的机会, 胡县令很感激谢云锦, 一连喝了三杯酒, 不过他自己喝了三杯, 只让谢云锦喝了一点, 胡县令喝完, 竖起大拇指, 对谢云锦赞叹道, 云锦啊, 你家有贤妻, 日后必定前途无量啊, 家有贤妻如有一宝, 妻贤夫或少, 谢云锦有能力有本事, 现在还有贤妻相助, 他们家日后的前途, 必定是蒸蒸日上的, 胡县令的话一说完, 四周的商人皆齐齐夸赞陆娇, 都是真心是意的, 主要陆娇值得他们夸赞, 还有就是, 他们也想交好谢秀才, 这人日后必定是要当官的, 现在交好, 未来未必不能有个面子情, 何况寻常读书人都迂腐清高, 细袖在身上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清高, 厂上的商人都很喜欢和谢云锦说话, 他们不知道, 几个月前, 谢云锦就是他们嘴里头那种迂腐又清高的读书人, 只不过是因为路交改变了他而已, 酒席吃到最后, 桌上醉了不少人, 胡县令醉得最厉害, 巴拉巴拉的都听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 胡扇赶紧把自家的爹给扶回去, 谢云锦牢记着路交之前说过的话, 一定不能喝醉, 喝好就可以了, 所以到最后他依旧很清醒, 和身边的人打过招呼之后, 就带着路交上了谢家的马车, 田欢在马车的外头不停招手, 娇娇, 回头来我家玩啊, 谢云锦默地回头狠狠地瞪了田欢一眼, 谁准这女人叫他娘子娇娇的, 田欢则是一脸莫名其妙, 他身边的赵凌峰一脸好心地提醒道, 那就是个醋坛子霸道得很, 现在吃醋了, 田欢掉头看到的是赵凌峰, 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哼, 有你什么事, 我是, 说白, 他转身就上了田家的马车走了, 后面, 赵凌峰狠狠地吐了口气, 女人真是不可理喻啊, 田家那个粗鲁女人, 更是比旁人不可理喻, 谢家马车上, 谢云锦歪靠在路交身上, 逃赏道, 娇娇, 你看我今天都没有多喝酒, 你说我是不是很听, 你的话呀, 那你是不是该给我一点打赏呢, 陆娇今天很高兴, 谢云锦推他当选清和县副会长这事, 让他真的很高兴, 因为他看到了他在努力地改变自己, 二来, 他因为他说的话, 竟然真的不多喝酒了, 陆娇觉得他们两个, 未来说不定真的可以在一起, 所以心里头很高兴, 因为高兴, 俯身就亲了谢云锦的脸颊一下, 谢云锦的心瞬间跳得极快, 他飞快地坐直身子, 亲了陆娇的脸颊, 随之还轻声说, 有来有往, 虽然只是简单地亲了一下, 两人贴贴了, 但是两人都有些害羞, 心跳也特别快, 谁也没有说话, 直到马车进入谢寨, 两个人这才稍微平静一点, 不过心中却是欢喜的, 谢云锦拉着陆娇的手从马车上下来, 四小只正领着小朋友们准备上课, 校五第一堂上的是音乐课, 每个人手里头拿好了一个乐器, 四小只当中的大宝拿的是肖, 二宝拿的是小鼓, 三宝拿的是笛子, 小四宝拿的是声, 其余小家伙手里头也一人拿好一样, 四个小家伙看到谢云锦和陆娇手牵手从马车上下来, 立刻欢快地就跟小狗似的冲过来, 围住了自家爹娘, 爹娘, 你们回来啊, 陆娇被谢云锦牵着, 本来没什么的, 可是一抬头, 看到不远处的小朋友们, 全都奇怪地望向他们, 陆娇一下子不自在了, 赶紧抽回手, 和谢云锦说, 我回后院睡一会儿, 行, 陆娇说完, 就带着冯芝和阮竹往后院走去, 后面的四小只看到娘亲的脸蛋有点红, 就知道娘亲这是不好意思了, 敏唇笑了起来, 大宝望着谢云锦, 闻到他身上的酒味, 关心地叮咛道, 爹爹, 我们去上课了, 你快去洗洗, 睡一会儿, 谢云锦摸摸大宝的头, 点头说, 好, 四小只一起挥手, 那我们去上课了, 四个小家伙转身就往小朋友们的身边走去, 小朋友们全都围到四个小家伙身边问, 大宝, 你爹和你娘这么大人怎么还手牵着手啊, 二宝不高兴地瞪了寒冬圣一眼, 你懂什么, 这样表示我爹和我娘感情好, 感情好才会手牵手, 他们还抱在一起呢, 二宝说完, 很自豪地挺起胸脯, 大宝瞪了二宝一眼, 掉头望向寒冬圣问, 爹娘感情好, 是会这样的, 他们感情好, 我们做孩子才高兴啊, 难道以前你爹娘不这样吗, 寒冬圣黯然了, 他爹娘以前也不是这样的, 他爹一看到他娘就会手弱他娘, 他娘一看到他爹就会各种骂, 两个人从来没有这样过, 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感情不好吗, 将来, 我一定要找一个和陆婶婶一样的娘子, 和娘子手牵手, 寒冬圣狠狠地发着诗, 旁边的狐灵雪接着大宝的话说, 感情好的爹娘是会这样的, 我爹和我娘也这样, 狐灵雪说这样的话真的很高兴, 一旁的赵玉罗不高兴地咧嘴道, 若是我娘还活着, 一定也会这样的, 只可惜他死了, 二宝望了赵玉罗一眼, 不太相信地说, 我上次好像听到别人说, 养女像娘, 你这样, 你娘估计也不怎么好, 二宝一说, 赵玉罗就气哭了, 指着他直跺脚, 你欺负人, 说我不好可以, 为什么说我娘, 二宝一想, 自己做得确实不对, 而且上次赵伯伯还请他们帮助赵玉罗呢, 二宝向赵玉罗道歉, 对不起啊, 我不该说你娘, 你娘一定是个好人, 二宝一道歉, 赵玉罗就更加清奇了, 连眼泪都忘了擦了, 你还会道歉, 还跟我道歉, 赵玉罗的话里头, 有着小小的喜悦, 心想, 不容易啊, 二宝竟然跟我道歉了, 二宝看到赵玉罗的样子, 一脸不明所以, 道个歉至于高兴成这样吗, 不过赵玉罗是女娃, 算了算了, 高兴就高兴吧, 以后你要做个好女娃, 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都会和你好的, 赵玉罗因为二宝的道歉, 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 所以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嗯, 我会当个好女娃, 身后的大家全都笑了起来, 然后转身去到房间里上课去了, 第二天, 清河县的物价全部下降, 城内城外的百姓皆拍手称快, 四大姓家族的人迫于压力, 也只能把名下的经营的商品降低价钱, 不过四大姓家族的人心中恼恨至极, 四家聚到一块儿, 共同商讨对策, 此时, 他们心中十分地恼火谢云锦这么个人, 若不然, 凭胡县令的能力, 是不可能抓住杨县城和彭主部的, 若是杨县城和彭主部在, 哪里会有这种种的事情呢, 想到谢云锦把他们害成这样, 四大姓家族的人恨不得立刻指使人杀掉他, 不过最后众人又想到, 眼下的局面对他们非常不利, 他们最好得去找一个人改变胡县令, 最好能帮助他们拉拢胡县令, 那以后整个清和县就是他们的天下了, 四大姓的人虽然憎恨谢云锦, 但是也明白, 清和县城内, 能够改变胡县令的只有谢云锦, 所以眼下还不是到能动他的时候, 至少要等到他帮助他们拉拢了胡县令, 他们再来谢磨杀驴。 张家老太爷望向曹家老太爷开口说, 你们家那曹丫头, 什么情况, 能不能拉拢下那些小菜? 不是说曹七丫头有些能力吗? 现在用到她, 怎么一点本事都没有? 曹家老太爷心情有些不好, 对于曹七小姐, 她也是极其疼爱的, 长得那么好的一个人, 用得好, 对曹家可是有很大注意的, 曹家也从小就在培养她, 结果却因为她那个娘的身份, 而使得她高不成低不就的, 府城那边的官家, 基本上都会嫌弃她娘的出身, 不愿意让家中的公子娶她, 要么就是纳妾。 曹家虽是商人, 也知道纳妾就等同于下人, 他们家花了这么大的本钱培养曹青莲, 可不是为了让她给人当个妾的。 这不, 曹七小姐因此耽搁下来, 这回, 张碧嫣提议让曹青莲去勾引谢云锦, 然后让谢云锦抛弃掉发妻, 娶曹七小姐为妻。 曹老太爷和家中的人已商量, 最后一致认定, 这事可行。 虽然眼下谢云锦是个秀才, 假以时日, 人家就会尽视其地的, 曹家嫁不尽官员人家, 却可以培养出一个官员来, 日后他们家的路可就越来越顺了, 只是曹老太爷没想到, 曹七小姐一连两次都失手了, 那谢秀才竟然根本就不上她的沟。 曹老太爷都怀疑谢秀才是不是不娶或者是没用啊, 可惜若是人家没用, 怎么就会生出四个儿子来呢? 这说明还是有用的, 而且是很有用了。 那就是曹七小姐吸引不了她, 可这怎么可能呢? 凭良心说, 曹老太爷自己都觉得, 若是曹七小姐不是她的孙女, 她看了都会非常心动, 自己这孙女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谢云锦那么个秀才, 怎么就会不心动呢? 曹老太爷望着上手的张家老太爷说, 我会让小七加快动作短, 你放心吧, 张家老太爷点点头, 叮咛道, 动作要快, 降价我们倒是降得起, 可你们别忘了, 我们几家真正的生意, 不是这明面上的东西, 而是私下里的东西。 之前那批货被胡县林给查抄了, 眼下没货发出去, 已经坏了彼此的性欲, 若是后面再不发货, 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我们几家家大业大, 多少人等着养, 不但要养家族中的人, 还要养上面的人, 若是再不动作, 可就没钱往上面送, 上面的人一生气, 毁的是我们各家的根基呀。 张老太爷说的这个, 也是非常的气恼, 钱是没少送啊, 就是没见上头的人出手帮多少忙, 可送已经送了, 现在若是再收回手, 怕是要被收拾的, 所以只能咬牙继续送了, 简直就像个无底洞似的。 张老太爷一说, 梁曹汪三家就发火了。 明明把盐藏得那么深了, 还被发现, 可真够倒霉的, 说来说去, 还是谢秀才汉人。 行了行了, 县荣他自在些, 等后面再算计他, 绝对让他付出代价。 谢宅内, 谢云锦和陆娇 并不知道四大姓家族 算计自己的事情, 他们一家正在商量着 明日是县学休息的日子, 大家可以一起去县学游玩呢。 谢云锦之前答应过, 要带四小枝 去他学习的地方玩一趟, 所以正好趁着休息日 带四个小家伙一起去游玩。 四小枝高兴地 让陆娇陪他们一起去, 谢云锦也眼含期盼地望向他, 陆娇望着他们, 答应了。 行, 那明天呢, 咱们一家就来个县学一日游, 中午的时候在县学里 来一个户外烧烤, 怎么样? 陆娇说完, 又望向谢云锦问。 云锦, 你们学院之内 允不允许弟子们 吃东西什么的? 谢云锦点头, 可以, 不过得说是干净。 陆娇笑了起来, 立刻望向四小枝说。 那我们明天去县学 玩上一天, 中午就在县学找个地方, 来个户外烧烤, 好吗? 我要好好看看, 县学是什么样的。 太好了, 我们可以出去玩咯。 我要好好玩一玩,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 跟爹娘一起出去玩呢。 四小枝格外的高兴, 陆娇想到明天 他们家出去玩, 小家伙们就不用上课了, 他就换了缝织过来, 让他去和陆贵说一声, 通知各家来上课的小朋友, 明天不用来上学了, 他们一家再出去玩一天。 四小枝因为明天要出去玩, 所以格外的兴奋, 一直缠着谢云锦和陆娇。 爹爹, 你们县学大不大? 爹爹, 你们县学是不是很漂亮? 青河县县学 离得桂花巷不远, 只隔了两条街就到了。 不过, 虽然离得近, 但他们从来都没去过, 所以特别想看看, 尤其那是谢云锦读书的地方。 谢云锦笑着说, 不算大, 不过, 景质确实挺不错的。 青河县学是书院, 内里的景质还是相当不错的, 整个书院里头充满了读书人的氛围, 带小家伙们去感受感受, 也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明天就可以看到爹爹读书的地方了。 那肯定, 我爹可是很厉害的读书人, 他读书的地方一定很好。 姐姐, 我们明天放纸鸢吧。 娘, 明天我把声带上吧, 我跟师先生学会了吹声, 明天吹给娘亲听好不好。 陆娇听了小四宝的话, 点点头说, 行, 那明天把你的声带上, 吹给娘听。 娘, 我明天一定好好吹, 师先生都夸我了, 说我吹得最好。 一旁的大宝二宝三宝点头表示认同。 先生确实夸他了, 说他吹得最像样子。 四宝确实吹得最好。 他吹的声都连贯起来了, 虽然断断续续的, 不过先生说,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呢。 小四宝听到兄弟们的夸赞, 越发得高兴了, 兴奋地和陆娇表示。 明天我不但给娘吹曲, 还给娘亲唱歌。 小四宝音色不错, 唱得儿歌也十分地好听, 所以陆娇最近几天 经常会教他们唱儿歌。 小四宝现在对唱歌 有着极大的热情。 好。 陆娇再次点头, 望向思小芝说。 行了, 天色已晚, 我们先回去睡觉, 明日一早要去现学玩呢。 哦, 那我们快回去睡觉吧。 三宝和四宝冲到陆娇身边, 拉着她的手就走。 后面, 谢云锦一头黑心地 望着几个小家伙, 这是她的娘子好吧, 为什么每天都有人 跑来和她抢娘子啊? 偏偏抢了, 她还不能多说什么。 陆娇看到谢云锦 哀怨的眼神, 觉得很是好笑, 不过她假装没看到, 带着四小芝 去后院洗漱睡觉了。 临睡前, 她还给四个小家伙 唱了两首儿歌。 四小芝对于儿歌 有着很大的热情, 现在, 他们每天晚上睡觉, 不让陆娇讲故事了, 改唱儿歌了, 因为娘亲唱儿歌时 满满的都是爱, 他们听着听着, 就睡着了。 第二天, 陆娇没醒的时候, 四个小家伙已经醒了, 不过, 四小芝很懂事的 没有吵醒她, 而是自己动手收拾东西, 把之前买的纸鸢给带上, 把自己学的乐器也给带上。 昨晚小四宝说的话, 给了别的小家伙启发, 他们也可以给爹和娘表演的。 二宝最高兴了, 因为他学的是打腰鼓, 虽然施先生说, 他打得总是不在拍子上,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好歹他打出来了不是? 陆娇起来的时候, 四小芝已经收拾好了一切, 谢云锦也过来了, 一家人吃过早饭之后, 准备出发去献学游玩。 陆娇让冯芝等人留下 准备烧烤需要的东西, 他们稍后带着准备好的东西去献学。 陆娇一家子先去献学那边游玩, 冯芝领命, 带着软竹去后厨和花婶 他们准备烧烤的东西。 陆娇和谢云锦带着四小芝 坐周少公的马车前往献学, 软开随行保护, 他坐在周少公旁边的座位上, 至于李南天, 被陆娇派出去找铺子去了。 清河县学在南城河边上, 这个地方较为偏僻, 尤其是到县学放假时, 周围的人就更少了。 谢家的马车一路直奔清河县学, 只是马车还没驶到县学大门口, 在一条街道拐角处, 他们就听到里头传来救命的叫声。 救命啊! 谢家马车刚转了个弯, 拐弯处, 两道身影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 因为谢家马车急驶而来, 那人被惊吓到了, 往后跌倒, 头上的白色帷幕落到地上, 露出女子那令人惊艳的花容月貌来。 没想到这人竟是曹家的七小姐, 曹青莲。 曹青莲此时头发微乱, 芙蓉面上, 双眸泪花点点, 仿若被猎人追杀的小鹿一般, 让人惶恐无措, 看了就会心生怜悯, 想要保护她。 她身后曹家的丫头, 望着谢家的马车叫道, 救命啊! 有人想想我们家小姐! 话落, 她又朝着后头张望, 后面果然有几道凶神恶煞的身影, 朝着这里张望过来, 不过, 那些人并不敢往前来, 却也不走, 似乎想要看看, 有没有人救曹家七小姐。 谢家马车上, 周兽公微醋眉望向前头的女子, 掉头问向车内的谢云锦。 公子。 谢云锦先连往外张望, 一看到跌坐在地上, 哭得梨花带雨的女人曹青莲。 曹青莲看到谢云锦, 眸色立马步上了惊恐, 她张口哀求道, 谢小姐, 救我! 有贼子想抓我! 她话落, 又害怕地掉头望向身后, 身后有几道身影, 警戒地望向这边。 曹青莲越发地害怕挣扎着站起身来, 一侧的丫鬟赶紧伸手扶起她。 丫鬟扶起曹青莲, 掉头望向谢云锦哀求道, 谢小财, 求你救我家小姐一命, 那些人还没有走呢。 谢云锦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马车里, 陆娇探过身子往外看, 问道, 怎么回事? 这一看, 就看到马车外头的曹青莲, 陆娇一看就忍不住笑起来。 曹青小姐这是演什么戏呢? 土匪抢劫, 然后让谢云捡来个英雄救美, 美人以身相许的戏码, 这是画本子看多了吧。 陆娇想着, 又命令周少公身边的阮开, 去, 把那些劫匪给我抓住, 我倒是要看看, 光天化日之下, 何人胆敢在县城那几人, 劫的还是曹家七小姐, 他们是不要命了吗? 阮开领命, 闪身就去追人。 曹青莲眸色抖得疏疏, 他让人盯着谢宅, 看谢家马车出来, 便来了这么一出, 完全没想到陆娇这女人竟然在马车上。 曹青莲僵住了, 他身侧的小丫鬟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马车上, 陆娇关心地询问曹青莲。 曹青小姐没事吧, 带阮开抓住那些匪徒, 曹青小姐就没事了, 到时候, 将那些贼人交到胡县令手上, 胡县令铁定让他们知道, 曹青小姐可是动不得的。 陆娇的话, 使得曹青莲脸色越发地不好看, 他总觉着, 陆娘子看破了一切, 仿佛正在嘲笑的。 曹青莲虽然心中猜测, 脸上却是露出感激的笑意来。 谢谢陆娘子出手相助了。 陆娇笑道。 不客气。 前面的阮开一出现, 那些抓曹青莲的家伙全都掉头跑了, 他们可是知道谢家人身后有厉害的高手, 先前一出手就杀掉了十几个他们的人。 所以七小姐先前特地地吩咐了, 谢家人一动, 他们就赶紧走。 阮开一过去, 那几个演戏的人转身就跑, 跑得比兔子还要快。 不过, 就算是跑得快, 还是被阮开给抓住了两个手脚慢的人。 公子, 娘子, 神抓住了。 陆娇望向两个黑衣人, 命令阮开。 立刻送往县衙, 交给胡县令。 和胡县令说, 这些贼子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抢抢曹七小姐, 这胆子比天还要大。 是, 娘子。 阮开拉着两个黑衣人就走, 后头的陆娇笑望着曹七小姐说。 七小姐看到了, 贼子已经被抓住, 七小姐可以放心地回家了。 曹青莲此时完全说不出话来, 他眸光微红地望着谢云锦, 却发现这男人根本就没看他。 温柔地掉头望向陆娇说, 行了, 我们走吧。 谢云锦和陆娇的身后挤出了几个小脑袋瓜出来, 四个小家伙齐齐望着马车外头的曹青莲, 一看到这女人, 他们就想到了以前在谢家村的那个沈秀, 还有那些想要当他爹小妾的女人。 四小之立刻反感地开口道, 爹, 还不会想当你的小妾吧? 你可是答应我们不那小妾的。 哼, 一看就不是好人, 装模作样的。 爹, 我记得娘之前和我们演过一颗戏, 就是坏人自导自演了一出戏, 骗人家说他是好人, 然后说什么报恩, 其实是想做坏事, 他不会也是这样的吧? 陆娇演的是坏人, 自导自演了一出好戏, 欺骗好人, 最后躲到好人的身边来陷害他们。 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小家伙们有警觉心, 不要看到人好, 就以为那人是好人, 使之小家伙竟然想到这个地方, 陆娇觉着很好笑, 马车外面, 曹青莲好像被雷劈了似的, 身为曹家七小姐, 他竟然被人这样赤裸裸地打脸, 曹青莲觉得很是丢脸, 他眼里的一行青泪都滚落下来, 轻气着望向谢云紧问, 谢小才, 你家这样是不是太欺负人了? 即便是到这时候, 曹青小姐都还不忘自己的优雅, 说出口的话和做出的动作, 就像是尺子丈量过一般的优雅好看, 不过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会很腻味了, 那一举一动, 显得非常的刻板, 好像演出来的似的, 半点都没有真性情, 陆娇正想着, 谢云锦望着曹青莲问, 曹七小姐, 小孩子的话用不着当真, 七小姐刚遭人抢劫, 此时不应该回府静养吗? 还有心在这儿和孩子攀撤? 她话落, 冷冷地望向曹青莲, 曹青莲看着她的样子, 总算是认命了, 这个男人根本不为她所动, 曹青莲知道, 今日她是做了无用功了, 只得垂手道谢, 然后带人离开, 不过这时候的她不认为自己对谢云锦一点魅力都没有, 她认为, 谢云锦之所以不为所动, 是因为她的娘子在马车上的原因, 她娘子不但懂医术, 还和人合作开了三大作坊, 现在还成为了清河县商会的副会长, 这样一个女人, 男人怎么能舍得放弃呢? 所以现在, 她把主意打到谢云锦的身上来了, 这步棋走错了, 谢云锦是穷苦出身, 对钱想必会极为看重, 这样的谢云锦怎么可能会舍得放弃 对她目前非常有用的娘子呢? 眼下, 她需要动的是谢云锦的娘子, 对呀, 如果她除掉陆娇, 她再来安抚谢云锦让她知道, 除了她娘子, 她曹青莲, 还有他们曹家, 也可以帮助谢云锦清云直上, 曹家不缺这点钱的, 曹青莲打定主意, 带着婢女立刻离开了, 后头谢家的马车上, 陆娇掉头似笑非笑地望向谢云锦, 谢云锦立刻伸手拉住陆娇表示道, 娇娇, 这可不是我惹的事, 是事儿找上我的啊, 陆娇都还没说话呢, 大宝就先说话了, 爹爹, 以后你离那些坏女人远些, 一看她就不是什么好人, 二宝用力点头表示道, 哼, 那么臭, 还跑来我爹面前来装模作样的, 臭人多作怪, 连我娘一个一脚都比不上, 马车里, 所有人掉头望向二宝, 个个都在怀疑一件事, 二宝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 虽然大宝三宝和四宝不喜欢的女人, 但是也能看得出来, 那女人长得的确不错, 但是二宝竟然说那女人很丑, 所以她的眼睛真的没什么问题吗, 陆娇忍不住伸手摸摸二宝的眼睛问, 二宝啊, 你眼睛会不会有点看不太清楚, 例如, 看东西模糊什么的, 二宝一听, 立刻摇头否决道, 我看你的君主啊, 怎么了, 陆娇掉头, 默默地望向谢云锦, 这孩子眼光可能真的有点问题, 谢云锦姐妹弄眼地表示, 没问题的, 我也觉得娇娇是天底下最好看的女人, 陆娇还给她一记白眼, 整天没事招桃花, 还有脸说这话, 我说的可是实话, 马车里, 二宝还在发表自己的观点, 你们不觉得那女人丑吗, 脸白得一点血色都没有, 你看我娘, 脸色红热润的多好看啊, 你再看那个女人, 老是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 抽死了, 还总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装给谁看啊, 二宝说完, 恍然大悟道, 哦, 不会是装给我爹看的吧, 我想到了, 罗小草他娘不就是那样吗, 他就是想给我爹当小妾呀, 谢云锦一听, 脸立马就黑了下来, 这家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二宝, 你别总是小妾小妾的, 你们小孩子, 不要张嘴闭嘴就说这些, 陆娇也点头赞同谢云锦说的话, 脸色严肃地妄想思小枝, 以后不要老提到小妾什么的, 这话不好听, 作为一个懂事有礼貌的男娃子, 不要老说这些不好的话, 你爹我既然答应你们不纳小妾, 日后就永远不会纳小妾的, 谢云锦说到这儿, 还趁机教训儿子, 你们现在这样反感我纳小妾, 记住, 自己将来也不能纳小妾, 陆娇听了谢云锦的话, 无语地妄想他, 四个小家伙才多大, 竟然和小孩子说这些有的没的, 谁知谢云锦话陆, 四小只接二连三地表态, 大宝严肃地表示, 别放心, 日后我不会纳小妾, 只娶一个娘子对她好, 二宝用力点头附和道, 对的, 我要娶一个像我娘一样白白胖胖的娘子, 而且喜欢笑的, 看着就高兴, 马车上, 众人同时瞪了二宝一眼, 你娶你的媳妇, 和娘有什么关系, 三宝也飞快说, 我也不纳小妾的, 我长大了像爹一样, 对自个儿的媳妇好, 小四宝才干脆呢, 伸手就搂着陆娇的脖子表示道, 我不娶媳妇, 我就和我娘过, 咱前养娘养妹妹, 娘你说好不好, 陆娇生生被她逗笑了, 儿子, 你现在说得可真好听, 等你娶了媳妇, 就不会这么说了, 小四宝听了陆娇的话, 立马就不高兴了, 小脸蛋也摆上了, 娘,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话, 我说了不娶就不娶, 我陪娘过, 谢云锦脸黑了, 心里头不断吐槽, 你娘有我陪就行了, 要你陪什么, 你还是陪你自个儿媳妇去吧, 这个时候, 谢云锦想起小四宝真正的身份, 若是日后小四宝回了皇室, 成了皇室的王爷什么的, 只怕娶一个媳妇都不行啊, 不过这些话, 谢云锦暂时没说, 陆娇看小四宝都快气哭的样子, 赶紧伸手搂住她的小身子哄道, 嗯, 娘相信, 我们四宝是要和娘一起过的, 咱们娘俩以后一起过, 好吗? 这下, 大宝和二宝三宝也不干了, 纷纷表示道, 娘, 我们也不娶了, 以后和你一起过, 娘, 以后我们就保护你, 娘, 以后我们也只陪着你, 谢云锦脸黑得不能再黑了, 冷嗦嗦地望着四个小家伙, 陆娇倒是被逗笑了, 格外地开心, 小孩子们现在还小, 哪里懂得媳妇什么的, 等长大就懂了, 马车一路驶到清河县学的大门口, 这时候, 众人早就把先前发生的一出戏给忘了, 谢云锦掀开车帘, 正要和守门的护卫打声招呼, 放他们进去, 不想,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呢, 就听到后头响起马蹄声, 谢云锦掉头望过去, 发现来的人竟是赵家的马车, 谢云锦以为赵凌峰找他们有事, 所以停下了动作, 回望向后头的马车, 赵家的马车一过来, 赵凌峰就先连望了过来, 谢云锦问, 你这是有事, 你这是有事? 赵凌峰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呢, 马车里头, 一个小身影钻了出来, 站在门前, 朝着这边叫道, 二宝, 二宝, 我来了, 谢云锦身后的二宝钻出来, 望向对面马车上的赵玉罗又问, 你来做什么? 和你们一起玩? 谢云锦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赵家父女这是跑来跟他们一起玩了, 谢云锦很不想看到他们父女两个, 他们家一起出游,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谢云锦望向赵凌峰说, 赵凌峰, 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游玩日, 你们父女还是自找地方去玩吧, 赵凌峰笑道, 谢秀才这也太身份了, 我们什么关系啊, 何必分得那么轻呢, 两家凑在一起玩, 岂不是更热闹? 赵凌峰身后的赵玉罗拍手笑道, 对, 一起玩热闹, 他说完, 还招手叫二宝, 二宝, 你快过来坐我的马车, 我家马车又大又好, 人还少, 二宝直接抛给他一记白眼, 转身就钻了进去, 谢云锦望向赵凌峰, 很不想让这父女二人掺和进他们家, 可看这家伙的样子分明就是想赖着不走, 谢云锦不想和他们父女二人纠缠, 冷着一张脸, 和守门的护卫打了一声招呼, 进了清河县学, 后面, 赵凌峰立刻跟上, 护卫以为是一起的, 自然是不会阻拦, 两辆马车进了清河县, 清河县学地方虽然不算大, 但是内里建造得十分好, 假山碎石, 亭台楼阁穿纵, 最前头的竟然还临着一条河, 河边栽种了很多青竹和各种的花卉, 一眼望去, 满目雅致, 清河县这个地方偏南边, 即便是九月底依旧很温暖, 别说小家伙们对这地方感兴趣, 路交逛了一圈之后, 也开始喜欢起这地方来, 一家人兴致盎然地逛起了清河县学, 谢云锦在前面充当导游, 把清河县学内的分部讲解了一下, 这是夫子们讲课的教设, 分童生班和秀才班, 各班又分成甲乙饼三等, 谢云锦说完, 大宝又飞快地开口问, 爹爹是不是在甲班? 谢云锦微笑着点头, 大宝自豪地说, 爹爹太厉害了。 二宝猛夸他, 我爹肯定是最厉害的, 将来我也要是最厉害的。 后头, 赵凌峰望着二宝赞同地点头, 这孩子倒是挺有志气的, 不错嘛, 而且他女儿似乎很喜欢这小家伙, 回去嘴里一直说的就是二宝怎样怎样, 二宝又怎么怎么了, 赵凌峰心里呼得有个念头, 若是和谢家以后结成亲家都是不错的想法哟。 虽然谢云锦眼下只是秀才, 但是以他的才智, 日后必定是官神, 而且他非常聪明, 这官做到最后, 官职肯定还不低。 他女儿能嫁进谢家, 谢家家风纯正, 又有陆娇这样友善心的主母坐镇, 他女儿嫁进谢家是不会受罪的, 还可以好好地管教管教的。 赵凌峰越想越觉着可行, 打量二宝也越发地仔细, 然后他就发现, 小家伙不得长得好, 而且眼神清明, 心里又有志气, 长大了差不到哪儿去。 最主要的, 女儿喜欢这小家伙呀, 整天二宝长二宝短的, 既然喜欢, 不如从小玩个养成, 这样挺不错的。 赵凌峰想着, 呼得大步走上前, 和谢云锦陆娇并肩一起往前走。 谢云锦脸色不善地望向赵凌峰, 赵凌峰眉眼温润地开口说, 谢小菜, 我心里忽然有个好想法。 谢云锦停下脚步, 一边陆娇也带着孩子们停下来, 赵凌峰飞快地开口问, 不如我们两家结个儿女庆家吧, 我把我家女儿订给你家二宝做儿媳妇, 怎么样? 听到赵凌峰这么说, 所有人都惊呆了, 二宝最先反应过来, 他掉头望了赵凌罗一眼, 抗议道, 不行, 我不喜欢他这样的, 我要娶个像我娘一样白白胖胖的, 喜欢笑的女孩子。 赵凌罗一脸不可思议地望向二宝, 然后又掉头望向陆娇, 最后又问二宝, 我不比陆娇好看。 二宝一脸认真地摇头道, 你怎么可能比我娘好看, 我娘比你好看多了。 所以你是因为我没你娘好看, 才不愿意我当你媳妇的吗? 对, 你还老是哭。 那我以后不哭了呢? 不哭也不行, 你还瘦。 二宝一脸地嫌弃, 那我以后多吃, 养胖一点, 那样也不行吗? 二宝听了他的话, 又认真地望向他, 最后郑重其事地说, 不行, 我不喜欢你, 你老是欺负人, 那我改呢? 这两个小屁孩都在说什么呀, 厂上的众人全都看呆了, 赵凌峰更是被惊得完全说不出话来。 我女儿到底有多恨家啊。 赵凌峰想着, 又赶紧开口道, 女儿啊, 人家不要就不要, 咱算了吧, 没得把我这当地的脸丢干净了呀。 赵玉罗却坚定地摇头道, 不行, 我就要当他的媳妇, 以后和他手牵手。 不行, 我不和你牵手。 二宝说完, 生怕赵玉罗过来牵手, 立刻就把一双手背到了背后, 卢娇生生被孩子们的动作给逗笑了, 先前有那么一刻, 他都听呆了, 因为赵玉罗最后看中的可是燕王的儿子, 未来的皇子啊, 也就是书中的男主权。 这赵玉罗怎么现在看中二宝了? 还一副非军不嫁的样子? 这剧情究竟歪成什么样子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袁书中谢云锦的妻子, 还会再成为他的妻子吗? 陆娇的心里多少松了口气, 他又掉头望向赵玉罗, 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一天天胡言乱语什么呢? 孩子还小呢? 等他们长大了再说这些? 陆娇是绝对不但成早糟就给儿子们定下亲事的, 虽然现在流行什么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但在他这儿那可不行, 他必须都等儿子们长大喜欢上了, 再来谈这件事情。 不过陆娇很快想到, 自己最后不知道能不能掺和进他们这些事呢。 陆娇一边想, 一边警告赵玉峰。 以后不准再胡言乱语了。 赵玉峰还能说什么, 只能作罢了。 行行, 知道了。 可他知道没用啊, 赵玉罗明显是把这些话听进心里了, 他又追着二宝接着问。 二宝, 你就说为什么不乐意让我当你的媳妇? 你说我就改, 以后我会对你好的, 还把我的玩具和好吃的都送给你, 这样也不行吗? 二宝态度坚决地表示。 不行, 那你就说怎么样才行。 赵玉罗差点气哭了, 二宝看到他哭, 没好气地说。 你看你, 又哭了。 赵玉罗立刻抹干净眼泪。 那我以后不哭了。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赵玉峰觉着, 自己一张老脸全被女儿给丢尽了。 女儿啊, 咱不能这样上赶着。 女儿家, 有女儿家的矜持, 不能上赶着当一个男人的媳妇的, 那样男人会不珍惜你的。 陆娇抬手捂着脑袋, 心想。 唉,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男人果然不可教孩子。 木娇白了赵玲峰一眼, 拉过赵玉罗说。 嗯, 玉罗, 现在你们还小, 不太懂这些, 等你们长大了就懂了。 到时候呢, 如果二宝喜欢你, 你又喜欢他, 这样才可以在一起的。 这样啊。 赵玉罗总算是放过二宝了, 表示道。 那等长大了再说。 嗯, 这就对了。 不过呢, 以后你可要当一个好女娃, 好女娃很多人喜欢的。 二宝也喜欢吗? 陆娇子是一头黑线。 这丫头怎么就认死了了? 对啊, 二宝肯定喜欢好女娃的。 赵玉罗小胸脯一挺, 表示道。 我以后要当个好女娃, 让二宝喜欢我。 哇, 你妈, 这怎么还绕不出来了呢? 中午他们吃的是烧烤, 小家伙们全都动手帮忙, 赵玉罗也手忙脚乱地帮忙, 他原来没做过这些事, 所以做事有些找不着北, 被二宝好意通地嫌弃。 赵玉罗立刻表示, 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而且一定要做好。 两家人烧烤时, 惊动了几个住在学院里的学子, 几个学子过来打招呼, 最后竟然也加入了谢家的烧烤宴, 气氛热切得不得了。 吃东西时, 小家伙们自动自发地表示, 自己可以表演。 小四宝抢着, 把自己的声拿出来表演给大家听。 四小只年龄太小了, 要说他们会演奏什么曲子, 全是假的。 目前的阶段, 也只能把乐器吹响, 有些时候可以把节奏连接起来。 不过, 大人们都很给面子的拍手鼓掌, 表示不错。 四小只表演过后, 赵玉罗就不高兴了, 因为他学的是琴, 他没有把琴带过来。 赵凌峰表示, 下次给他带过来, 结果赵玉罗依旧不高兴。 最后赵凌峰说, 把二宝一家子一起请过来看他表演, 他这才高兴起来。 赵凌峰此刻只有一个念头, 女儿外相啊, 这才多大呀, 就恨价了。 吃完烧烤, 男人们坐在一起聊天, 陆娇就带着几个小家伙去放纸鸢。 陆娇很会放纸鸢, 很快就把纸鸢放飞到了天空当中, 后头几个小家伙兴奋地追着他的身后跑, 一边跑, 一边嗷嗷地叫着陆娇夸赞。 女儿鸢好厉害啊, 陆婶婶好厉害啊。 二宝听了赵玉罗的话, 立刻傲娇地仰高头。 那是, 也不看看是谁的娘。 赵玉罗掉头望向二宝, 似乎是摸到了二宝心里头的那个点, 他立刻笑着, 望着前头的陆娇说。 哇, 陆婶婶不但齿约放得好, 长得很好看, 又白又胖, 像画上的人。 二宝纳叫一个兴奋, 高兴地夸赞赵玉罗。 嘿, 你眼光不错, 我娘就是好看, 而且本事还大, 最主要的是他疼我儿子。 赵玉罗忍住没说自己比陆婶婶好看, 唉, 为了二宝, 他还是牺牲一点自己吧。 对, 你说得真对。 后面, 大宝三宝小四宝, 琪琪翻白眼瞪向前头的两个傻子。 陆娇放了一会儿, 就把手里的绳交给二宝, 叮嘱他应该注意的东西。 四个小家伙当中, 二宝身体素质是最好的, 跟着他跑了一会儿, 依旧还能撑着, 别的小家伙就不太行了, 尤其是大宝, 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陆娇望着大宝叮咛说, 以后得加紧锻炼身体, 没事就跟着李叔练练拳脚功夫, 身体好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知道吗? 大宝立刻表态, 我知道了, 娘。 二宝放累的时候, 谢云锦和赵凌峰就过来了, 后面就是两个大男人带着几个小家伙放纸鸣, 两家人一直玩到傍晚才回家。 四小只一回到家里头, 连晚饭都还没吃就困了, 陆娇赶紧让他们强撑着吃了一点东西, 就让人带他们下去洗澡睡觉了。 陆娇安顿好四小只之后, 自己也想睡了, 这一天她是真的也累呀, 可细袖才一肚子怨气, 拉着陆娇发牢骚道, 娇娇, 今天本来是我们一家子开开心心游玩的时候, 结果却被赵凌峰那对妇女给搅活了, 你讲过实在是太可恨了。 最可恨的是, 今天一天我都没有抽空和娇娇多亲近亲近。 陆娇打了一个哈欠, 表示自己困了, 谢云紧急有眼头见识地开口, 娇娇, 你困了吧, 那你也洗洗睡吧。 话落, 不等陆娇说话, 她就伸出手抱了陆娇一下, 然后低头给她一个亲亲。 嗯, 晚安。 谢秀在亲完之后, 利落转身走了, 后头, 陆娇一头黑线地望着咧着嘴笑得开心的某人。 所以说这么多, 其实就是为了亲一下再走吧。 陆娇抬手摸摸脑门, 心里头也是格外的开心。 第二天陆娇起床时, 谢云紧已经去献学读书了, 四小只也都吃过了早饭, 不过, 二宝没有去前院上课, 而是坐在房间的小矮机上, 一直在等着陆娇。 陆娇睁开眼睛时, 看到小家伙捧着书, 短短正正地坐在小矮墩上看书, 窗外浅浅的阳光照射进来, 笼罩着她那小小的身子, 越发的眉眼似画。 当她看到陆娇醒过来时, 离开小嘴儿笑了, 那眉眼间满是欢欣和高兴。 陆娇看到这样的她, 心软地恨不得把世上最好的东西全都给她。 二宝怎么去上课啊? 二宝飞快地走过来, 望着陆娇说, 娘, 我不要娶媳妇, 我是要当大将军, 你不能答应赵伯伯, 让我娶赵云罗做媳妇, 我不喜欢她。 陆娇忍不住笑起来, 所以一直等到现在, 就是为了和她说这个吗? 陆娇伸手摸摸小家伙的头说, 娘答应你, 不必你娶任何人, 等你将来遇到喜欢的人, 就和娘说, 到时候咱们再给二宝娶媳妇, 好不好? 二宝一下子高兴起来, 踮起脚就亲了陆娇一下。 娘, 那我去上课喽。 嗯, 去吧去吧。 小人转身就往外跑, 那小身眼明显比之前长高了。 陆娇吃过早饭收拾妥当之后, 陆跪过来和她说, 李叔昨天在和平街找到了两间铺子, 还和人谈妥了价钱, 现在就等着姐你过去看看行不行, 若是可行的话, 咱们今天就签契约, 然后去县衙那边过户。 陆娇一听说这事就激起了, 不过想到上次张家的手笔, 她又不放心地问, 李叔查清楚那铺子的情况了吗? 我会再有什么名堂吗? 上次张家想送陆娇铺子的事情, 陆娇也和李南天说过了, 让她多注意这方面的事, 一定要查清楚铺子的真正归宿。 李南天这次买铺子, 查得清清楚楚。 那铺子一共两间, 是一户人家的祖产, 他们家是开饭铺的, 因为房子四周都是没钱的穷人, 根本没多少人跑去他家吃饭, 最后铺子实在是开不下去了, 那户人家有意把这铺子卖了, 到有钱的地段再买间开饭铺。 陆娇停了, 点了一下头, 带着缝织和阮竹往前院走去。 李南天正在前院候着, 陆娇又细问了一下铺子的情况, 最后有些激动, 油房的油已经正式对外开卖了, 他的铺子可以开起来了。 陆娇想着, 又吩咐李南天, 走, 我们去看看。 李南天点头, 带着陆娇和冯芝等人, 前去和平街。 这家铺子的主家正等着呢, 昨天李南天已经和他们谈过价钱了, 今天说, 请主家过来看看。 这会人家一早便起来等着了, 主要是家里的铺子不赚钱, 他们整天入不敷出, 这样不是个办法, 必须得尽快把铺子卖掉, 重新再买一间铺子, 这样才能重新赚钱, 养活一家老小。 陆娇一出现, 李南天便把他介绍给卖房子的主家。 林叔, 这是我家娘子, 娘子有意买你们家的铺子, 所以就过来看看, 若是适宜的话, 再细谈价格。 好。 姓林的主家赶紧点头, 把陆娇往里头领。 这是一个两间的铺子, 后头有一个院子, 院子还不小, 只不过因为是祖上留下来的, 所以铺子有些旧了, 铺子里头的各处也都充斥着油烟之气, 看上去脏旧乱。 陆娇里里外外地打量着, 好半天都没说话, 姓林的主家还以为陆娇不满意, 一声都不敢吭。 陆娇其实对地方倒是挺满意的, 不吭声是在思考着如何装修。 他思考了一会儿, 正要说话, 却听到店铺的门外有脚步声响起来。 陆娇掉头望过去, 看到来人竟然是他们一直想抓, 却抓不到的女人, 沈秀。 沈秀一看到陆娇, 眼中充满了十股的恨意, 就好像看到八百年的仇人似的。 陆娇却分外的警戒, 按照道理来说, 沈秀是不可能出现的, 他自己现在杀了人, 如果出现在公众面前, 只有死路一条, 但现在他却公然出现了, 还跑来见陆娇, 这女人是想算计他吗? 陆娇暗自猜测着, 不动声色地望向沈秀。 沈秀眸光阴侧侧地望着陆娇, 慢慢狠声地开口道。 陆娇, 你们一直在找我不是吗? 现在我出来了? 你知道吗? 我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 陆娇很是无语地望着沈秀。 你脑子是不是不正常? 你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是我害的吗? 我害你什么了? 沈秀恨意浓浓地说。 说不是你, 嫁给谢云锦的就是我, 我若是嫁给他, 又哪里会有后来种种不幸? 陆娇无语地望着沈秀说。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谢云锦根本没想过娶你, 你没给过你任何的承诺, 连和你交集都没有, 你怎么认为他就会娶你呢? 陆娇是真的不明白沈秀的脑子到底怎么回事。 谢云锦并没有跟他表示过什么, 但他就是自以为是的认定, 如果不是陆娇, 他早就嫁给谢云锦了。 这信心到底是谁给他的, 陆娇不明白了, 沈秀却开口了。 你能给他下药, 为什么我不能? 若不是你横插一脚, 我早就成功了。 他既然能为了负责娶你, 为什么不能为了负责而娶我? 沈秀话落, 陆娇恍然明白过来, 这女人为什么坚定地认为, 是袁绅抢了他的男人了。 原来沈秀也决定对谢云锦下药, 却没想到最后被袁绅的陆娇抢先一步。 事实上, 袁绅没有给谢云锦下药, 而是别人下的, 但沈秀就认定, 一定是袁绅的陆娇抢了他的。 再加上谢云锦因为负责而娶了袁绅, 他就越发地认定, 如果不是袁绅捣乱, 他给谢云锦下药, 早就志在必得的, 那时候能成功嫁进谢家, 不是一如反掌的事吗? 陆娇忍不住喷他。 我看你脑子是真的有病, 还病得不轻。 陆娇说完, 不想再搭理他, 陆娇掉头望向软竹, 命令道。 把他抓起来, 送到谢亚去, 这个女人可是杀害许宪卫家张小娘的杀人凶手。 沈秀没想到, 陆娇一言不合就抓人, 脸色立刻变了, 随之他又哭了, 一边哭一边伤心地说。 陆娇, 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 我都走得无路, 只想做谢云锦的小妾了, 你都不同意, 你这个女人, 太可恨, 太可恨了。 若是能做谢云锦的小妾, 我就不用委身于许宪卫那个胖子做小妾了。 每次和那个胖子在一起, 我就恶心闹小兔, 我走到这一步, 都是因为你。 陆娇懒得再理会沈秀, 直接挥手命令阮竹去抓人, 沈秀眼瞅着陆娇连话都不想和他说, 脸色抖得变了, 转身就往店铺一侧的一张桌子上扑去, 桌子上此时摆着一把消水果的刀, 店内众人脸色全都变了, 以为沈秀想抢刀伤害陆娇, 阮竹脸色一变, 抬脚直接踢飞了沈秀的手, 然后一脚把沈秀踹飞了, 撞到了身后的墙上。 沈秀被砸得眼冒金星, 好半天都爬不起来, 阮竹上前一步踩在了他的身上, 死死地踩了几脚, 直到把沈秀踩晕过去, 他这才俯身提起沈秀, 往门外走去。 陆娇吩咐林大, 送阮竹和沈秀去县衙, 把沈秀交给胡县令处理, 阮竹领命而去。 后头的店铺里头, 陆娇望着那桌上的刀, 然后又掉头望向卖店铺的主家。 你们桌子上哪来的刀? 这家店铺里头的东西 全都已经收拾干净了, 结果旁边的桌上竟然有把刀, 这事摆明了就有猫腻呀。 主家也极其地害怕, 听到陆娇问, 他飞快地摇头。 我们根本没注意, 这两天老是有人来看房, 我不知道这把刀什么时候扔在这儿的。 陆娇眯着眼睛盯向他们, 看他们的样子确实不像是知道这刀的来源。 陆娇不再盯着卖铺子的主家。 这店铺我们要了, 价钱能不能再降价? 主家原来是不想降价的,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只想赶紧把房子卖掉。 好, 两间铺子, 一千五百两, 不能再少了。 陆娇同意了, 行, 现在能立刻卖吗? 行。 主家高兴点头, 陆娇吩咐李南天来办这件事, 他自己则带着冯芝前后左右地转悠着。 等到没人时, 冯芝飞快地就和陆娇说, 娘子, 我觉得那女人忽然出现, 这事摆明了又古怪。 她明明是杀人犯, 好好的跑来找娘子做什么, 她是不是想对娘子做什么呀? 陆娇点头。 嗯, 肯定的, 不过, 我没给她机会。 那女人不是想害她, 就是想自己搞个自杀什么的, 再来嫁祸于她。 可惜她不给对方任何机会, 所以她想也没用。 此时, 店铺外面的拐角处, 停着一辆简洁的马车, 马车里头坐着两个女人, 张家大小姐张碧烟, 和曹家七小姐曹青莲。 两个女人难以置信地望着地被人抓走的沈秀, 心想, 就这么完了? 就这么被抓了? 这女人也太他妈的没用了吧, 亏得我还相信她能成事呢。 沈秀出现是张碧烟和曹青莲的手笔, 两个女人让沈秀自杀, 然后栽赃陷害陆娇。 他们连从门口经过的证人都已经设计好了, 削水果的刀也都偷偷放进店里头了。 只要沈秀找个借口, 把陆娇身边的人和卖铺子的主家调出去, 他就可以自尽栽赃陷害陆娇了。 如果他们的计划成功, 会让陆娇那女人有口难辩, 就算她有一百张嘴, 也说不清楚自己没杀人的事实。 可现在沈秀被人抓走了, 陆娇却是半点事没有, 张碧烟忍不住破口大骂。 传货, 真是传货一个。 说完, 她又掉头吩咐外头的车夫。 回府。 曹青莲也一直沉默着, 一声不吭, 她得再另想其他办法了。 晚上, 谢云锦回来, 陆娇把沈秀出现的事情告诉了她, 谢云锦的脸阴沉下来, 一边的陆娇忍不住望向她, 嘀咕道。 谢云锦, 虽说你长得不错, 可到底只是一个秀才, 为什么那些女人各个前仆后继的, 上赶着要嫁给你呢? 陆娇很不理解这样的事情, 谢云锦确实长得好, 但也仅仅只是个秀才, 家里头还穷, 这样的她, 竟然使得那么多的女人, 前仆后继地上赶着要嫁。 谢云锦听到陆娇的话, 立刻委屈地开口, 娇娇, 你不能因为那些女人的主动就怪我, 我又没有理会那些女人。 话落, 她又接着解释给陆娇听, 因为这里是小小的清河县, 清河县最大的官是七品县令, 县内最多的就是商户人家, 连稍微大一些的官都没有, 商人地位十分低下, 那些商户家的女儿想要嫁得好点, 又找不到人, 最后就只能把目光盯在我们这些学子身上了, 她们是想靠我们搭上好的人脉, 把路走顺了。 我呢, 因为之前考秀才的时候, 考了宁州府第一名, 那些人大概认为我有很大的把握考上去, 所以她们就把目光盯在了我身上。 不过这可不是我的错呢, 娇娇, 你就是要怪, 也该怪那些女人, 而不是怪我。 陆娇看谢云锦求生欲爆棚的样子, 觉得很好笑。 行了, 只要你和那些女人保持距离, 我不会怪你的。 谢云锦听了陆娇的话, 立刻表示, 自己以后一定要和那些女人保持距离, 划清界限, 不过, 一想到沈秀竟然想再一次伤害陆娇, 谢云锦脸色就极其地冷冽阴沉。 她和陆娇又说了几句话, 叮嘱她早点睡觉。 她自己一个人赶去了县衙找赵补头, 赵补头这个时候正在审沈秀, 谢云锦立刻让人带她去了大牢。 沈秀正在哭泣, 走到这种时候, 她终于知道害怕了, 哆哆嗦嗦地说着在许家的事情。 她说自己如何陷害赵荷花, 如何给她下药和许县卫在一起, 事实那天晚上, 许县卫睡得狠死, 根本就做不了什么。 沈秀因为记恨许县卫, 所以就让许府的一个马夫把赵荷花给睡了, 然后她又伪装好现场, 做出了许县卫和赵荷花在一起的样子。 这么做了之后, 沈秀觉得既痛快又解恨。 赵伯特听她说着伤害养女的经过, 心里头的怒火不断翻腾, 恨不得一刀宰了这女人。 真假说罪毒妇人心, 果然是真的。 看你长得柔弱, 实则心如蛇蟹, 荷花的和你无恶无仇的, 你竟然这样害她。 沈秀生气地说, 谁教她瞧不起我的, 她嘲讽我是一个小妾, 所以我就想着, 让她也成为别人的小妾, 看她还轻狂什么。 外头的捕快把谢云锦带了进来, 沈秀一看到谢云锦, 就大哭起来。 谢云锦, 是你, 你是来看我了吗? 你知道吗? 我喜欢的一直是你, 这世上再没有人比我更喜欢你了。 说是你当初娶的是我, 我会比陆萧对你好, 不, 比她好很多。 她还在那语无伦次地说着, 谢云锦眉眼阴沉地望向沈秀, 你真让我恶心, 一个女人如此不知廉耻, 三番两次地勾引外难, 做尽了丧心病狂的事情。 你这样的女人, 让我引以为戒。 沈秀被谢云锦嫌弃的眼神给搞愣了, 随后, 她又激动地大叫起来。 那陆萧呢? 陆萧又比我好多少? 她当初不也趁你置位, 做出那种不要脸的事情了吗? 事后你还娶了她? 她行, 我为什么不行? 我比她长得好看, 我比她爱你, 我也会好好地善待我们生下来的孩子, 这样的我, 不比她好吗? 谢云锦看她越说越来劲儿, 懒得再继续听她往下说了, 沉生开口喝闻道, 我来是想问你, 今日你去见娇娇, 是不是想害她? 是谁指使你去害她的? 沉秀背后肯定是有人指使的, 要不然她不可能知道陆萧在什么地方, 还能够准确无误地找过去, 现在的她就是惊弓之鸟, 躲在哪儿都不敢出来, 所以她能去哪儿呢? 就是有人把她送过去的, 不过沉秀并不想说, 她抬眸笑着说, 就是我自己, 我想自杀, 塞葬陷害她, 可惜那女人似乎察觉到了, 根本不给我多说话的机会, 就让人抓了我。 其实沉秀知道, 是自己看到陆娇失去理智了, 如果她能表现得谦卑一点, 说不定自己还有机会呢? 可惜她实在是太记恨陆娇了, 一看到陆娇就会失去理智, 所以才会让陆娇非常生气地立刻抓人, 不过她不会说出张碧烟和曹青莲来, 因为有他们在, 陆娇才会接着有麻烦, 他们甚至有可能帮助她除掉陆娇, 那样的话, 她的大仇也终于得报了, 既然她得不到谢云锦, 那陆娇那女人也休想得到她。 世上任何一个人得到谢云锦, 她都不生气, 她就是不想看到陆娇得到她。 沈秀的眼里有着癫狂, 谢云锦一看她那样就知道问不出什么来, 她掉头望向赵捕头, 陈生说, 这女人是杀人凶手, 赵捕头还是公开审理的好, 让清河县百姓看看, 我清河县衙是如何公正严明地审案的, 而且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 可以立刻问斩。 一般的死刑犯都是秋后问斩, 沈秀也算倒霉, 眼下正是九月后, 可以立刻问斩。 赵捕头立刻硬了, 她女儿被沈秀杀了, 她必须杀了这女人替女儿报仇, 所以立刻问斩, 省了她的事, 以防在节外生枝。 嗯, 云锦回去吧, 我知道怎么做。 谢云锦点了一下头, 转身出去了, 再没有看沈秀一眼, 后面, 沈秀心里说不出的痛, 这时候她模模糊糊地想到, 这个男人真的不爱她, 也一丁点都不喜欢她, 连多看一眼她都觉得嫌弃, 那自己为什么非要嫁给她呢? 赵捕头把谢云锦送出去, 谢云锦从身上取了一包药, 递给赵捕头, 压低声音说, 这女人和我家娘子有仇, 离上堂审礼时, 给她喂些药, 别让她胡言乱语地, 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赵捕头也不希望沈秀当堂 爆出她女儿和马夫睡的事, 所以听了谢云锦的话, 立刻应了。 好, 这事我来办。 沈秀杀人案, 在县衙公开审礼, 衙门前挤满了百姓, 不少人跑来看热闹, 沈秀对于失手打死许县卫家的张小娘之事供认不讳, 最后被胡宪令判处死刑, 立刻执行。 县衙门前的百姓个个拍手称快, 相较于围观的百姓, 张家和曹家的人气了个半死, 因为之前他们想办法送了信入牢房, 让人和沈秀说, 让他灯腾败坏陆娇的名声, 说陆娇能嫁给谢云锦, 是因为当时他给谢云锦下了药爬上了他的床, 最后鞋子上位成功嫁给谢云锦的。 如果这事儿一爆出去, 陆娇的商会副会长肯定会丢的, 而且以后他在清河县会没脸没皮, 人人都会唾弃的, 鄙视的。 就算是谢云锦修的, 也没人会说什么闲话, 到那时候也许谢云锦就会嫌弃他了。 只是张家和曹家做梦都没想到, 沈秀林上堂时是被人为了迷药的, 所以从头到尾他都是迷迷糊糊的, 根本说不了那些话。 沈秀很快就被胡县令判了斩首, 不少百姓跑去围观, 陆娇并不关心这事儿, 此时他正在饱和堂替人治病呢, 饱和堂内不少人慕名而来, 他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哪有什么时间去关心沈秀杀人案的后续呀。 不过陆娇虽然不关心, 却知道事情的经过, 因为看病的病人正说得热闹呢。 哎呀, 那么一个瘦瘦弱弱的女人, 竟然心狠手拉到杀人呢, 女人狠起来啊, 真是半点不比男人差呀。 古话说得好啊, 最毒妇人心呢。 许仙卫也是流年不利啊, 娶了这么一个心狠手拉的小妾, 还杀了另一个小妾。 不过那女人倒也硬气, 当堂共认不讳, 承认尸首杀了张小娘的事。 胡县令啊, 判了斩力绝。 尸首杀人判斩力绝, 是不是太重了? 主要是他杀了人后不知悔改, 又跑出来害人了。 好像是想杀谢秀才家的陆娘子。 这下不少人惊呼了。 要杀商贵副会长陆娘子吗? 陆娘子可是个好人啊, 她好好的为什么要杀陆娘子? 陆娇听着耳边众人说的话, 眉宇沉了沉, 没有吭声。 恰在这时, 宝和堂殿门外有哭声传了进来, 吵闹之声不断响起。 什么妙手神医? 假的, 都是假的。 他就是个骗子, 根本没有那么高的医术, 他只是害了我娘子啊。 娘子啊, 你不要走, 你走了我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啊, 书片子你快出来, 你害死了我家娘子, 你赔我娘子一条命, 说是我娘子死了, 我和你拼命。 宝和堂伙计出去看了之后, 惊慌失措地跑进来, 一路跑到陆娇面前禀报道, 陆大夫, 不好了, 有个人说你治死了他娘子, 跑到宝和他门前闹呢。 陆娇面前本来正在等着他看病的病人, 听得这话全都受了惊, 不少人甚至下意识地往后退, 陆娇也没有理会他们, 起身就往门外走去, 齐磊赶紧起身跟他一起走出来, 冯芝和阮竹生怕自家娘子会吃亏, 所以跟着陆娇一起出来了, 赵凌峰得到掌柜的禀报, 也带着人一起走了出来, 宝和堂门前, 此时已经为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个个指指点点地议论着。 哎, 不是说宝和堂的陆大夫, 医术很厉害吗? 其实倒明罢了, 一个年轻人能有多厉害的医术啊? 对, 我也觉得夸大其次了, 也许医术确实不错, 但要说多厉害, 我觉得不至于。 那他一来, 店内就那么多慕名而来看病的人, 听说不少人是治好的, 听说之前刘大生人的狡病, 就是他治好的。 哼, 下猫撞上死老鼠罢了。 闹事之人看到陆娇出现, 立刻睁着一双红毛, 死死盯着陆娇咬牙切齿地叫道。 陆骗子, 你害死了我娘子了, 我娘子明明生了病, 你呢? 你说她只不过是低血糖, 不需要用药, 应时一发病的时候就吃东西, 没事的时候, 在口袋里放点糖做的食物。 男人说完, 掉头望向深遭的人叫道。 你们说说, 这是什么治病方法? 我娘子现前心慌, 发抖, 出嘘汗, 头晕眼花, 四肢无力, 身家别的大夫都说, 她只是生了大病, 给各种药, 结果到她这儿, 她却说我娘子得了什么低血糖, 饿了只要吃东西就行, 结果害得我家娘子现在昏迷不醒, 眼看就要不治而亡了。 身边的老父老母哇哇地大哭, 他们身边的两个孩子也害怕地哭起来, 一家子那样子凄惨不已。 围观的人议论得更加厉害了, 不少人都说, 陆娇真是害了人家一家了。 但她并没理会那汉子, 凑眉望着地上昏迷不醒的女子, 这女人她是记得的, 之前是低血糖昏迷, 情况十分的危险, 她立刻给她静脉注射了葡萄糖, 才保住了她的一条命, 结果现在竟然再次昏迷, 她明明和她说过, 发病之时要及时补充食物的, 怎么又二次昏迷了? 陆娇一边想, 一边跨步上前, 准备替昏迷的女人查看一下, 结果女人的男人上前一步拦住的, 嘶吼道, 你想干什么? 你害我娘子昏迷, 还想对她做什么? 陆娇正要说话, 人群当中呼得有人惊呼道, 这个公子好像有点像谢秀才家的娘子, 陆娘子啊, 这人话音一落, 身边的人立刻大声问道, 你说陆公子是谢秀才家的娘子, 陆娘子? 对, 没错, 虽然她义了容, 但我还是肯定, 她肯定不是什么公子, 而是娘子之身, 围观在宝和堂门前的人, 奇奇议论开来, 不会是真的吧? 我倒也听人说过, 谢秀才的娘子会医, 她开的三大作坊中, 药庄和药房都和药有关, 一个女人医术再好能有多厉害, 糊涂, 糊涂啊, 陆娇之前女扮男装, 一来是怕自己女儿身, 人家不相信她的医术, 二来是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才会女扮男装的, 没想到, 现在竟然有人曝出了她的身份, 陆娇的眼睛梳得一下眯起来, 她抬头望向之前暴露她身份的两人, 这两个人不出意外, 是四大姓家族的人, 肯定是他们先查到了我的身份, 陆娇想到这个, 糊涂又连想到沈秀杀自己的事情, 再加上这次的事件, 所以张家和曹家是一心一意想要杀掉我, 给曹青莲让位吗? 陆娇的眸光冷得好像布满了寒冰似的, 张家和曹家这是一心想要我死, 不对, 四大姓都想要我死, 不是因为死后他们好拉拢到歇云集, 陆娇脸色极其的阴沉难看, 看来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要不然, 就只有挨打的份, 这四大姓家族胆敢算计的, 他又岂能不反击回去呢? 陆娇一边想, 一边抬头望着宝和堂门前的人, 沉生开口说, 没错, 我就是谢云锦的娘子陆娇, 也是清禾商会的副会长, 我对于自己的医术还是很有信心的, 这个女人之前拉招我看过病, 她确实是得了低血糖, 当时她陷入了昏迷状态, 还是我治好的, 今日她第二次昏迷, 我怀疑这是有古怪, 必须马上查清楚, 陆娇现在可以肯定, 这汉子一家不出意外, 是被四大姓家的人给收买了, 要不然怎么恰好他们来闹事, 就有人借机爆出了她的身份呢? 这肯定是一个连环计, 先闹出她致死人的事情, 然后再爆出她身份的事实, 后头肯定还会有别的后续, 比如让她被抓, 在大楼当中暗中动手, 害她的性命, 陆娇越想脸色越黑, 最后满脸力气地往汉子的身边走去, 汉子飞快地上前阻拦, 陆娇掉头望向阮竹, 命令道, 拦住他们, 是, 杨子, 阮竹上前一步, 提起了高大的汉子, 把她往旁边拖, 阮竹是个小姑娘, 长得可爱又帅真, 但她一出手, 就把宝和堂门前的所有人都给震住了, 众人惊吓地望向她, 全都望了反应, 陆娇已经大步地走上前去, 开始替地上昏迷的病人检查, 这一检查就发现, 病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低血糖, 而是颅脑损伤引起的脑出血导致昏迷的, 陆娇之前替着女人检查过, 并没有什么颅脑损伤的病, 现在怎么会有脑出血呢, 难道是有人击打了她的头部, 引起的脑出血吗, 陆娇想着, 又一步上前去检查女人的脑子, 她一动, 高大粗壮的汉子脸色变了, 心也慌了, 她被人控制住动不了, 立刻朝着自己的父母叫起来, 拦住她, 别让她动月娘, 汉子的父母立刻哭着上前阻拦陆娇, 你个害人妻, 不要碰我家的儿媳妇, 贱人, 滚开, 那汉子爹冲过来就骂陆娇, 动手还想推她, 逢之冲了过来, 护住自家娘子, 后头的赵凌峰一挥手, 他身后的侍卫上前来, 拉住那汉子的爹娘, 汉子一家大哭大闹的, 场面极端的混乱, 陆娇抖得大声立贺, 闭嘴 他忽然一声抱贺, 使得混乱的场面瞬间安静下来, 陆娇眸色阴沉地望着汉子一家说, 你们是害怕了是不是, 你家娘子根本就不是我害死的, 而是你们收了别人的钱害了她, 意图栽赃陷害我, 你们以为这件事情, 心情松松地就完了吗, 陆娇话落, 抖得掉头命令赵凌峰, 马上派人去通知赵不同, 带武座过来验, 无出意外的话, 这娘子颅脑被人中击, 脑出血而昏迷。 脑出血昏迷本来是必须立刻开刀做手术治疗的, 但现在陆娇连检查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看着女子昏迷的时间, 现在就算是给她开刀也没得救了, 是她的枕边人为了钱财, 连和外人害死了她。 陆娇一开口, 赵凌峰立刻吩咐人去县衙报案, 汉子一家被吓坏了, 那汉子更是哇哇地大叫道, 我们不怪你了, 我们带她回去。 她一说, 四周的人也觉着古怪, 个个全都望着她, 发现她害怕极了, 汉子只是一个普通人, 遇到这样的场合, 哪里能镇定得了呢? 早就慌乱地没了主意, 只知道大叫。 我们不治了, 不治了, 不是你的事, 不怪你的事。 她说话时语无伦次的, 连表达都表达不清楚了, 这下众人全都相信了陆娇的话。 所以不是陆娘子治不好病人, 而是这汉子一家为了钱, 害了自家娘子一命, 然后跑来栽赃陷害陆娘子啊。 天哪, 真是丧尽天良啊, 老天怎么不埋了这一家子呀。 天啊, 这也太歹毒了吧, 竟然这样害自家的娘子。 这女人前几天我还见到了呢, 精神好了不少, 没想到眨眼就丢了一条命, 还是枕边人害的。 汉子的父母这时候也慌了, 大叫道。 你们不要胡说啊, 我们没有害他, 我们没有, 是他, 是这个贱人害了他。 汉子父母话音刚落, 人群之外就有人冲了进来, 疯了似的扑过去打汉子的父母。 你们徐家一家子, 都是丧尽天良的东西。 竟然这样害我女儿, 我, 我和你们拼了。 一个老夫人疯了似的扑过去, 撕扯着徐家一家子。 不过很快, 她又想起什么来, 疯狂地掉头扑到陆娇面前哀求道。 陆大夫, 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我的女儿吧。 陆娇飞快地上前, 替地上的娘子检查, 这时候, 四周一片安静无声, 就连汉子和其父母都已经忘记发生了。 陆娇检查过后, 确认着女人是因为颅脑损伤引起的脑出血, 不过脑出血量过于太大了, 没得救了, 眼下她的瞳孔已经散大, 呼吸停止, 这女人必死无疑。 她已经死了。 陆娇话音一落, 四周一片安静, 随之响起老夫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四周不少人同情地说起老夫人的境遇。 哎哟, 可怜流亡室这么大年纪了, 连唯一的女儿都死了, 以后她可怎么办呢? 是啊, 可怜哦, 本来女儿好了, 她高兴坏了, 没想到最后竟然被亲女婿连同外人给害了。 汉子听了四周的议论声, 惊恐地大叫道, 我没有害她, 我没有。 她脑子上没有伤, 你们找不到证据, 就不能说我害她。 陆娇冷笑地望向汉子说, 哼, 你以为没有外伤, 就不能治你的罪吗? 她这明显是被人用内功阵伤的, 只要开了炉就能查清楚, 她是因为什么而死亡的, 你当武作是干什么的? 陆娇这么一说, 那汉子更加惊慌了, 大叫着说, 我们不同意验尸, 我们不同意验尸, 刘王氏疯狂地吼叫, 我同意, 我同意武作厌我女儿的尸体, 我一定要让你们徐家义家子, 全都给我女儿陪葬。 这里闹成一团事, 赵捕头已经带着捕快过来了, 很快把徐家义家子, 以及王娘子的尸体带走了, 宝和堂门前, 众人唏嘘不已, 不过很快有人反应过来说, 陆娘子当真好厉害呀, 竟然一查就查出王娘子是被人打成这样的, 她医术真的好厉害呀。 是啊, 很厉害, 听说呀, 她还和人开了三大作坊, 就在城外, 作坊内产出的油已经开始售卖了, 价格非常公道, 后面还会生产药, 不知道药房会生产出什么药来。 宝和堂内, 陆娇因为这么一闹腾, 也没了替人治病的心情, 她直接和赵凌峰说, 今天就先这样吧, 以后空了再替他们看。 说完, 她也不理会赵凌峰和宝和堂内的病人, 转身带着人就走了。 赵凌峰和宝和堂内的病人也都理解, 毕竟遇到这么大的事情, 心情不舒畅, 实属正常。 陆娇上了谢家的马车, 此时她心里很想见到谢云锦, 若是今天发生这样的事, 谢云锦在场, 她一定会第一个冲上去保护自己。 陆娇一想到这个, 就想到每次自己遇到事情时, 谢云锦总会第一时间冲到自己面前, 哪怕自己有能力处理好, 但是男人总会想办法替她处理, 让她不受到任何伤害。 反观今天自己呢, 赵凌峰的反应相对迟钝了, 也许在赵凌峰的心里, 她是有能力处理好这些事的, 所以不需要她插手, 但身为女人, 陆娇有时还是希望, 男人们能够护在女人们的面前, 哪怕两人商量着解决也好。 这么一想, 陆娇更觉着谢云锦这个人难能可贵, 若是赵凌峰这样的男人是她的相公, 她大概会慢慢地心寒, 直至两人分开。 马车里, 冯芝和阮竹看娘子不说话, 认为她的心情不好, 也不敢说话。 马车一路使进谢宅, 四小只正好散了客, 在院子里头玩游戏, 看到陆娇回来, 四个小家伙第一时间围过来。 娘亲, 你不是说去饱和堂替病人看病了吗? 往常陆娇去饱和堂替病人看病, 都是在饱和堂吃中饭的, 像今天这样中午回来吃饭相当地少见, 所以孩子们很是稀奇, 陆娇也不想多说话, 主要是觉着心烦, 想到四大兴眼下盯上的, 她就觉得很厌烦。 不过看四个小家伙关心她的样子, 她又不好服了小家伙的关心, 于是强忍着情绪, 和小家伙们说了好几句话。 好了, 你们去玩吧, 娘亲回去休息一下。 四小只点头, 四个小家伙都觉得, 娘亲今天的精神不是很好, 很不对劲, 四个小人懂事的挥手。 娘亲累了, 去休息吧, 我们自己玩。 陆娇点点头, 带着缝织和软烛去到后院的房间里, 躺了一会儿, 顺便想想如何收拾四大兴人家, 前院, 四小只看陆娇走了, 立刻围到一起细说这件事。 娘亲今天不开心, 她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 我们要不要去安慰安慰她。 二宝妃快地说, 恨不得立刻回到后院去安慰娘亲, 最好可以抱抱娘亲, 再亲亲她, 那样她的心情就会好一些了。 三宝瑶头道, 娘亲有事, 不会告诉我们, 她只会和我们说, 没事, 娘亲就是有些累了。 小四宝挑眉建议说, 不如我们让人去把爹爹找回来, 爹爹一定会帮助娘亲处理事情的。 小四宝的话瞬间得到了其余三小只的认同, 四个小家伙转身, 就去找舅舅陆柜去了。 舅舅, 娘亲今天心情很不好, 你让人去书院找爹爹, 告诉爹爹娘亲不开心了, 他一定遇到不高兴的事情了, 让爹爹回来哄娘亲开心, 并帮娘亲解决事情。 大宝小脸上满是严肃, 就好像这是一件大事, 重要的事。 陆柜听了大宝的话, 立刻下意识转身就想往后远去。 那我去看看你娘吧。 二宝立刻伸手拉住陆柜的手, 不高兴地说, 这应该我爹爹安慰我娘亲, 舅舅, 你去做什么? 三宝四宝全都不高兴地拦住陆柜的脚步。 小舅舅, 你这样我们要不高兴了, 爹爹能帮助娘亲, 舅舅你又不能帮娘亲。 陆柜想了想, 还真是这么个脸, 最后同意派人去请谢云锦。 中午, 谢云锦就回来了, 陆娇正躺在床上闭幕想事情, 主要是在想如何对付四大杏仁。 门外想起脚步声, 他回身一看, 竟发现谢云锦急匆匆地 从外头走了进来, 一进来就关心地问, 你今天在宝盒堂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陆娇一听, 惊讶开口, 你怎么知道宝盒堂那边出事了? 还有, 你怎么中午回来了? 谢云锦已经走到陆娇身边, 他坐到他的床边, 伸手把陆娇拉起来。 说说吧,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陆娇见他如此严肃地问他, 也没有隐瞒, 立刻就把今天在宝盒堂 遇到的事情告诉了谢云锦。 唉, 看来张家曹家这是一心想要我死的, 先是沈秀, 又是今天发生的事。 陆娇一说, 谢云锦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是最害怕陆娇出事的人, 先前沈秀那么一出, 已经让他十分地火大了, 他已经开始着手让人 去查张曹两家的事了, 只等查到证据, 从中找出破绽, 让张曹两家彻底完蛋。 没想到这么快, 他们竟然又动手了。 谢云锦紧紧地握住陆娇的手说, 这一阵子你不要再出去做事了, 等过一阵子再说。 好, 我知道了, 你也要当心。 那些人算计他不成, 指不定算计谢云锦, 陆娇如此一想, 就觉得这些人家可恶透顶, 所以这一次他绝对不会轻饶他们。 陆娇抬手望着谢云锦, 神色幽冷地说, 谢云锦, 我们联手, 除掉四大杏人家怎么样? 谢云锦一听, 立刻同意了。 好, 我们联手除掉他们, 有他们在, 我们永无安宁之日, 不如先一步除掉他们。 陆娇听了谢云锦的话, 点了点头。 嗯, 这阵子我不出去做事, 一来以防有人伤害我, 二来, 我要留在家里, 盯着四个小家伙, 不能让上次的事情发生。 上次二宝被抓走, 那些人是想引诱谢云锦出去的, 所以才没有动二宝, 现在却未必不会伤害到孩子们, 所以他不能让那样的状况发生。 好, 谢云锦点头, 陆娇又说。 以后阮烛留在家里保护我们, 你带着李南天和周少公, 还有阮开, 记住, 不要让他们离开你, 一定要好好保护你。 谢云锦听到陆娇的关心, 心里说不出的甜滋滋的感觉, 又甜又暖。 多少年来, 孤寂的心似乎被人填满了似的。 你放心, 我会注意安全的。 不过这几天, 我打算让李南天和周少公出去, 查查四大型家族做出来的恶事, 只有查到这些事, 才可以对付他们。 陆娇一听就担心了, 若是李南天和周少公调出去查事情, 那么谢云锦身边只有软开一人, 陆娇实在是不放心。 这样的话, 你身边不是只有一个人了, 说对方人太多, 软开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谢云锦看陆娇担心, 立刻安抚道, 你别担心了, 我手里不是有你制的药吗? 万不得已时, 我会用药的。 总之, 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 陆娇摇头? 那也不行。 不过, 李南天和周少公两人, 确实是有能力的人。 他们出去查四大性的事情, 确实也不错。 可谢云锦身边只有软开一个, 陆娇还是放不下心来。 陆娇护得想到一个人来, 掉头笑望着谢云锦说, 我给你一个人, 那个人绝对能帮到你。 谢云锦惊讶地望着陆娇, 谁? 萧山。 陆娇笑着说, 他怎么把萧老头给忘了, 那位可是从前谢云锦府上的大管家, 这说明他是极其厉害的, 眼下就在他们手里, 他们完全可以用起来啊。 萧叔, 他不就是一个打猎的吗? 怎么帮我们? 陆娇竖起手, 俏皮地摇了摇。 嗯, 你错了, 萧叔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而且, 他会武功。 陆娇一说, 谢云锦都惊讶了。 萧叔竟然还会武功?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以前他打猎的时候我发现的。 陆娇不好说自己从书里的剧情当中知道的, 只好借着这件事情说一下, 谢云锦也没有怀疑, 想了想, 觉得这事倒是可行的。 陆娇又说, 以后你让周少公和阮竹留在身边保护你, 让李南天和萧叔两个人去查四大姓家中的事。 行, 谢云锦完全依照陆娇的安排行事, 陆娇听了总算是放下心来。 谢云锦又回身望陆娇, 叮咛道, 以后你再出去, 我陪你一起去。 陆娇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呢, 门外, 四个小脑袋悄悄地探了进来, 正好就被陆娇看到了, 陆娇忍不住笑着打招呼。 既然来了, 怎么不进来啊? 四小脑笑眯眯地就从屋外走了进来, 四个小家伙一路跑到陆娇的床前, 看到娘亲脸上有了笑容, 而且心情很好的样子, 四小脑就开心地笑起来。 娘亲心情好了, 我就知道只有爹爹才能让娘亲高兴。 秋秋还要来看娘亲呢, 他来有什么用, 还是爹爹厉害, 以后娘亲心情不好的话, 我们就找爹爹来。 四小脑一说, 陆娇就知道谢云锦之所以回来, 是四个小家伙让人叫回来的, 他忍不住伸手, 弹了弹四个小家伙的脑门。 就你们会搞怪。 四小脑嬉戏地笑着, 陆娇看着身边一大四小五个人, 心情越发地好了, 笑着说, 走,我们吃饭去。 四个小家伙高兴地说, 今天我们也陪娘亲一起吃吗? 之前一直和小朋友们一起吃午饭的, 今天难得和娘亲一起吃午饭, 真是太高兴了。 可以的啊。 一家子高高兴兴吃饭去了, 饭后, 谢云锦回到书院读书, 四小脑去睡午觉, 陆娇叫了陆桂过来谈谈。 陆桂, 最近我看你长进了不少, 招待人都有模有样的了, 也不像从前那样遇人遇事就胆气。 你和姐姐说说, 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和打算。 陆桂听了陆娇的话, 摸着头笑道。 没打算啊, 当姐姐的管家挺好的。 陆娇忍不住笑起来。 那也不能一辈子给姐姐当管家啊。 陆桂笑眯眯地说。 怎么不可以, 我就给姐姐当个管家就行了。 陆娇听了, 觉得有些头疼, 他原来让陆桂来当这个管家的, 是因为他想着, 反正一年多之后, 他和谢云锦分开了, 到时候再给陆桂安排别的事情就行了。 可现在, 他可能要和谢云锦一直在一起, 那陆桂这个小舅子, 总不好一辈子给谢云锦当管家吧。 将来谢云锦考了进士做了官, 不管官职大小, 若是让人知道家里头的小舅子给他们当管家,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苛待自己小舅子呢? 朝堂上的严官只怕是要弹劾他们了。 陆娇望着陆桂说。 哪有小舅子一直给姐姐姐夫当管家的? 现在你姐夫是秀才, 你做管家, 没有人说你什么的。 等日后他考中了进士, 你就是官老爷的小舅子, 怎么好当管家呢? 那样的话, 朝堂严官就会弹劾你姐夫。 陆娇还有些话没说, 陆桂虽然眼下当他们家这个管家有模有样的, 等到真正入京时应付京中的贵客贵人, 那就不够了, 他就是再怎么学习也没法应付, 不过这些话陆娇并没说, 陆桂因为陆娇的话, 心情多少有些不好。 姐, 为什么我不能一直当你们家的管家呀? 管家是下人, 你是我亲弟弟, 怎么好一直做下人的事呢? 我们就是养着你, 也不能叫你做下人的事啊。 陆娇一说, 陆桂就抗议道, 我才不想让你们养着呢, 我这么大个人, 可以自己养自己的。 陆娇立刻点头, 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嗯, 我弟就是肯吃苦。 陆桂的心情略微好了一点, 陆娇望向陆桂说, 姐姐记得, 以前你有个梦想, 想当酒楼的大掌柜, 要不咱们合伙开一家酒楼怎么样? 陆娇倒不是想让陆桂帮他赚钱, 而是想给他置办一个产业, 让他能慢慢地走上正轨, 自家的这个弟弟, 还是相当不错的, 陆桂一听, 心里头有些不安。 那我没钱啊, 本钱我出, 以后赚了钱咱们姐弟俩分, 你看这是怎么样? 陆桂有些担心。 要是亏了呢? 陆娇美好气地瞪向他。 做事不想着盈利, 竟想着亏, 如果这样的话, 你还有心思做事吗? 陆桂一想, 立刻挺着胸脯说, 嗯, 我会努力做好的。 说完, 他想到自己可以开一家酒楼啊, 心情有些激动, 高兴地问陆娇。 姐, 那酒楼什么时候开? 陆娇笑着说, 暂时先不会开的, 等明年吧, 今年你再磨练磨练, 年后, 我们开酒楼。 不过, 你现在能力还欠缺一些, 我决定, 找个人过来带带你, 娇教你为人处事, 如何和别人相处, 如何抓带客人等等。 陆桂一听, 稀奇地望着陆娇。 姐, 你想找谁带我呀? 萧叔, 就是我们谢家村的一个老人, 他眼下在城郊外替我打理庄子, 我找他来带你, 记住, 人家可是很厉害的。 陆桂倒是好说话, 自家姐姐总不会害他的。 萧。 那以后, 萧叔就是咱们府上的大管家, 你就是二管家。 因为四大姓人家的事, 陆娇决定把萧珊调回来帮助谢云锦, 日后由萧珊来做他们家的这个管家。 陆桂一听, 多少有些心情欲解。 好好的大管家降成了二管家, 不是平白降了一击吗? 不开心。 陆娇好笑地望向他, 慢慢地说。 我这可是为了你好, 你跟着人好好学着, 年后呢, 可就是大酒楼的冬季了。 记住, 那酒楼可是你自己的。 一说这个, 陆桂就高兴了。 哦对, 我把这事忘了。 陆娇送了口气, 他是真怕陆桂会闹情绪的。 行, 那你派林大去庄子上, 把萧叔叫进府一趟。 他得和萧珊说一下这件事情, 陆桂应声出去办事了, 萧珊来得极快, 他以为陆娇是问庄子上早到有没有收, 所以急急忙忙地赶过来, 禀报了这件事情。 没想到陆娇却是要调他到谢宅当大管家。 萧珊愣住了, 好半天才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问题了。 我能胜任谢宅管家之职吗? 陆娇笑看着他说, 萧叔必须帮我们办一件事证明自己, 我们才能决定用不用你这个管家。 萧珊一听, 立刻站直了身子。 主子请吩咐。 陆娇眉色微沉, 望着萧珊说。 不知道萧叔听没听说过, 清河县四大家族的事。 眼下那些人, 盯上了我和云锦, 他们想杀了我, 把曹家七小姐嫁给云锦, 借此拉拢云锦, 让云锦为他们所用。 我和云锦决定反击, 眼下要先查清楚, 四大县家族中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坏事。 等到查清楚这些, 我们再来决定反击的计划。 不知道萧叔能不能帮我们找到那些隐蔽的不为人知的坏事呢? 陆娇一说, 萧珊就明白自己的任务了, 他恭敬地开口道。 主子放心, 我一定尽自己的能力, 帮主子们查清这些事情。 他说完, 告了一声安, 转身就出去了。 陆娇望着离开的萧珊, 对他倒是挺有信心的。 这个人能够成为书中谢云锦的心腹, 定然是有能力的。 他相信, 他肯定可以查到些什么。 再加上一个李南天, 这两个人一定可以查到四大家族私下里头做过的那些坏事。 陆娇因为担心自己出去再遭到人的暗算, 加上不放心家里的四个小家伙, 所以决定, 这一阵子不出去做事了。 三大作坊那边就交给赵凌峰去全权打理, 田庄那边早到都还没收, 暂时不齐。 至于他新买的铺子, 直接交给了徐娘子去打理了。 而陆娇呢? 他每天留在家里头, 陪四个小家伙。 四小只不知道自己家又被人盯上了, 看到自家娘每天留在家里陪他们, 格外的开心, 每天都让陆娇给他们上课。 陆娇看他们对于算术很感兴趣, 就给他们讲了数字的分成法, 又给他们讲解了加减法, 零了还出了很多题目让他们做。 四个小家伙做起来特别快, 尤其是小四宝, 根本不用想, 心算能力特别强, 几乎陆娇一出题, 他就能第一时间心算出来。 最后加减法几乎成了他的一言堂了, 所有小朋友都忘记去做这些算术题了, 全都盯着小四宝。 小四宝看陆娇忘他, 更加的卖力了, 若是有尾巴的话, 陆娇可以肯定, 此刻的小四宝正摇着小尾巴, 对他晃啊晃的。 陆娇看到非常可爱的他们, 忍不住笑着夸奖他。 嗯, 我们小四宝算数学的是最好的, 大家要多多向他学习。 小四宝站了起来, 满脸笑容地和周遭的小伙伴们打招呼。 今天就不客气了, 以后我会手下留情的。 在娘亲面前, 他自然要好好地表现表现, 往常他可不会这么表现的, 会让小伙伴们没有面子。 大宝二宝三宝, 起起地朝他翻了一记白眼, 心想。 哼, 就知道在娘亲面前表现, 幼稚鬼。 小四宝说完, 掉头就望向陆娇。 娘亲, 有没有奖励啊? 陆娇立刻笑问他。 嗯, 你想要什么奖励啊? 说来听听。 合理的, 自然就会同意。 小四宝立刻兴奋地说。 娘亲, 我们出去玩拔河游戏吧。 小四宝花音刚落, 小课堂上, 赵玉罗、 胡灵雪、 寒冬盛和寒南风等人, 直接往二宝身边跑。 最后, 连杜康和郑庙都往二宝身边跑去。 最后的小课堂里, 只剩下大宝三宝 以及他们的小伙伴站在一边。 胡灵雪一看大宝和三宝站在对面, 显得很是孤单。 他又转身跑到大宝身边, 和大宝说。 大宝, 我和你一起。 陆娇一脸无语地望着眼前的小朋友们, 小四宝不高兴地瞪着赵玉罗和寒冬盛等人。 你们什么意思啊, 怎么都跑到二宝那边去了。 赵玉罗、 寒冬盛等人飞快地说。 我们和二宝一起。 小四宝嘟囔着嘴说。 我才是和二宝一起的。 上次二宝拔赢了大宝等人, 所以大家现在都想和二宝一起。 陆娇含笑地望着课堂上的小家伙们。 行了, 今天不玩拔河比赛。 今天, 咱们来玩跳绳比赛。 跳绳比赛前三名的小朋友, 每个人奖励一朵小红花。 陆娇一说, 小四宝就跑到陆娇身边问。 娘亲, 什么是小红花? 就是用红纸捡出来的小红花, 是奖励厉害的小朋友的。 今天跳绳比赛前三名的小朋友都有小红花, 回头再有什么比赛, 咱们都设立小红花奖励。 得小红花的小朋友, 可以把小红花贴在家里的纸上, 看看谁的小红花最多。 陆娇说完, 小家伙们全都激动起来。 其实小红花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关键是名字, 这是一个奖励呀。 各个摩拳擦掌都表示, 自己一定要拿到小红花。 陆娇立刻让冯芝去找几根绳子来, 她领着所有小朋友走出课堂, 到院子的活动区准备比赛。 冯芝很快找到绳子过来, 小家伙们准备跳绳, 陆娇则是解释清楚了跳绳比赛的规矩。 以一炷箱为准, 中间只可以停三次, 若是停了四次就失去比赛资格。 另外跳到一炷箱的人, 谁跳得多, 谁就获胜。 陆娇看了冯芝拿来的绳子, 一共有四根。 陆娇又开口说, 一次四个人比赛, 开始跳到最后, 开始跳得最多。 好了, 马上开始, 你们哪几个先开始啊? 小家伙们全都走到一边去商量去了, 哪几个开始, 哪几个后开始。 谢斩礼, 下人们都被惊动了, 个个跑过来看热闹, 最后, 就连后厨的花婶都跑过来了, 陆娇也都游着他们。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 大宝二宝赵玉罗和狐灵雪先跳。 跳绳活动, 陆娇曾经教过他们, 所以小家伙们还算会跳, 不过因为年纪小, 跳得并不好。 不过陆娇的要求也不高, 只是为了娱乐罢了。 第一批人里, 赵玉罗是最先出局的, 因为他的手脚不够协调, 手都还没落下, 脚就已经跳起来了, 等绳子落地时, 他都已经站到地上了。 赵玉罗生气极了, 下意识地便想要哭闹, 不过二宝一望过去, 他就止住了哭声。 不行, 不能哭, 我要做个好女娃, 二宝不喜欢哭的女娃, 可是好伤心, 好想哭怎么办? 赵玉罗红着眼眶, 委屈地望向二宝, 不过眼泪并没掉下来, 陆娇好笑地看向他。 二宝怎么就吃住这个野丫头了呢? 陆娇一边看, 一边吩咐冯芝去找张红纸来, 拿把剪子过来, 冯芝应声而去, 很快找了红纸和剪刀过来, 陆娇给小家伙捡了三朵小红花, 他刚把小红花捡好, 人群外头, 陆柜悄悄地带着林冬挤了过来, 他一走到陆娇身边, 就飞快地低声道, 姐, 姐夫那边出事了。 陆娇脸色瞬间不好看了, 他飞快地掉头望了林冬一眼又问, 发生什么事了? 林冬小声地说, 公子今日回来的路上, 遇到了梁家的那个梁子文, 梁子文带了一帮人, 围出了公子的去路, 说公子害得他成了废人, 他去饶不了公子。 陆娇一下子想到之前, 谢云锦接曹三老爷之手害梁子文的事情, 不过梁子文是如何知道的? 陆娇一时想不明白, 不过心里头很是担心谢云锦, 急切地问, 你们家公子没事吧? 林冬小声地说, 没有, 有阮开和周少公子, 公子没有事, 只是双双打起来, 梁子文带来的护卫, 全都被阮开和周少打伤了, 现在公子和梁子文, 被赵捕头带到谢阳那边去了, 陆娇听了明白了, 赵捕头真是把两人双双带到县衙去处理了。 林冬又说, 公子担心娘子听到消息着急, 让我回来告诉娘子一声, 她没什么事, 娘子不要随便出府, 以防有人趁机算计娘子。 陆娇点了一下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陆娇心里依旧担心谢云锦, 不过, 为了不让小家伙们扫兴, 陆娇努力地保持着平静, 四小只很是心细, 若是她表现出来, 指不定着急。 接下来, 陆娇便有些心不在焉的, 好在四小只的注意力全部都在比赛上, 没有注意到陆娇的异常状态。 跳绳比赛继续进行, 一直到天机近傍晚时才结束, 最后是阿尔宝, 林熙, 还有朱长安得了前三名, 拿到了小红花。 别的小朋友没有拿到小红花, 个个表现得不高兴, 陆娇笑着和他们说, 以后定期举行各种比赛, 凡比赛前三的都可以拿到小红花。 这下小朋友们全都才高兴起来, 小四宝拉着陆娇的手说, 娘亲, 以后你比算数好不好, 这样我就可以拿到小红花了。 陆娇觉得很好笑, 真是肯定自己拿到第一了, 他望着小四宝说, 娘亲知道, 你算数肯定能拿到小红花, 但咱们别的也要拿到小红花, 知道吗? 这次跳绳比赛为什么输了, 是因为你们身体没有二宝他们好, 所以呢, 咱们要努力地锻炼身体。 小四宝嘟囔着嘴, 已久不高兴, 陆娇又说, 你不是说, 以后要攒钱养娘亲养妹妹吗? 身体不好怎么攒钱养娘亲养妹妹? 小四宝一想, 的确也是这么个脸, 立刻仰头表示, 娘亲, 以后我也和二宝一样努力锻炼身体。 好。 陆娇又望向大宝和三宝说, 这一次跳绳比赛你们看到了吗? 二宝锻炼身体是有好处的, 哪怕你们不当大将军, 去做别的事, 也要有好身体。 大宝喜欢读书, 科考, 你可知道, 考举人的时候, 可是要考九天的, 九天的儿子, 没有好的身体, 你认为你能挨得过去吗? 大宝眨巴着眼睛, 一副被惊讶到的样子, 然后他拍着胸脯表示, 后面一定会好好地锻炼身体。 陆娇又望向三宝说, 三宝一直想像娘一样当一个大夫, 你知道大夫有多辛苦吗? 有时候为了医治病人, 亲自上山采药, 在山上爬来爬去的, 没有好身体, 你能爬得上山吗? 四小时同时望着陆娇保证道, 娘亲放心, 以后我们会认真正在身体。 陆娇满意地带他们出去吃晚饭, 吃过晚饭之后, 又给他们洗澡, 哄他们睡觉。 等四个小家伙睡了, 陆娇这才担心地走出房间, 往前院而来, 他刚一走到前后院的穿堂, 便听到前头响起脚步声。 谢云锦和陆桂正往后院走来, 谢云锦看到陆娇, 立刻紧走几步, 拉住他的手。 娇娇, 你别着急, 我没事。 陆娇点了一下头问道, 嗯, 到底怎么回事? 梁子文怎么会知道上次的事是你做出来的? 陆娇滑落, 脑中灵光一闪, 呼得想到那个隐在背后残害谢云锦的铜窗, 难道这次又是那个铜窗做出来的事吗? 又是那个害你的铜窗干出来的事不成? 陆娇想了想, 觉得这事有些蹊跷。 那个人是你的铜窗, 按照道理, 应该知道你最近有麻烦, 他应该引而不动才是。 怎么会突然以梁子文出来对付你呢? 他话落, 谢云锦沉声开口, 叫叫, 先前我的猜测很可能是错的, 我一直以为, 害我的很可能是郑智星, 因为我压他一头, 所以他才百般地害我。 现在想来, 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李文斌。 陆娇下意识反问, 若是李文斌的话, 他明知道张曹两家想要拉拢你, 怎么会这个时候出手对付你呢? 这几天, 我们派人暗中查张良、 曹翁四家, 这四家在清河县是地头蛇, 我们让人查他们, 他们肯定会有所警局, 这四家在知道我们查他们之后, 还会对我客气吗? 这四家想暗算我, 却又知道我的身边有厉害的护卫, 于是只能说动李文斌, 对我按下黑手。 可是他们不知道, 李文斌这人十分地谨慎小心, 不轻易动手, 而他最擅长的, 就是使阴招。 先是四年前给我下药, 然后又指使人悄悄地撞伤我, 现在引梁泽文出来, 这种种手段, 是一模一样的套路。 谢云锦说到这儿, 几乎肯定那背后使阴招害他的, 就是李文斌。 因为梁子文私处受伤, 怕人笑话, 最近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 能知道他出现地方的, 也只可能是张家的女婿, 李文斌。 梁子文因为受伤, 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 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他的踪迹, 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出现的, 是有张家女婿, 李文斌。 虽然他想不透李文斌为什么要一直嗨他, 他和他几乎没有交悟过。 陆娇听了谢云锦的分析, 想了想他身边的另外几个同窗, 最后肯定了谢云锦的分析。 虽然这李文斌看上去最憨厚老实, 但他是张家的女婿, 他能轻松知道梁子文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现, 只要知道梁子文出现的地方, 那就好做手脚了。 只是陆娇想不透, 这个人为什么要害谢云锦呢? 他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交悟的地方啊。 陆娇懒得再去想李文斌的真正目的, 现在他担心的是另外的一件事。 梁子文那个人就是一条疯狂, 现在他一门心思认定是你害了他, 他只怕要疯狂地报复你, 我们得小心才是。 陆娇一说完, 谢云锦就开口了, 我正要和你说此事呢, 梁子文现在极端地疯狂, 不出意外, 今晚他就有可能忍受不了, 从而报复我。 所以我真的很担心你和四个小家伙。 今晚我们悄悄抱了四个小家伙, 往前头的倒作房里去吧。 陆娇盯着谢云锦。 什么意思? 谢云锦飞快地开口, 我怕他今夜会命人火烧我谢宅。 什么? 陆娇惊呼, 望着谢云锦叫道。 你既然知道他要报复, 不如保管吧。 关键他现在还没有实施报复行动, 现在保管, 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陆娇一想也是, 不过他也是真的担心起四个小家伙来。 行, 我们抱四脚趾, 去前面的倒作房睡。 虽然倒作房里头没有床, 一家子就在地上铺个席子什么的睡睡吧。 谢云锦和陆娇两人, 一人抱起两个小家伙, 轻手轻脚地往前院的倒作房而去。 四小只白天的活动量大, 此刻他们睡得正香, 根本不知道自己被爹娘抱到何处去。 倒作房里, 李南天等人早就铺好了席子, 又铺了被褥, 然后走了出去。 谢云锦自责地望向陆娇。 娇娇, 对不起了, 让你受委屈了。 陆娇望了他一眼说。 事情都发生了, 说这些做什么? 只要一家人好好的就行。 谢云锦伸手握住陆娇的手术, 那我们就先将就一碗吧。 若是今夜梁子文没动静, 明天再好好收拾收拾。 陆娇点了一下头, 带着四个小家伙躺下了。 谢云锦迅速躺到陆娇身边, 陆娇有些无语地望向他。 谢云锦立刻笑着开口, 我想和你说说话, 睡在一起, 不吵到四个小家伙。 陆娇还能说什么, 只能任由他了, 而且他也觉着自己睡不着, 想找人说说话。 夫妻两人躺下之后, 谢云锦伸手握住陆娇。 娇娇, 你就别担心了, 我已经安排妥当了, 除了我谢宅的人负责守护在宅院各处, 外围照捕头, 也带了一些捕快把守着呢。 陆娇听了谢云锦的话, 总算是松了口气。 想到李文斌引梁子文来对付他们, 陆娇就对这人不喜, 愤为地憎恨。 我实在想不透李文斌害你的理由, 他和你没仇没冤的, 为什么要害你呢? 谢云锦眸色冰冷地开口道, 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理由, 我一定会查出来的, 我一直以来都相信他, 结果我相信的这个人, 一直躲在暗处悄悄地害我。 谢云锦越想越气, 我想过郑志兴害我, 想过罗欣武害我, 却唯独没想过李文斌, 可结果却打了我自己的脸, 害我的竟是意想不到之人。 不过现在我已经知道他了, 后面肯定要抓他现行。 谢云锦说完, 呼得伸手抱住陆娇, 陆娇下意识地想要挣扎, 谢云锦却是按住他的身子, 不让他动弹。 娇娇,你别怕, 我会保护你和孩子们的安全的。 陆娇轻摇了一下头说, 我不怕, 我一个死过一次的人怕什么? 谢云锦立刻伸手, 捂住了陆娇的嘴, 别说了, 快睡吧。 陆娇窝在他的怀里头, 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谢云锦则是没有睡, 低头看着怀中躺着的娇妻, 旁边的幼儿, 总觉得哪怕是吃糠宴菜, 只要有他们陪伴在自己身侧, 就是此生最快乐的时光。 夜半, 整个谢宅的人都已经陷入沉睡, 暗夜之下, 树道身影悄悄地闪了出来, 有人在谢家的上风口方向开始释放迷烟, 烟雾过后, 树道身影闪身直奔谢宅而来。 很快, 谢家后院窜起了火光, 不过火光一起, 谢宅内就有人动了, 击到身影闪身直奔黑衣人而去。 暗夜之下, 打斗声清晰地传了开来, 怀娇等人因为睡在倒作房里, 所以不受迷烟的影响, 后院打斗声一起, 他们就惊动了, 不但谢云锦怀骄被惊动, 就连四个小家伙也都被吵醒了。 四小只一脸惊吓地睁开眼睛, 第一时间感觉自己睡的地方怎么好像变了, 他们怎么睡到地上去了, 四个小家伙迷糊地开口。 我们睡在了什么地方啊? 嗯, 这是哪儿啊? 好像有人打架了。 啊, 怎么有亮光啊? 谢云锦和陆娇听到四小只的话, 立刻出声。 别怕, 你和娘在呢。 四小只一掉头, 看到谢云锦和陆娇立刻心定下来, 四个小家伙主动靠近两个大人的身边, 谢云锦望了一眼陆娇和四个小家伙, 又开口说, 你们待在这儿, 别乱动, 我出去看看。 陆娇有些担心的, 谢云锦虽然脑子够实, 可是他不会武功啊, 要是碰上梁子文派出来的手下, 指不定就会受伤的。 还是别去了。 没事, 现在外面差不多结束了, 我出去查看一下情况。 陆娇想了想, 也由着他了。 行, 小心点。 谢云锦起身往外走, 陆娇温声地安抚四小只。 别怕, 今晚咱们家遭了贼, 爹爹安排的人守着, 我们不会有事的。 陆娇话音刚落, 门外, 李南天的声音再次响起来。 公子, 我们灭了火, 抓了几个放火的贼子, 属下按照公子的意思, 卸了他们的下巴, 让他们没有办法自杀。 上次意图抓陆娇的那些人, 落到陆娇的手里, 第一时间选择了自杀。 谢云锦怀疑, 那些人有家人在四大姓的手里头作为把柄, 所以只要落到坏人手里, 他们就必须得自杀。 这一次, 他命令李南天、周少公等人, 只要抓到杀人放火的贼子, 第一时间卸掉他们的下巴, 让他们没法自杀。 门外, 谢云锦冰冷如霜的阴沉的声音传了进来。 好, 立刻送到县衙, 我倒要看看, 是谁指使他们过来杀人放火的。 谢云锦话音刚落, 门里, 陆娇走出来叫了一声。 谢云锦。 谢云锦掉头望向陆娇, 陆娇飞快地交给他一种药, 小声地和他说。 这个药, 可以让人情绪狂躁, 焦躁。 你给那些贼人服下, 相信他们定然会说出什么。 到时候, 你们就可以抓他们背后的梁子纹了。 谢云锦听了, 高兴地接过去。 谢谢娇娇了。 陆娇摇头, 又叮嘱的。 你小心点。 谢云锦认真地点了一下头, 拿着药转身和赵布头把抓到的人送到县衙, 胡县令接到禀报, 连夜升堂审讯。 贼人被谢云锦用了药之后, 果然暴躁焦躁, 不但大骂梁子纹, 还交代出了梁子纹指使他们杀人放火的事情。 若是他们不照做, 家中的妻儿老小全都会被杀害, 所以他们只能听命行事。 天刚蒙蒙亮, 梁子纹在梁宅被人抓住, 押进了县衙大堂。 一大清早, 清河县的人就听说了这件事。 梁家梁子纹昨夜命手下火烧谢秀菜的家, 被赵布头带人给抓了。 胡县令接到案子, 连夜审理此案, 他的手下也供认不讳, 胡县令下令把梁子纹给抓了, 百姓知道这消息无不拍手称快, 梁子纹在清河县一向药物扬威惯了, 整日的欺男霸女, 现在被抓也实属活该。 胡县令审问梁子纹, 梁子纹承认, 自己指使人做出了这样的事。 不过, 他以为手下虽然放火烧了谢宅, 但是谢家无人死亡, 他自己也就不会担多大的事。 不过, 梁子纹刚一承认这样的事情, 县衙门外, 就马上冲进了好几个人, 状告梁子纹。 而在谢宅里, 陆娇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正在安抚四小枝。 好了, 现在没事了, 宝贝们别担心了。 四小枝虽然不安, 但却并没有多少惧怕, 因为陆娇一直跟他们待在一块, 他们心神安宁, 并不觉得害怕。 娘亲, 我们能怕? 大宝敏敏唇, 又问陆娇。 娘亲, 是不是又有坏人盯上我们家了? 大宝划路, 二宝三宝四宝, 全都望向陆娇。 陆娇看着四个小家伙不安地望着他们的样子, 心里头暗自下定决心, 必须得尽快除掉清河县的四大家族, 要不然一直拖着, 只会让孩子们不安定。 嗯, 其实就是先前抓二宝的那帮坏人, 不过你们不要担心, 我和你爹一定会想办法对付他们。 四小只一下子明白, 最近陆娇一直待在谢宅的原因。 娘亲这是不放心我们, 所以留在家里照看我们吗? 四小只心里很开心, 望着陆娇保证道。 娘亲放心, 我们不能出去。 大宝想得上次二宝被抓, 是因为韩家下人被收买的原因, 她立刻望着陆娇提议道, 娘亲, 我们让舅舅通知赵伯伯、 韩叔叔他们, 暂时不要把赵玉罗、 韩东盛他们送来了。 陆娇想了想, 点头同意了。 嗯, 行。 娘几个正在屋里头说话呢, 大门口呼得传来啪啪地拍门声, 又响又急切。 陆娇停住了说话声, 下意识起身走到窗前, 朝着外头望去。 他们现在睡的地方是倒作坊, 所以能从窗户看到大门口的情况。 谢宅的大门前, 此时停着两辆马车, 马车上下来好几个女人, 为首的是一个中年妇人和少女。 陆娇一眼就认出这两人, 这不正是梁子文的娘吴娘子和她的妹妹梁儒吗? 两个人带着几个丫鬟婆子在谢家的门前拍门呢? 陆娇眸色不善地望着门前的两人。 这两个人来我家做什么? 是梁子文被抓了吗? 陆娇正想着呢, 门外文书的声音传了进来。 娘子, 梁子文的娘和妹妹要见娘子呢。 陆娇根本就不想见他们, 直接沉声命令道。 木剑, 让他们滚, 梁家没有一个好东西。 不, 四大兴家族当中的人都不是好东西。 文老头听了陆娇的话, 转身就想把他们撵出去, 谁知道梁子文的娘和妹妹却是迟迟不肯走, 直接跪倒在了谢宅的府门前, 他们一起嚎啕大哭起来。 陆娘子, 求你饶过我家子文吧, 她年轻七少才会干出这样的错事来, 求你们饶她一次吧。 陆娘子, 我哥她是因为受了重伤才会干出糊涂似的, 就陆娘子放过她吧。 这秦和县很多人说陆娘子是大义之人, 心地善良。 陆娘子若是真的心地善良, 就和我们去县衙一趟, 说你愿意放过我哥哥吧。 这梁子文的妹妹倒是生了一张巧嘴, 还挺能说会道的。 屋子里头, 陆娇冷笑一声, 回身和四个小家伙说, 娘去处理一下, 你们跟冯芝姐姐去后院惯洗一下, 好不好? 四小只担心地望向她。 娘, 我们陪你去吧。 娘, 我们可以保护你。 对, 我们可以陪着娘。 娘, 我们一起去。 陆娇笑了起来, 扬了扬手说。 放心, 娘亲可是很厉害的, 你们先去后院刷牙洗脸, 一会儿娘亲就过去和你们吃早饭。 四个小家伙看到陆娇笑意盈盈的样子, 心里终是放下心来。 好的。 陆娇叫了冯芝进来, 带四小只去后院洗刷, 她则是带着软竹一路往谢宅门前走去。 此时, 谢家门前站了不少的邻居, 邻居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说着良家人的不好呢, 不过, 其中也有一两个幸灾乐祸的声音。 哈哈哈哈, 他们叶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呀, 这别人家一直没事, 偏他们一家子来, 就事情不断。 还有, 昨夜差点没连累到我们家也被火烧了呢。 说话之人正是隔壁苏家的婆媳, 赵伯头的娘子卢娘子, 立刻不悦地瞪向苏家婆媳两个。 你们闭嘴吧, 云锦家昨夜差点被烧死, 你们还幸灾乐祸地说这些, 是人吗? 刘奶奶直接开喷。 嘴上鸡点儿得吧你们, 指不定哪天遭报呀, 作走了儿媳还不死心, 还想干什么呀? 你们的罪在后面呢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你们要是再说娇娇家不好, 看我老婆子不撕了你们的嘴, 你们自己什么德行的人自己不知道吗? 啊? 没事回家去吧你们。 苏家婆媳两个被怼得灰溜溜地走了, 众人又掉头望向谢家门前梁子文的娘和妹妹。 你们? 你们家儿子丧心病狂地做出这样的事, 竟然还有脸跑到人家家来求情? 你们的脸哪, 哎呦, 可是真大呀。 对, 能养出那样心狠手辣的儿子, 你们肯定也是心狠手辣的人。 清河县人就没有不讨厌四大姓人家的, 之前清河县的物价就是被这四家给抬高的, 幸好胡县令组建了商会, 降低了物价。 大家一提起张梁、曹汪四家就心里暗恨, 恨不得捶死他们。 梁子文娘和妹妹本来想借着别人之口逼陆娇放过梁子文, 没想到自己却是成了众矢之地遭了众人的怒怼, 两个人既生气又担心儿子, 最后在卸家门前哭声连连。 我不活了, 这日子真的没法活了,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你们这样对我们呀, 我活不了了。 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们, 我们真是没法活了。 两母女正在哭闹呢, 陆娇带着人走了出来, 她一出来, 梁子文的娘和妹妹就泪眼模糊地望向她, 哀求起来。 陆娘子, 我知道你一向心地善良, 求你放过我家子文吧。 陆娘子, 求你放过我哥哥吧, 等她出来, 我们定让她来卸家跟你们赔礼道歉。 还有, 我保证我哥哥, 以后再也不会找你们麻烦了。 母女二人的话使得四周的乡林担心起来, 陆娘子不会真的放过梁子文吧, 她确实心地善良, 众人正想着, 陆娇美好气地开口道。 你们这是要道道绑架我吗? 还我心地善良, 我心地善良是针对善良的人, 不是针对你们梁家。 梁家什么样的人, 我不说, 整个清河县的人都知道。 那梁子文, 能一言不合就火烧谢宅, 说明你们梁家都不是善类, 你们这样的人, 我凭什么放? 陆娇话音一落, 四周众人皆拍手称快。 没错, 你们梁家什么东西, 自己心里没数吗? 之前清河县的东西卖得那么贵, 都是你们梁家做出来的, 你们梁家名下的酒楼贵得不得了, 钱庄的利息大的不得了, 那当铺专门欺骗老人。 没错,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是傻子, 任由你们欺骗呢? 只是没办法而已, 要不然谁会吃这样的亏呢? 梁子文娘和妹妹看到这样的场合, 气得心肝脾肺肾都疼, 两个人生气掉头, 怒瞪着谢宅周围的邻居, 最后, 他们不理会这些乡林, 盯着陆娇说。 陆娘子, 我家子文虽然让人火烧谢宅, 但火并没有烧起来, 也没有伤到你家的人, 就算县林判刑, 也不会治他什么大罪的, 你这样不依不饶的有什么意思呀? 这样, 你若是放过我家子文, 我家愿意赔偿, 你只管张口就行。 梁子文娘的话音刚落, 谢宅门前的青砖道上传来大大大的马蹄声, 一辆马车急速驶来, 车辆刚停下, 有人从马车上一跃而下, 直奔梁子文娘和妹妹而来。 大娘子, 你快回去, 家里出事了, 家里出事了。 梁子文的娘和妹妹脸色同时变了。 啊, 发生什么事了? 胡县令带人来我们家搜查公子的院子了。 梁子文娘和妹妹的脸色一下子变成猪肝色, 两人急匆匆起身, 顾不得理会陆娇了, 陆娇呼地叫了一声。 吴娘子。 梁子文的娘吴娘子停住动作, 掉头望向陆娇, 陆娇不紧不慢地说。 梁子文之所以针对我家相公, 是怀疑我相公算计了他。 事实上, 我相公没有算计他, 吴娘子应该好好地查一查, 是谁窜对了梁子文害了他, 这人恐怕是别有用心呢。 吴娘子听了, 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 他满脸恐慌地带着女儿上了梁家的马车走了, 后面, 邻居全都围到陆娇身边, 安慰陆娇。 娇娇啊, 你家没人受伤吧? 四个小家伙没有吓到吧? 是啊, 家里若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记得叫我们啊。 谢谢大家, 我家没什么事, 若是有需要, 肯定少不得要麻烦大家了。 陆娇和众人说了几句话之后, 带着阮竹回到后院, 陪四小只用早饭去了。 吃早饭时, 陆娇想到大宝之前和他说的话, 吩咐陆柜, 立刻派着林大去通知各家。 从今天开始, 小家伙们暂时不要来谢家上课了, 等过一段时间再说。 赵家、胡家、韩家等接到消息, 立刻表示, 不会给谢家添麻烦, 大家都懂。 上次韩家下人被收买, 导致二宝被抓, 若是这一次他们家再有下人被收买, 害得谢家四个小家伙又被抓, 实在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怎么样? 梁子文被判刑了吗? 谢云锦一直忙到下午才回来, 谢云锦点了一下头, 喝了两口汤, 这才停下来说。 判了死刑, 陆娇很是惊讶。 我们家又没有烧死人, 他怎么就判了死刑呢? 谢云锦冷笑一声, 望向陆娇沉沉地说, 娇娇, 你做梦都想不到, 梁子文做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 她害死了很多女人, 还非常变态地把那些女人埋在她院子的花圃下面。 事实上, 之前我们只查到了她害死了两三个女人, 结果不快从她家花圃下头, 足足挖出了十八具女子尸骨。 谢云锦说到最后, 面容说不出的冷冽阴沉, 心里对四大家族的人认知更深了一层, 本来以为他们已经够坏了, 没想到, 他们居然如此可恶。 小小的伤骨, 竟然残害如此多的人命, 这说明贫穷的地方, 百姓越发地求个无门。 谢云锦想到这些, 心里忽得生疼起一股信念来, 若是日后她真的能考中近视, 就好好谋个外职, 到地方上当县令, 替百姓多做些好事。 她这念头刚落, 又下意识望向一侧的陆娇。 娇娇, 若是日后我真的能考中近视, 谋求一个外职, 你看怎么样。 陆娇愣了一下, 倒是挺赞同的。 行啊, 我相信你若是当县令, 定教百姓有冤可深, 有饭可吃, 有衣可穿。 陆娇的话使得谢云锦心中信念更深, 心里初步有了想为百姓 做些什么事情的意念。 梁子文杀人案, 轰动了整个清河县城, 整整十八具的女性尸体 从花圃的下头被挖出来了, 人人都骂着梁子文是狗娘养的, 骂她丧心病狂泯灭人性, 大家对于她三日之后就要问斩之事, 皆拍手称快。 梁家却是仍旧不死心, 连夜派人去府城那边请府城知府帮忙, 然后送了一大笔的钱财过来。 梁城知府派人前来清河县提案卷, 复审此案。 胡县令知道, 这案子若是调到了宁州府, 梁子文肯定死不了, 就算是表面上死了, 那也是炸死。 胡县令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立刻让赵博头去把谢云锦叫过来。 谢云锦正和陆娇陪家里头的思小枝 在玩算术抢达游戏呢, 一家子玩得正开心时, 门外的陆柜急匆匆地进来禀报。 姐夫, 赵博头来了, 脸色很是不好看。 谢云锦和陆娇心里咯噔一下, 眼下众人最关心的就是梁子文杀人案, 不会是这杀人案有什么反复吧? 谢云锦没了玩耍的心思, 让陆柜立刻把赵博头请进来。 陆柜应声而去, 陆娇让冯芝带四个小家伙去洗刷一下睡觉。 眼下正是十月底, 青河县虽然地处南方, 不太寒冷, 但是天气已经比较凉了, 用不着天天洗澡。 冯芝应声带着四个小家伙回到后院房间去洗刷。 谢云锦和陆娇招待了赵博头, 赵博头一看到他们, 就心急开口道。 玉锦, 陆娘子, 事件有变化。 发生了什么? 谢云锦和陆娇脸色都不大好看, 若是梁子文不死, 他们还要遭到他们的报复呢? 这个人相当地疯狂。 赵博头飞快地说, 梁家花钱, 请宁州知府帮忙了。 宁州知府命人, 请来提赴此案, 要把人提走。 只要人已被他们带走, 就死不了了。 就算定了梁子文的死碎, 判了此刑, 恐怕也是找的人代替。 谢云锦和陆娇听了赵博头的话, 某次说不出的阴冷。 赵博头在一边说, 但宁州知府乃是胡县令的上署官, 他又提神此案, 我们根本没办法阻止。 眼下胡县令正在那边和人攀撤, 投缘时间呢,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谢云锦抬手捏捏眉心, 暗自思索道, 我们想办法在半道上截杀梁子文, 无论如何, 绝不能让他活着。 赵博头沉默了, 一侧的陆娇开口说, 不行, 你让人半道截杀梁子文, 很容易暴露自己。 我们和梁子文有仇, 人家前脚把人提走, 后脚就在半道遭人截杀, 何况四大姓人都知道我们身边有厉害的高手。 他们若是和宁州知府说, 转开软住他们, 就要被提过去审查。 陆娇说完, 宁眉沉思道, 给他用药吧。 陆娇其实并不想用自己所学的东西害人, 但梁子文这种人渣必须得死, 他不死的话, 就是别人死了, 将会有更多的人惨遭他的报复, 所以他必须死。 陆娇想着, 望向赵博头说, 你等我一下, 我去取点药来。 陆娇回到后院, 从空间里头, 取出了一种会导致心衰的药, 递给赵博头。 这药, 你想办法悄悄放进水里面, 让梁子文喝下, 这药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事的, 当人激动, 使心跳跳动过快的时候, 他才会产生效应。 梁子文被人带走, 很快就会知道自己不会死, 到时候, 他肯定很兴奋, 很激动, 那时候, 就是他的死期, 不过那时候, 他已经出了清河线, 就算他发生什么, 也算不到我们的头上。 临床上, 若是解剖尸体, 能从心脏当中查出致死原因, 不过眼下的武作既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也没有那些先进的仪器来检查, 所以最后, 他们至多归结于梁子文有心急。 赵博头激动地接过药, 高兴地开口道, 哎, 行, 这事我会办头的。 他说完, 转身大步地走出去, 后头的谢云锦眉目沉郁, 好半天都不吭声, 一侧的陆娇伸手推腿的。 怎么了? 有些气氛, 当官的竟然不为民做主, 还包庇杀人凶手, 甚至想方设法替他脱罪。 这样的官员, 还不如不要。 陆娇听出来, 他说的正是宁州知府, 有贪官, 也有清官, 我相信云锦你日后, 肯定是为民着想的清官。 陆娇这么一夸, 谢云锦的心情就好多了, 眉目寒情地望着陆娇, 谢谢娇娇这样相信我, 我一定会努力做个为民做主的好官的。 他话落, 呼得伸手抱住陆娇, 娇娇, 你一定要在我的身边督促我, 提醒我, 做个好人, 做个好官, 那样, 我才不会走上歪路的。 陆娇生生被他逗笑了。 好啊, 只要你不怕烦, 我会随时提醒你。 不怕的, 我最喜欢娇娇提醒我了。 谢云锦画落, 敷的俯身贴在陆娇耳边, 闻声低语道, 娇娇,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睡, 谈谈人生理想, 怎么样, 想想也挺不错的。 陆娇完全想不到这人的画风怎么转得这么快, 呆愣之后又直接推开他, 转身就走, 一边走还一边说。 做什么美梦呢? 我走了。 后头的谢云锦忍不住笑起来, 其实他就是临时逗路交的, 这一天天的遇到这么些糟心事, 心情实在是算不得好, 他没事多逗逗交交, 让他的心情放松点。 梁子文被宁州之府提走之后, 很快就爆发了心急死亡了。 梁家以及宁州之府怀疑, 胡宪令对梁子文做了什么手脚, 但是武座验尸之后, 并没有查出任何相关的痕迹来。 尸检也没有检查出下毒的痕迹, 最后, 宁州那边下了定论, 梁子文犯了心急死了。 梁家人不相信梁子文死于心急, 他们家孩子究竟有没有心急, 难道他们会不知道吗? 但是他们苦于找不到证据。 梁子文的娘吴娘子想到陆娇来, 一口咬定, 一定是那陆娇对梁子文做了什么, 才会把梁子文害死的。 陆娇可是个厉害的大夫, 他若想做点什么手脚, 那肯定是查不出来的。 吴娘子愤怒地想要带人报复陆娇, 却被梁家大家长给阻止了。 梁子文已死, 再报复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而且谢云锦和陆娇摆明了不是善叉, 他们可是妥妥地大反派呀, 他们还得小心筹谋才是。 行了, 别闹了, 下葬吧。 梁家老太爷脸色极其难看, 这个孙子, 他一向疼宠, 没想到, 最后竟然死得这么凄惨, 他的心里真的不好受。 梁子文的妹妹梁儒, 想到追前陆娇曾经说过的话, 提醒自个儿娘。 娘您忘了, 陆娘子说的话了, 哥哥他是被人暗算了。 吴娘子一想到这个, 立刻望向梁老太爷说。 子文他是被人暗算了, 老太爷, 你一定要查出那个坏人, 替子文报仇啊。 梁老太爷立刻追问细节, 然后命人去查办这件事。 最后查来查去, 查到了李文斌的头上, 梁家一家人逼上了张家的马。 你张家, 若是不给我梁家一个交代, 这事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我孙子不能就这么白死了, 若不然, 你把你的孙女婿交出来, 给我们梁家处置, 我要杀了他, 替我孙子抵命。 梁老太爷指着梁家的一个下人, 望着张老太爷。 你们也别和我狡辩, 这是李文斌的小四, 之前和他合作演了一出戏, 故意跑到我孙子所在的地方, 说我孙子之所以杀了那个地方, 是谢云锦动的手脚。 梁老太爷现在了解了谢云锦这个人, 怀疑孙子之所以会失去命根子, 真的很有可能就是那谢秀才暗中使的诡计。 但若没人跑到他孙子面前说, 他孙子不会跑去和谢云锦算账, 他也就不会死了。 所以眼下, 他最想清算的就是张家的孙旭李文斌, 其次才是谢云锦。 张老太爷脸色别提多难看了, 本来最近四大家族的处境就已经够不好了, 结果还闹出了这样的事情来。 张老太爷脸色不善地掉头望向李文斌的小丝, 被梁家人打得鼻青脸肿的都快让人认不出来了。 不过, 这人确实是李文斌的小丝。 张老太爷掉头望向张碧烟问, 你那个不成器的男人现在哪儿去了, 让他过来。 张碧烟立刻吩咐人去叫李文斌, 李文斌正好在家, 他跟在下人的身后一路走了过来。 这两天李文斌一直提着一颗心, 生怕梁子文的事情爆发出来, 现在听到下人过来叫他, 他就更加地不安了, 一路上他在不停地询问下人, 张碧烟叫他过去所谓何事, 可惜那下人一个字都不说。 李文斌战战兢兢地一路进到张家大厅, 他人刚一进去, 迎面便是一鞭子朝他狠狠地抽过来。 你个可恶的东西, 我让你暗中算计谢云起, 你倒好, 竟然动起梁子文的主意, 你这胆子可真大啊。 李文斌躲闪不及, 被张碧烟的鞭子狠狠地抽了个正着, 一鞭, 两鞭, 三鞭, 闪电三连鞭, 鞭鞭狠辣, 李文斌怎么躲都躲不开, 最后他被抽得直嗷嗷地叫唤着, 别打了, 别打了, 你想打死我吗? 张碧烟闪电五连鞭八连鞭, 一连抽了十几鞭子才肯罢手, 此时的李文斌身上就没一处完好的皮肤, 脸上身上到处都是血痕, 整个人狼狈极了, 半点不见读书人的文雅, 厅堂内所有人都冷漠地望着他, 下人看他的眼神里更是充满了幸灾乐祸, 李文斌看着这一切, 羞愤地恨不得当场死过去, 他李文斌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一个境地呢? 他虽然狼狈, 但是梁家老太爷并没有这样放过他, 梁家老太爷起身怒瞪着李文斌, 大吼道, 李文斌, 你个大我插门的穷鬼, 竟然算计我的孙儿, 你打量我梁家好欺负是不是啊? 李文斌哪里敢承认这样的事啊, 他赶紧摇头, 我没有啊, 梁老太爷冷笑了, 摇头指了指地上和李文斌一样被打得凄惨的小私人, 你这个小私都交代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 李文斌掉头, 望着自己的小私, 跟了他好几年了, 他以为自己已经收复了这个小私, 没想到, 也遇到事情, 这人还是把自己交代出来了, 李文斌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他入张家门, 真是入错了, 无但让人瞧不起, 而且张家也不会成为他的跳板石的, 张家人也不会为他所用, 他入赘张家, 真是入错了, 梁老太爷看李文斌不说话, 大喝一声道, 来人, 把这胆敢算计我孙儿的人, 带回梁家去, 李老太爷刚一叫完, 张碧烟就出声了, 梁老太爷等一下, 李文斌听了张碧烟的话, 心里生腾起希望来, 希望自己的这个妻子能够帮帮他, 可惜张碧烟冷漠无比的声音响了起来, 梁老太爷别急, 眼下他还有用, 我要让他去谋算谢云锦呢, 梁老太爷不敢吭声了, 谢云锦才是眼下他们四大家的劲敌, 张碧烟掉头望向李文斌说, 我问你, 你是去杀谢云锦将功赎罪, 还是要被梁家带走? 李文斌心里恨透了张碧烟, 当初听到张家招叙, 他立刻异动, 可张家的目光都停留在谢云锦, 郑志兴等人身上, 并没有放在他的身上, 他说不出的失望, 不过张家查到了谢云锦取了妻, 郑志兴也有了妻子, 张家没办法, 只得把眸光落到别人身上, 最后张家才看上了李文斌, 李文斌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借由张家的钱财, 平步青云, 可他没想到, 自己真是空欢喜一场, 他新婚第一日, 张碧烟就和他分床睡, 不但分床睡, 这女人还公然和他说他瞧不上他, 以后两人就做一对表面夫妻, 后来这女人更是有意无意地嘲笑他, 说什么品貌不如谢云锦, 才学不如谢云锦, 凭什么让他接受他, 因为张碧烟三番两次的嘲笑, 他恨上了谢云锦, 这才会出手去算计的, 李文斌沉声开口道, 我去杀谢云锦, 想供赎罪, 现在他落到这样的境地, 也只能这么做了, 张碧烟听了李文斌的话, 立刻掉头望向梁老太爷, 老爷子, 你看, 眼下他还有点用, 张碧烟说完, 掉头望向自家爷爷, 张老爷子立刻走到梁老爷子身边, 搂着他的肩膀, 搁脸好似的说, 走走走, 我送你两样东西, 就当给你赔罪了, 梁老爷子心不甘, 情不愿地就被拉走了, 梁家人也跟着走了, 正厅里, 张碧烟一挥手, 所有下人就都推了出去, 就连李文斌的那个小厮也推出去了, 张碧烟走到李文斌面前, 居高临下的望向他, 冷讽道, 我希望你别再耍你的那些小心机了, 真当别人全是傻子, 只有你一个人是聪明人吗, 我给你三天, 三天后你若是杀不了谢云锦, 我就把你对谢云锦做的那些事告诉他, 并把你交到梁老太爷的手里, 张碧烟话落, 李文斌的眼里就抱起了凶狠的光, 张碧烟冷笑一声说, 怎么, 想杀我, 你倒是杀一个看看, 李文斌瞬间说不出话来, 最后低头, 难难地说道, 我去杀他, 张碧烟点了一下头说, 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他说完, 转身往外走, 后头的李文斌叫起来, 说是我杀了他, 你不能再把我交给梁老太爷, 可惜张碧烟根本没理会的, 谢宅, 陆娇正替谢云锦以及四小只挑选布匹, 天气眼瞅着有些冷了, 所以得替家里人添些薄傲子, 另外, 家里的下人也需要添置一些衣服, 陆娇便让成衣店的人戴上布匹上门, 他们的衣服全都由邱婆婆和柳安来做, 下人们的衣服就由成衣店的人做, 正厅里摆了满满一厅的布料, 任凭他们挑选, 至于谢云锦, 全权交由陆娇做主, 陆娇从中挑选了几匹素蛋高雅的料子, 在谢云锦身上比划着, 怎么样, 你爹爹穿这个是不是很好看啊? 陆娇比划时还不忘问寻四小只, 四小只连连点头, 夸赞道, 嗯, 爹爹穿这个很好看, 三宝飞快地开口道, 我也要做这个, 陆娇眸光一转, 笑着开口说, 行啊, 那我就替你们父子五人, 一人做一身这个怎么样? 陆娇说完, 掉头望了一眼谢云锦, 啊, 你觉得怎么样? 谢云锦笑着说, 行, 话落, 他又盯向陆娇问, 不如你也用这块布料做一件宝袄, 这样一家子出去, 岂不是很吸引人吗? 陆娇被他说得笑了起来, 心想, 这不就是亲子装吗? 这家伙脑子倒是够灵活的, 行, 那我也做一件小宝袄, 四小只听了陆娇的话, 那就一个兴奋, 叽叽喳喳地说, 娘, 那我们一家下次出去游玩的时候, 就穿一模一样的衣服怎么样? 行, 陆娇的话音刚落, 门外, 陆桂走进来并报道, 姐夫, 姐, 李修才过来了, 他…… 陆桂一脸一言难尽的样子, 谢云锦和陆娇二人飞快地相视一眼, 然后两人又问陆桂, 他怎么了? 陆桂比划着说, 他浑身上下伤痕累累的, 一看就被人打了, 很狼狈, 很凄惨。 陆桂不知道李文斌害谢云锦的事情, 所以很同情李文斌, 谢云锦和陆娇让成衣店的人 把他们先前看过的布匹留下, 至于下任要做的衣服, 就让陆桂去处理。 陆桂应声带着成衣店的人出去招待, 陆娇又让冯芝带上四个小家伙 去后院喝点水, 吃点东西, 四小只多少有些不高兴, 他们喜欢和爹娘待在一起, 结果却是被人打扰了, 陆娇哄他们说, 先前不是说我们一家子穿一样的衣服吗? 你们想一想, 这衣服做成什么样式的? 待会儿和娘说, 啊, 对了, 也帮娘想一想, 娘做的保袄, 就什么样的花纹好? 陆娇一说, 四个小家伙就高兴起来, 大宝说, 好, 那我们回去就给娘亲赏这事儿, 四小只高高兴兴地跟着冯芝的身后去到后院, 谢云锦和陆娇等的小家伙们都走了, 这才命令林东把李文斌请进来, 李文斌很快走进谢家前院政厅, 说实在的, 若不是为了杀谢云锦, 李文斌不想让谢云锦看到自己今天这么狼狈的样子, 他和谢云锦一样是穷苦出身, 可现在, 两人简直是天差地别, 谢云锦有娇妻又子, 而且他成了胡县令的幕僚, 娇妻不但会一, 还是清河县商会的副会长, 关键人家两个人还非常的恩爱, 再看看自己呢, 张碧烟根本就瞧不上他, 碰都不让他碰的, 因为张碧烟不喜欢他, 张家上上下下全都瞧不上他, 连下任暗地里头都在笑话他, 李文斌越想越恨, 胸中一股子恶气挥之不去, 正听里, 谢云锦和陆娇望着李文斌, 看到他确实脸上身上满是伤痕, 一看就是挨了重打, 谢云锦和陆娇看到他这样, 心里头暗骂一声活该, 不过两个人脸上却满是惊讶, 李兄这是怎么了, 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要不要报关? 一听说要报关, 李文斌立刻摇头, 别报关, 我这伤是张碧烟打他, 谁? 谢云锦和陆娇以为自己听错了, 说实在的, 虽然他们厌恶李文斌, 想要抓住他, 但真没想到, 李文斌身上的伤竟然是他家娘子打的, 还以为是张家老太爷打的呢, 李文斌看谢云锦和陆娇, 惊讶地望向他的神色, 心中羞愤至极, 若不是为了示弱接近谢云锦, 他早就掉头走了, 可现在他不能啊, 他的任务都还没完成呢, 李文斌眼眶红了, 神情说不出的黯然神伤, 他一脸痛苦地跌坐在谢家正厅的椅子上, 伤心地说, 云锦, 你不知道, 我入坠张家, 张不一眼不淡不尊重我, 还动则打骂我, 我的日子真的太痛苦了, 说完, 眼泪就大刻大刻地落下来, 陆娇飞快地望向谢云锦, 撇撇嘴, 心想, 这是又想搞事了, 要不然好好地跑到我们家来说这些干什么, 谢云锦递了一记眼神给陆娇, 少安无躁, 别着急, 看看他想干什么再说, 谢云锦一脸虚语尾仪地和李文斌说, 李兄, 你别难过, 慢慢说, 哎, 对了, 你脸上的伤, 要不要先让人处理一下, 我们家有药, 可以先帮你处理一下, 李文斌伤心地摇头叹息, 身上的痛不及心里的痛啊, 云锦, 你知道我这几年是如何度过来的吗, 日日煎熬, 时时痛苦,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谢云锦谋色凉薄地望向李文斌, 不过, 李文斌此时只过着表演, 根本就没注意到他的神色, 陆娇直接翻了一记白眼, 心想, 受不了你不会合理啊, 说来说去, 还不是贪张家的那些钱, 正听李, 李文斌还在痛苦地说, 你们知道吗, 因为张碧烟不把我当回事, 整个张家个个看我不顺眼, 那些下人暗地嘲讽我, 说我是入追的女婿, 还说我一点本事都没有, 是个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 当初进张家的门是我愿意的吗, 是他们招惧我进门的, 现在竟然这样说我, 我娘辛辛苦苦地跟我读书, 好不容易我才考上了秀才, 我容易吗我, 要不是因为我娘的病, 我是不会考虑入张家门, 当他们张家坠续的, 结果到头来, 竟然这样对我, 谢云锦和陆娇二人听着他叙叙叨叨地说了老半天, 愣是没听出来他到底暗算谢云锦的哪个点呢, 又不是谢云锦让他入张家的, 也不是谢云锦让张家这样对的, 那他到底为什么要害谢云锦呢, 夫妻二人想不通, 最后两人听得完了, 谢云锦沉声开口, 阻止他继续往下说, 李兄, 你受了伤, 我们还是让下人先跟你处理一下伤口吧, 李文斌却是激动地站起身来, 望着谢云锦说, 李文斌一开口, 谢云锦就警惕了, 这李文斌好好的找他喝酒干什么, 他可是知道这个人存心想要害他, 这时候找他喝酒肯定是想算计的, 要不咱们来个将计就计, 谢云锦正想着, 一次的路交呼地出声道, 李秀才, 你看你受了重伤, 又和张娘子闹起来, 眼下也没有别的去处, 不如先在我谢家处理一下伤口, 然后住下来, 我呢, 让人准备一些酒, 让你和云锦喝上两杯, 去一去心中烦闷之气, 你认为怎么样? 李文斌一听, 张嘴就想反驳, 我演了这么一出, 就是为了把谢云锦引出去, 住在谢家怎么动手, 陆娇不等他说话, 又再次开口, 哎, 你应该知道的, 眼下张良曹王盯着我们家呢, 所以云锦他是不好出去的, 陆娇说完, 警告地忘了谢云锦一眼, 谢云锦一下子知道了陆娇的心思, 他猜出了李文斌的目的, 想对他动手, 我才不同意你出去冒险呢, 谢云锦只觉得心里很是甜蜜, 忍不住微微勾唇倾笑, 夫妻二人一刹那的眼神交流, 让李文斌看到了, 李文斌只觉得很刺眼, 恨不得生生地拆散了这对夫妻, 他过得那么不幸, 凭什么其他人就可以这么幸福呢? 最重要的是, 谢云锦还能娶到陆娇这样的娇妻, 而且还是他设计他的原因, 他设计的, 结果却给人家弄来这样一个厉害的有本事的娇妻, 而且他们两个居然还这么恩爱, 自己怎么还成了他们两个人牵线搭桥的越老了? 李文斌越想, 心里就越难受, 陆娇掉头望向他, 不等他再说话, 就下达了命令下来。 林东, 代理秀才去处理一下伤口, 给他安排住下来。 林东应声道, 是, 娘子, 李公子, 请跟我来。 他说完, 转身恭敬地就请李文斌下去处理伤口, 李文斌也不想留下, 他想把谢云锦请出去, 可陆娇刚才说过了, 眼下四大姓家族盯着他们, 他这时候坚持要谢云锦出去, 只怕他们就要怀疑他别有用心了, 所以他只能暂时留在谢家。 李文斌这么想着, 谢过陆娇便转身跟着林东出去了, 正听里, 陆娇坐在谢云锦身边, 压低声音说, 这是来者不善的, 他这一次出现, 很可能是张家逼迫他出手对付你, 你要小心一点, 另外, 这几天, 你不要去书院读书, 就待在家里面, 我倒要看一看, 这李文斌, 在我们家要如何动着手脚。 陆娇离得谢云锦极劲, 身上淡淡的微干的药香味, 钻进了谢云锦的鼻子里, 谢云锦只觉得好闻至极, 他望着近在咫尺的娇娇的容颜, 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 一双眼睛控制不住地落到陆娇的红唇上, 陆娇的红唇, 润泽又柔软, 就好像美味的糕点一般, 引诱着男人去品尝的。 谢云锦神思不守起来, 最后下意识地俯身亲了上去, 陆娇呆愣住了, 他忘了去反应, 谢云锦一亲之下, 也知道自己好像有点唐突了, 又舍不得放开。 他重重地压了一下, 生怕陆娇怪罪的, 急错地起身转身就走。 我去看看李文斌。 说完, 他脚步慌乱地转身逃走了, 后面陆娇反应了过来, 先是有些恼羞, 后来忍不住笑了起来。 谢云锦刚才的那一记吻, 只是清楚一下, 稍稍地压得重了一点嘛, 并不算什么真正的亲吻。 而且他看那家伙的样子, 似乎并不知道这个吻算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吻。 陆娇越想越觉得好笑, 尤其是想到谢云锦惊慌失措逃离的样子, 更觉得好笑至极, 反倒是忘了去责怪他了。 谢云锦一离开正厅, 就抬手摸上了自己的唇, 好半天才平复胸腔里那颗急促跳动的心。 他心想, 佳佳的唇好软啊, 就是亲吻的时间太短了, 我都还没有好好地感受一下呢。 谢云锦心里有着淡淡的遗憾, 下次, 下次再亲他的时候, 我一定要亲的时间长一点, 不过, 不知道娇娇有没有生气呢。 谢云锦暗自思索着, 也不敢回去看陆娇有没有生气, 带着人直接去查看李文斌的情况。 晚上, 陆娇整好了一桌菜, 招待李文斌。 这里是谢宅, 又有陆娇在场, 李文斌不敢动什么手脚, 因为陆娇的医术很厉害, 梁子文的死, 四大家族的人都猜测是被人动了手脚的。 其中, 最有力的说法是, 梁子文被人下了药, 那么, 这药一定就是这位陆娘子弄出来的东西。 李文斌不敢在陆娇面前搬门弄斧, 以防被发现, 所以这一顿晚饭吃得很安稳,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一整晚, 李文斌都有些心不在焉的, 谢云锦也是这样, 他时不时总是会偷看陆娇几眼, 看到陆娇神色如常, 谢云锦的心里就会暗自猜测。 娇娇应该没生我的气吧, 那下次我可不可以再亲一下? 嗯, 如果再亲的话, 我一定要亲的时间长一些。 谢云锦眼神总是若有肆无地落到陆娇的唇上, 陆娇第一时间看到了, 立刻抬头瞪了谢云锦一眼, 心想, 你还想得尊净齿吗? 不敢了, 不敢了, 谢云锦立刻回给他一个笑脸, 夫妻二人的交锋落到李文斌的眼里, 更是刺激得他的眼睛都红了。 行什么, 凭什么人人都幸福, 只有我落到这样的下场? 李文斌一边想着, 一边低头喝酒, 结果就因为气闷喝多了酒。 谢云锦和陆娇本来还想从他嘴里套点什么出来, 结果这人喝醉了酒, 睡得就跟死猪似的。 最后, 谢云锦唤了林冬进来, 把李文斌扶出去休息, 李文斌一走, 正厅里头只剩下夫妻二人, 谢云锦赶紧道歉。 娇, 娇娇, 其实下午的时候, 我就是情男资金, 所以才会…… 陆娇美好气地警告他, 下次再敢不经过我同意胡乱七, 看我怎么收拾你。 陆娇说完, 就不想再继续这话题了, 他起身打算往后院走, 后头的谢云锦惊讶地望了陆娇一眼, 心想, 就这么轻松地过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下次我还敢? 谢云锦勾唇倾笑, 陆娇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 转身带人去后院, 给四小枝唱儿歌去了。 第二天, 谢云锦早早起来到后院叫四小枝, 没让人惊动怒叫, 父子五哥到西边的小型练武场跑步, 蹲马步, 站桩, 压腿, 压肩, 练习旋子, 不但四小枝积极练习基本功, 就是谢云锦也在积极练习。 李南天说过了, 就算是年纪大了, 一样可以练出内力来, 只不过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领悟罢了。 谢云锦听说之后, 决心带领四个小家伙, 跟着李南天学习练武, 一年不行就两年, 两年不行就三年。 他相信, 只要自己坚持, 早晚有一天会练出来的, 那时候他就可以保护娇娇了。 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 谢云锦一点都不害怕吃苦。 四个小家伙由爹爹两战, 愈发地啃下功夫了, 之前陆娇就和他们说过了练武的好处, 大宝三宝和四宝, 由最初的心不在焉, 到现在努力认真的练习, 现在, 再加上爹爹的榜样力量, 他们就更加努力了。 负责五个练习起来, 也是格外刻苦。 李南天看了, 心为不已, 父亲榜样的力量, 真是太重要了。 练武场里, 父子五个开始练习旋子。 旋子是武术当中的一种基本功, 很好救人的耐力。 父子五个一个也不嫌吃苦, 个个咬牙坚持练习。 练武场边, 李文斌看着场上一大四小五个身影, 眼里的音域几乎都快要喷射出来了, 那五个就像舞蹈光似的耀眼。 他可以想象得出来, 假以时日, 谢家这四个小子不会输于他们的父亲, 到时候谢家将是多么耀眼的存在啊。 一想到那样的场景, 李文斌行李就涌起了十股的恨意。 他李文斌入坠张家, 本想借着张家这块跳板, 一跃而成为人上人。 没想到, 自己入张家非但没能得到半分的好处, 反倒是意外算计谢云锦, 让谢云锦意气风发起来, 他真是太不甘心了。 谢云锦和四小之恋了一会儿, 就感觉到身后有一道令人不舒服的眼光, 落到了他的身上。 他下意识地回头望了过去, 看到李文斌正站在练武场边, 极恨地望着他们负责几个。 那阴郁的眼神仿若蛇童一般阴暗狠毒。 不过, 李文斌一看谢云锦望的, 立刻收敛好脸上的神色, 快步地走过来, 羡慕地开口说, 云锦, 你家四个小家伙长得可真出色啊。 李文斌说完, 低头打量四小之, 原来看四个小家伙 就像四根干瘪别的小习惯, 现在再来看他们 却是四个灵动可爱的小天使, 这样的他们并没有让李文斌喜欢, 只是让他心中更加的嫉恨罢了。 谢云锦看李文斌眼神一刹那涌起的嫉恨之意, 知道他这是嫉妒他有四个可爱聪明的儿子呢。 不过, 他对他儿子的嫉恨之色, 让谢云锦心思极其地恼怒, 这个人, 他是绝对不容许他活着的。 若是他活着, 就像是一根毒刺, 无时无刻地不像一条毒蛇一样盯着他们家, 随时都想要暗害他们, 所以他必须死。 谢云锦心里想着, 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不过眼眸中半点温度都没有。 他们自然是最出色的, 我的儿子怎么可能会差呢? 他口气里有着父亲的骄傲和自豪。 四小只听了谢云锦的话, 越发努力认真地练习旋子, 虽然每张小脸都已经练出了汗水, 却依旧咬牙坚持。 李文斌听了谢云锦的话, 心里就像是火烧一般的难受。 他不想多看四小只, 掉头望向谢云锦说。 云锦,天色不早了, 我们吃过早饭就去书院读书吧, 明年相识在即, 可不能误了正事。 李文斌一说, 四小只就懂事地开口道。 爹爹, 你先去吃早饭, 我们再练一会儿。 谢云锦去笑着和儿子们说, 这几天爹爹不打算去书院读书, 就在家里读书, 顺便教你们画画。 四小只停下动作, 惊喜地掉头望过来。 真的吗? 嗯。 李文斌着急了。 诶,云锦, 好好的怎么不去书院了? 明年就是乡试啊。 虽然你聪明, 但也不能骄傲啊。 谢云锦嘴角勾出激愁的冷笑, 心想。 哼, 这是担心我不出门, 没法对我下手吧。 谢云锦神色不动地望着李文斌说, 先前不是和你说了, 四大家族盯上我, 我现在有些危险, 所以这几天不去书院读书, 就在家里温习了。 哎, 李兄, 我们关系这么好, 你告诉我一下, 张家, 有没有指示人暗中对我下黑手啊? 谢云锦一副哥俩好的样子, 李文斌的脑子现在很乱。 谢云锦不去书院读书, 我又怎么下手啊? 张碧烟那个女人可是只给了我三天时间, 要是谢云锦三天不去学校, 那不就没办法对他下手了? 这怎么行? 不行。 李文斌心里周急得不得了, 望着谢云锦再劝道, 云锦啊, 咱们还是去书院读书吧, 四大家虽然想算计你, 可你身边不是有软开吗? 软开会武功, 四大家的人肯定是算计不了你的。 谢云锦呼地掉头盯着李文斌开口道, 李兄一直叫我去书院做什么啊, 我在家里也可以读书啊, 虽说书院环境好, 但我家里环境也很好, 没人打扰我的, 这几天我就不去书院了, 我觉得对我的学业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倒是李兄你一副极切的样子, 我总觉得这事有些不对啊。 谢云锦说完, 又呼地盯着李文斌问, 不会是张家指使李兄把我引出去的吧? 李文斌脸色立刻变了, 飞快地开口道, 云锦, 你胡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那么做? 我们是同窗, 是好友, 我怎么可能会做那样不好的事情? 谢云锦死死盯着李文斌, 李文斌被吓得浑身直冒冷汗, 直到谢云锦放过的。 好, 我相信李兄说的话, 李兄乃是读书之人, 读书人最知礼仪廉耻, 怎么也不会苟同四大家族做出这等事情来。 哼, 他们那样的小人, 我等不堪与之为伍, 我相信李兄也是和我一样的想法。 李文斌现在还能说什么? 赶紧点头。 是是是。 谢云锦说完望向李文斌。 诶, 李兄, 你说伤了, 也不必去书院了, 就暂住在我谢家两天吧。 你脸上有伤, 若是去了书院, 同窗问问起来, 你也不好说, 对不对? 李文斌一想同意了, 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看能不能找到机会对谢云锦动手。 要是他离开谢宅, 谢云锦不出去, 他根本不可能在三天的时间内对他动手。 好, 那就麻烦云锦你了。 谢云锦眸光冷冽, 抬手轻垂了一下李文斌的肩膀。 唉,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之前我瘫痪在床, 你还能去看我, 那时候我就当你是我最好的兄弟了。 李文斌冷嘲, 心想。 哼, 我那是想去看看你的落魄样子。 不过面上, 他却表现得很是激动。 那, 我以后也当云锦是兄弟了。 两个人说话的功夫, 四小只已经练完了李南天每天规定的旋子, 四个小家伙满头大汗地跑过来。 爹爹, 我们去后院洗澡了, 娘亲应该醒过来了。 嗯, 你们去吧。 四小只转身, 和四个陪伴他们练舞的小家伙说。 你们也回去洗洗, 吃点东西。 是, 小公子。 两帮小家伙分头离开, 谢云锦也和李文斌说着话, 往前院正厅走去。 李文斌吃过早饭, 便回到房间去休息了。 谢云锦则去后院找到陆娇, 陆娇正和四个小家伙吃早饭, 并问他们早上练舞的情况。 大宝一直想做一个让爹爹骄傲自豪的孩子, 所以他生怕爹爹对他失望。 谢云锦在的时候, 他就会格外努力, 不想让爹爹失望。 二宝是本来就喜欢练功, 十分地自觉。 三宝和四宝牢记陆娇的话, 练舞才能爬山柴草药, 练舞才能有好的身体, 赚钱养娘养妹妹。 你要亲放心, 以后我们会努力地练习功夫的。 陆娇看了看, 很是满意。 他能看得出来, 四小只不管喜不喜欢练功, 都决定努力练功夫了, 这是一件好事。 嗯, 今天你们辛苦了, 多吃点。 桌上满满一桌的点心和好吃的, 有羊奶, 鸡蛋, 粥, 还有各式的包子小菜什么的。 四小只每天定量补充营养, 半点都不挑食。 这导致他们身子窜得极快, 以前陆娇刚过来时, 他们的身高刚刚过陆娇的膝盖, 现在却已经窜到大腿了, 很快就要急腰了。 当然, 这其中肯定少不了陆娇灵泉水的原因, 不过就这么养下去, 不出意外, 他们身高绝对不会低于他们的爹。 桌上, 四个小家伙一边吃东西, 一边和陆娇说, 娘, 早上爹和我们说, 这几天不去书院读书, 就在家里读书, 爹他还要教我们画画呢。 对, 爹画画可厉害了, 上次帮我们画了一个小院子, 和我们家原来的小院一模一样。 没错, 我们每人一张呢, 四张画像都差不多。 是啊是啊, 我学会了也要把我们家画出来。 几个小家伙高兴地说着, 陆娇笑望着他们, 看到他们长得阳光又健康, 心里很是满足。 门外, 谢云锦正好进来, 看到这样的画面, 心软得几乎都快要溢出水来了。 他眸光落到陆娇身上, 然后就再也移不开了。 陆娇掉头看到他, 立刻关心地问。 你吃过没有? 谢云锦笑道, 吃过了。 陆娇点了一下头, 看四小只吃过早饭, 自发地下地到一边去洗手术口去了。 他们洗漱完了之后, 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就走到谢云锦和陆娇面前, 和他们亲热地说。 爹娘, 我们去前面上过了。 去吧。 陆娇摆手, 四小只却是没走, 望着他呢。 那可爱的小模样, 就像嗷嗷待哺的小乌鸦似的。 陆娇一看就知道, 他们正在等着陆娇亲亲呢, 于是就俯身一人亲了一下他们的脸蛋。 乖乖上课哦。 好感情。 四个小家伙转身又和谢云锦打招呼。 爹爹爹爹爹。 四个小家伙走了, 陆娇一掉头, 看到谢云锦眼神热气地望着他的唇, 他的脸颊不由一烫, 没好气地瞪了谢云锦一下。 看什么呢? 谢云锦脸颊微微发红, 赶紧调转视线, 坐到陆娇身边, 轻声道。 没看什么。 陆娇没再纠结这话题, 而是挥手让厅堂内的众人全都出去, 等冯芝等人出去之后, 他从袖子当中取出一种药来, 递到谢云锦的手上。 这十字人肾衰的慢性药, 你给我下到李文斌喝的水里面。 陆娇没有问就知道, 李文斌不会走, 他想算计谢云锦, 谢云锦不出去, 他暂时是不会走的。 陆娇想到李文斌三番两次地对付谢云锦, 就不打算留他, 如果是以前刚穿来, 他还不会这么心狠, 因为他生在法治社会, 但是在经历过沈秀的事之后, 他就知道了, 对敌人的仁慈, 有时候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敌人他们永远不会收手, 所以他得抢先一步打回去, 让他全无出手之力。 谢云锦却是有些担心, 这个药…… 眼下, 李文斌可住在谢家, 如果是在谢家出事, 他们家可就担上一条人命官司了, 关于这个, 陆娇自然也是知道的。 放心, 这是慢性毒药, 扶下去之后, 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任何的, 和影响, 这个药可以治人肾衰, 肾衰之后需要记嘴, 这和油腻麻辣海鲜腌制的东西都不能够吃, 若是吃了, 就会加重病情, 后面就会不治而亡, 这个病就是别人去查, 也不会查到任何的破绽, 所以你别担心, 不过你下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好, 这一点谢云锦还是能做到, 两个人正在说话, 门外, 陆桂走进来禀报道, 姐夫, 姐姐, 韩公子过来了, 谢云锦摆手让陆桂把韩童请进来, 陆桂退出去以后, 谢云锦望着陆娇说, 娇娇, 我和韩童组建了一个商队, 商队专门负责到边境采购货物, 南边的货物运到北边去卖, 北边的货物再卖到南边去, 这样从中牟利。 你看我这生意点子怎么样, 能赚钱吗? 陆桂惊讶地望向谢云锦, 这主意不错呀。 可以啊, 云锦你不但读书好, 做生意也不弱嘛。 谢云锦立刻笑起来, 听到陆桂的夸赞, 她就觉得特高兴, 周身特舒坦。 以后我要读书, 这桩生意就交给娇教你打理, 怎么样? 啊? 这回换作陆娇惊讶了, 她掉头望向谢云锦, 巨人怎么把自己的生意交给她处理了? 谢云锦看到陆娇惊讶的样子, 忍不住说, 你不是说男人赚钱都上交到女人手里吗? 你不是说男人有钱就会变坏吗? 以后我们家的钱就全都交到你手里, 这样我就不会变坏了。 谢云锦的话, 陆娇听了没什么, 倒让门外走进来的陆桂和韩童二人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原来你是这样的姐夫? 呃, 原来你是这样的云锦啊? 两人被为了满满一嘴狗粮, 努力面无表情地走进来。 咳咳咳, 姐, 姐夫, 韩公子来了。 陆桂说完转身就走了, 旁边的韩童望向跑得飞快的陆桂, 心想, 不是啊兄弟, 你也陪陪我呀, 不能让我一个人看着他们肉麻呀。 谢云锦即便知道韩童听到了他说的话, 也没有半点不自在的, 对自家娘子献殷勤, 一点也不可耻。 你来了, 韩童飞快地点了一下头说, 嗯, 四肢商队已经组建好了, 南北齐货店员准备好了, 一个店铺开在清河县, 一个店铺开在京城, 到时候商队把货一带回来, 我们就开始上货开店。 行, 谢云锦点头指了指陆桂道, 以后这南北齐货店内的事, 就交给你嫂子来处理, 你有什么处理不了的就问她。 陆桂飞快地掉头望向谢云锦, 心想, 我这还没答应接受呢。 谢云锦眉眼清觉地笑着开口说, 娇娇受累了, 韩童身上的鸡皮疙瘩又冒出来了, 她在心里吐槽。 这是没完了是吗? 难道不知道我现在是一个人吗? 韩童父母其实已经开始请没人替韩童介绍了, 但现在韩童有点恋爱的心理阴影了, 正所谓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她不敢再轻易地娶妻了。 谢云锦可没有半点自觉, 望着陆桂飞继续说, 以后我可就指望着娇娇你养着了。 陆桂飞深深地望了她一眼, 决定接手这桩生意, 如果是她最后没和谢云锦在一起, 就把这生意还给她就是了。 不过短时间内, 她决定给这单生意单独立一个账板出来。 陆桂想着, 又问谢云锦, 这店铺叫南北奇货店? 谢云锦一听她的话, 就知道陆桂决定接手这桩生意了, 脸上那个笑容, 温润柔和, 仿若春天里的风, 她伸手握住陆桂, 以后你别太累了, 这生意交给韩童打理就行了, 你只需要看看账策就好。 韩童没好气地望向谢云锦, 心想, 兄弟, 肉麻起来没完没了是不是? 这谁受得了啊? 正听里, 陆桂因为韩童在, 很是不好意思, 抬眸瞪了谢云锦一眼。 还有人呢? 答案你。 谢云锦立刻笑着点头表示, 好的, 娘子, 回夫知道了。 她掉头望向韩童时, 脸上神色淡然, 依旧和从前一样, 韩童的心里那就一个委屈, 云锦, 你这也太区别对待了, 不高兴。 谢云锦才不管她高兴不高兴呢, 她淡淡地望向韩童说, 和你嫂子说一下商队和店铺的事情, 另外再说说我们商队未来的计划。 韩童又望向陆交, 介绍起南北期货店的事情来。 这南北期货店还是云锦想出来的生意, 主要经营期货, 大洲周边有好几个国家, 边境一直有交易, 我们把南边的货物收购回来, 高价卖到北边去, 再把北边边境的东西高价卖到南边去。 我们初步计划是先开两个店, 一个是青河县的店铺, 一个是京城那边的店铺, 不过眼下这两个店都很小, 一来不打眼, 二来不宜惊动别人。 店铺生意太好, 肯定会惹人眼红, 到时候就一声势, 所以我们先做小, 等到将来有能力的时候, 再在大洲各个府城开这样的店铺。 听到韩童说的话, 陆交点了一下头, 觉着相当不错。 嗯, 不错, 挺好的。 陆交一说话, 谢云锦下意识地挺直几倍, 心想, 娇娇夸着生意不错, 这是我想出来的生意, 那就是说, 娇娇是在夸我了。 陆交没有搭理谢云锦, 望向韩童说, 商队要注意安全。 韩童笑着回复, 知道了嫂子, 商队里本身就有会务工的师傅, 我们还从田家标局请了护标的师傅, 主要是用来保护商队里的人, 和运回来的货物。 陆交点了一下头, 笑看着韩童。 你做生意肯定比我们好, 以后这些事你做主。 谢云锦在一旁就不高兴了, 娇娇夸韩童了, 哼, 不开心不开心。 对面韩童立马接受了谢云锦的不悦, 立刻望向陆交说, 我们家算做生意, 但我本人实在是算不得聪明, 一直以来都是云锦帮着我, 他才是聪明的。 谢云锦满意地望向韩童, 心想, 嗯, 没白交, 不错, 不错。 陆交好笑地望了望谢云锦和韩童, 经历过了之前的磨难, 这两个人不出意外, 以后就是好兄弟了。 嗯, 我知道了, 以后你若是有拿不定主意的事, 可以来找我们。 韩童立刻点头, 他知道, 谢云锦非常聪明, 但这个嫂子也是相当的厉害的, 不但医术高, 做生意也很厉害, 人家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弄出了油房和药庄药房。 油房里的油已经开始对外售卖了, 他们家去进货时只进了一点, 实在是不够分的。 嫂子, 你能不能和程翔他们说说, 以后我们家去进油多给点货呀。 陆交望了韩童一眼, 点头道, 嗯, 行, 下次他们过来, 我和他们提一下。 这下韩童高兴了, 大腿算是抱对了, 以后不但可以抱兄弟的腿, 还可以抱嫂子的腿。 明天四肢伤队就要出发了, 你们家眼下有事, 就先不要去送他们了, 这事学生由我来安排就行了。 韩童说完, 把南北期货店的契约书交给陆交。 嫂子, 这是在县衙登记过的契约书。 陆交点了点头。 嗯, 行, 你忙去吧。 韩童告辞走了, 后面陆交打开契约书看了看, 然后惊讶地开口问。 分四成股份? 谢云锦没从他的手里拿钱, 那么组建商队, 开两家店铺的钱应该都是韩家出的, 现在韩童还分给谢云锦四成的股份, 这是不是有点多了? 陆交掉头望向谢云锦问。 会不会有点多? 谢云锦听了陆交的话, 忍不住笑起来。 哼, 事实上, 他本来是要和我五五分成的, 后来我坚持只要四成, 他才作罢。 谢云锦说完, 伸手握住陆交的手说, 他愿意这样就这样吧, 反正以后我们两家是要经常来往的, 多点少点也不必太过计较, 日后他若是有什么麻烦, 我们也会相帮的。 陆交想了想, 确实是这么个脸。 嗯, 我知道了。 陆交话路, 见谢云锦仍旧握住他的手不放, 忍不住开口提醒某人。 你该去书房读书了, 虽然不去书院, 但家里也要好好地问书, 别忘了明年的乡诗。 谢云锦还没动呢, 陆交率先抽回身, 起身往外走, 后面, 谢云锦只得起身往隔壁的书房走去。 陆交说得没错, 他必须得认真读书, 努力争取到明年的乡诗第一名, 他可是有妻儿要庇护的。 谢云锦想到陆院长家的下娘子, 不就是因为他娘子身份低位, 所以给他脸色看吗? 以后他们肯定还会遇到这样的人, 所以他得给他们家的娇娇, 挣个告命。 谢云锦在府里头, 除了读书, 就是陪着四个小家伙和陆交。 四小只格外高兴, 本来小朋友们不来上课, 他们挺冷清的, 结果爹爹竟然留在家里头陪他们, 还陪他们练功, 教他们画画。 娘亲教他们算数, 最近娘亲教了他们久久惩罚口诀, 四小只也背得极快, 很快就学上了, 没事儿时就会拿出来背一背, 完全当成儿歌来背了。 一家人过得格外开心。 早上, 谢云锦陪四小只练功, 练完之后, 一家人一起吃早饭。 然后, 谢云锦去书房温书, 四小只去学习, 中间, 谢云锦抽空交四个小家伙画画。 陆娇除了处理府里的事情, 就是给刘子言和田静庵治疗。 刘子言和田静庵的治疗很可喜, 刘子言身上的寒症虽没有彻底治好, 但手脚不是那么冷了, 一觉睡到自然醒。 这是他这么多年来, 过得最开心的一段时光了。 刘家, 刘爷爷刘奶奶别提多么地感激陆娇了, 三五步时就做些好吃的点心送过来, 都是刘奶奶亲手做的。 陆娇不收都不行, 刘爷爷刘奶奶现在看到陆娇, 那就是看到亲孙女儿的眼光。 田家的田静庵脑子也清明了很多, 神志开始恢复, 言行举止也不像是几岁的孩子了, 慢慢像个大人了。 最可喜的是, 恢复神志的田静庵竟然分外聪明。 田家人请了教学的先生来教他实字, 他竟然学得特别快。 田家人大喜过望, 田欢带了一车一车的东西登门道谢, 陆娇不收都不行, 田欢现在和陆娇的关系好到让谢云锦吃味。 女子当贤淑, 那女人半点都不贤淑, 白为女人也。 谢云锦的话得到厅堂旁边的赵凌峰的赞同。 没错, 那女人根本不配叫女人, 整一个粗鲁婆子。 赵凌峰的话音刚落, 门外一道旋风式的身影冲进来, 我是粗鲁婆子, 你是什么? 背后嚼人蛇根子的长蛇腹吗? 赵凌峰完全没想到田欢会回来, 自己说人坏话还被呆了个正着, 立刻心虚。 不过听了田欢的话, 她又有些生气, 冷哼一声说, 哼, 难道我说错了? 田欢冷哼着说, 哼, 我没说你说错啊, 可我也没说错, 所以咱们彼此彼此, 半斤八两, 就不要总说我不好了, 你也没好到哪儿去, 哼。 田欢说完, 还用眼斜了一下赵凌峰, 激嘲道, 他京城贵族的公子, 半点仪态都没有, 和乡下粗鲁的汉子, 没有半点区别。 田欢的话, 严重打击到了赵凌峰, 他生气地瞪向田欢, 你说谁半点仪态没有, 谁和乡下粗鲁汉子, 没有半点区别? 哼, 我说的就是你。 这是半点都不带害怕的, 赵凌峰被气了个半死。 你…… 谢家正厅里, 谢云锦心情颇好地看戏, 哼, 看他们两人夹起架来, 我怎么就这么开心呢? 陆娇则是相当无语, 心想, 这两个怎么跟对头一样, 一照面就恰? 陆娇又赶紧问田欢, 欢欢,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田欢不再理会赵凌峰, 转身走到陆娇身边, 慢慢地靠近他, 小声嘀咕道, 刚才我在外面, 看到那个李秀才, 你们要当心这个人。 陆娇立刻掉头望向田欢, 问道, 这话怎么说? 田欢在陆娇的耳边, 小声地嘀咕, 我有次看到这个人, 在虐杀小猫, 太吓人了, 你别被他表面的憨厚给蒙蔽了, 这人的心理应该很不正常, 你们家有四个小家伙, 所以别和这人多走动, 以防他害到你们家。 陆娇脸色一下子冷了, 没想到李文斌不但害云几, 连小猫小狗都不放我, 这人心里都有多不正常。 陆娇想着, 抬头谢过田欢。 谢谢欢欢的提醒, 我又输了。 田欢高兴地点头, 转身就往外走, 经过赵凌峰身边时, 还不忘鸡巢的。 长蛇腹, 乡下粗鲁汉子, 以后背后说人坏话, 记得小点声。 田欢说完就大步走了, 赵凌峰气得狠狠瞪向他, 可惜田欢跑走了, 根本就不理会的。 谢云仅看陆娇神色不好, 赶紧走到陆娇身边问, 田欢跟你说什么了? 陆娇压低声音, 小声说。 他告诉我说, 有次看到李文斌绿莎小猫。 这话不但谢云锦听到了, 就连赵凌峰也听到了, 两个人脸色都很不好, 一言难尽。 他有本事和你算账, 没本事躲在绿莎小斗舞, 算什么回事啊? 厅堂内的众人都沉默了, 门外的灵冬走了进来。 公子, 李秀才过来了。 李文斌现在心情说不出的焦躁, 他在谢宅已经三天了, 三天都没找到出手的办法, 偏偏刚才张碧烟指示人 悄悄地给他扔了纸团来, 提醒他别忘了三天内杀谢云锦的事情。 若是今天还杀不了谢云锦, 明天一早, 他就把他送给梁家老太爷, 还告诉谢云锦当年给谢云锦下药的根本就不是柳氏人, 而是他李文斌。 李文斌不敢再耽搁, 赶紧过来找谢云锦。 云锦, 我在你家打扰三天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了。 厅堂内的三人齐齐望向他, 想着先前田欢说过的话, 这人虐杀小动物的事情。 说实在的, 从表面上来看, 真的看不出来李文斌能干出这种事。 他的外形实在是太有欺骗性了, 不管是谁第一眼见到他, 都当他是个老好人, 憨厚又老实。 可事实上, 这人却是阴险狡诈, 心胸狭隘, 现在还知道他残忍。 这个人若是借由张家的手当上了官, 日后肯定是个阴险至极的贪官。 谢云锦和陆娇听了李文斌的话, 倒是有些意外。 现在要走了, 不算计谢云锦了吗? 谢云锦和陆娇倒是觉着无所谓, 因为他们给李文斌下了药, 他要回张家去, 要是胡吃乱吃的, 很快就会倒霉的。 李兄这是决定回家去了? 我不打算回张家了, 我先回书院, 后面会和张鼻炎谈谈, 看看能不能合理。 李文斌说到最后, 一副不愿意再忍辱偷生的样子。 谢云锦和陆娇不动声色地望向他, 开口说, 李兄既然这么决定, 那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不要惧怕张家, 他们家也不顾就只是小小的商家罢了。 李兄若是有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来找我。 嗯, 若我们能帮的, 一定帮你。 李文斌满脸感激地望着谢云锦和陆娇。 谢谢云锦和陆娘子了, 这几天我在府上打扰, 很是过意不去。 云锦, 今晚我请你去吃饭, 就当感谢你们家的招待。 李文斌一说, 谢云锦和陆娇谋色暗了起来。 啊, 原来是在这儿躺着呢, 我还以为他暂时收手了呢。 李文斌的性子, 谢云锦和陆娇算是了解了, 非常的谨慎小心。 他现在这样迫切地想要出手算计谢云锦, 很显然, 张家是给了他时间的, 所以他不得不出手对付谢云锦。 谢云锦谋底隐藏着浓浓的力气, 脸上努力保持平静。 他望着李文斌, 胆胆地说, 我们之间就别客气了, 你在我家住几天这没什么, 不用特地请我吃晚饭。 谢云锦从容又淡然, 李文斌都有些维持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明天他如果杀不了谢云锦, 就会被送到梁家老太爷的手里头, 梁家因为梁子文的死, 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说实不请, 我这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啊。 云锦, 你就给我个请你吃饭的机会吧, 虽然我这没什么钱, 但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 李文斌摆出一副可怜的样子, 本就憨厚的面容越发得老实木论, 让人不忍拒绝。 不过, 谢云锦和陆娇心知他的坏心肠, 怎么给他机会啊? 陆娇开口了。 李秀才, 不是我们家不给你机会, 而是眼下我们家处境危险, 不能随便出去。 若是李秀才过意不去的话, 就让酒楼那边送一桌韭菜进来, 也算全了你的心意。 陆娇都这么说了, 李文斌还能怎么样, 最后只得同意了。 那行, 晚上我请云锦喝酒, 明天一早我再离开谢宅。 李文斌说完, 还请陆娇。 请陆娘子派人去酒楼, 让人送桌菜过来, 和他们说, 仗有我结。 行。 陆娇点头同意, 李文斌见谢云锦和陆娇还有客人, 起身告辞走了。 后面, 赵凌峰等到他走了, 这才掉头望向谢云锦和陆娇说。 我怎么觉得, 这个人有些古古怪怪的。 赵凌峰并不知道李文斌暗算谢云锦的事情, 谢云锦和陆娇也没有说的意思, 只是笑着说, 估计是被张家欺负的脑子坏了吧。 赵凌峰不再说李文斌的事, 而是把三大作坊那边的事情说了一下。 油房里的油卖得极好, 就是不够分的。 很多商人跑到我们作坊去拿油, 因为人工机器的原因, 油房产出来的油完全不够。 药中那边你写的香皂也做了出来, 不但颜色好看, 香味正, 而且我让人试验了一下, 效果还挺不错的。 药庄我已经让城乡招人, 马上开始做香皂。 今儿我来, 一来是给你们送几块香皂, 二来是拿些鹿娘子配出来的配方回去。 最主要还想和鹿娘子说一下, 药房已经建成了, 鹿娘子打算生产什么药? 药和别的东西不一样, 必须先找人试药, 试完后确认功效, 还得把口碑做出去, 然后才能正式投入生产。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鹿娇听了赵凌峰的话, 想了一下之后又问, 大周没有医术吗? 有医术的话, 药可以拿到医术去给鼠证试药就行了。 鹿娇记得书上曾经写过, 从唐朝开始, 古代就有了医术这样的机构存在, 难道他穿越来的这本书里头, 没有医术这样的地方吗? 鹿娇话落, 赵凌峰立刻摇头。 没有啊, 宫中倒是有寓意存在, 但他们只负责宫中的贵人, 不负责外面的人呢。 鹿娇沉默着不再说话, 如果真是这样, 成药上市很缓慢, 得有一个过程, 从制造出药, 再到找人咽药, 还得找有名望的人咽药, 证明药效有用, 而且还得证明这药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要不然药卖不出去, 人家说你的药有问题, 到时候找你的麻烦, 他们就算是有再多的钱, 也是赔不起的。 这一点鹿娇倒是没想过。 我知道了, 让我想一想, 制造什么药为好。 所以他得制作一些普通人吃不死的药, 别整那些难度太大的药。 厅堂里, 赵凌峰点了一下头。 那行, 你把你调制的配方给我, 我送到邹房那边, 让丞相他们开始投产香造, 先转了再说。 行。 杜娇吩咐逢之去后院取自己先前弄出来的灵犬水配方, 灵犬水里头加了几样药材, 常人闻到这药, 就以为这是配方。